这是哪里 我不是因为食物中毒在医院接受抢救吗 可现在的我是怎么回事 似乎是这具身体记忆里最后吃下的东西 好像是丹药 这味道 看来这丹药应该是过急废丹 难怪吃了会要人命 等等 我现在好像是一个富家少爷 莫非我终于开始走大运了 依照这种套路 这个时候我应该有外挂才对啊 喂 金手指 在吗 或者系统 你在不在 给个回应啊 我在 果然如此 快说 你是什么系统 开局无敌系统 开始匹配 快点 配对失败 啊 等等 失败 鉴于宿主前生今世都是去世于食物中毒 特意给宿主匹配时间调节系统 呃 时间调节系统 时间调节系统初级阶段开启 宿主 不是吧 就这样 太坑了吧 算了 油总比没有强 既然能调节万物 先试试看 系统 把这枚丹药调回到五年前 这就是 时间调节系统 成功了 这四亿的丹药方箱 绝对没问题 根据我的记忆 这些丹药能大幅提升修理 趁着新鲜 吃了再说 真的有用啊 我能感觉到 有股气息往丹田涌来 快要突破的样子 好像差了点 一枚丹药的灵力不够啊 系统 丹药状态 调回五年前 继续不用 咱们一起来 我没单要全部吃完了 还是不行 我这身体的修行天赋 竟然如此之低 有点糟糕啊 从记忆来看 我的父母都是王侯静的大修行者 但已失踪多年 现在陈府当家的是我的姐姐陈素颜 不过和我并无血缘关系 是我父母收的养女 陈素颜本想让陈岛成年后接手家主之位 但因为陈岛一直无法修行 陈府有些人就想夺走其继承权 难怪为了突破修行秦功 竟然乱吃药吃掉了性命 哥几个 我突破那气境第七层了 十七岁就到第七层 放眼整个陈府都是天资卓越啊 七层 这也太快了吧 那气境 开启修为后的真正气垫 要达到这一境界 需要基础呼吸法打好基础 那功法我也一直在苦练 可为何就是无法开启修为 十七岁到了七层 陈岛 你有希望进入皇武学院啊 不过 我全身练了十年也没结果 那系统数量调节万物 不知道能不能调节下 这功法的进度 好 去试一下 那不是陈少主吗 他是什么 他不会是也想进皇武学院吧 他从小到大浪费了多少家族资源 却连修为都没开启 你们认为有可能吗 说的也是好 好了 此事 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同意 苏言 师父和师娘失踪后 陈岛师弟不适合修行 让出皇武学院的名额 有何不妥 陈家是师父和师娘创立 他们就算失踪 这陈家一切也归陈岛所有 你们 有什么资格拿走名额 而且陈兴远 你和我一样 都是师父师母收养的孤儿 要不是师父师母 你早就饿死街头了 你竟敢说出那样的话 你 苏言 不是我们非要剥夺少府主的名额 实在是他自己不争气 就是 陈岛这么多年浪费了堆积如山的资源 还是没开启修为 给他皇武学院的名额 就是浪费 好了 就在这里试吧 系统 将我修炼陈氏呼吸法的修炼时间 调到五分后 真的可以 这 太奇妙了 脑海中瞬间多了许多对基础呼吸法的理解 成功了 我终于顺利突破到那气境了 有了这个系统 就算我现在资质很差 但是时间可以弥补一切 今日似乎会有一场大戏在陈家上演 这也是前身病急乱投医 最后却因为吃了肺丹药而死的原因 谁说我为开启修为 陈岛 看来 我来的正是时候 陈岛 你怎么过来了 苏妍师姐 我听说你们在议事 就过来看看 这里没你的事 你先回去吧 师姐会处理好一切 慢着 陈岛师弟既然来了 就一起谈谈今天的事情吧 你说 好吗 好啊 那就谈谈 陈兴远 刚才你最大声 你先说 陈岛师弟 等一下 现在是在大殿议事 叫少扶主 陈岛今天怎么了 和平常唯唯唯唯唯的表现很不一样 谈什么 说吧 少扶主 既然这样 我就明说了 因为你至今未开启修为 大家提议让你放弃皇武学院的名额 由陈家更杰出的弟子 去皇武学院学习 你说说看 名额给哪位杰出的弟子 我们觉得柳亭儿就不错 亭儿年纪轻轻 修为已经是陈家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了 柳亭儿是你未婚妻 当然不错 陈兴远 你真是不要脸 你 姐 他这哪里是不要脸 他明明就是臭不要脸 不管怎样 柳亭儿早在五年前就开启修为 不是少扶主你能比的 是吗 陈兴远 皇朝之所以给陈家一位免世名额 是为了奖励陈家对皇朝的共享 而这个奖励 是给陈家的直系后人 柳亭儿一个外星之人 何德何能 外星之人怎么了 他竟然入了陈家就是陈家的人 如果他进入皇后学院 日后对陈家的贡献 绝对比你这个终身不能开启修为的少扶主强 陈兴远 你 少扶主 自从扶主和扶主夫人失踪后 陈家没落已成定局 陈家需要后起之秀 希望少扶主能为陈家着想 就是 少扶主要以大局为重 无让又如何 你们一个个欺负陈党算什么 有本事冲着我来 陈苏妍 你已经考入玄武学院 还能在陈家待到几时 而且这事怨不得别人 少扶主不能开启修为 占有名额就是浪费 谁说我不能开启修为 你要是能开启修为 我这臣子 倒过来写 那你就瞧好 少扶主 开启修为了 师弟 你 你真的开启修为了 姐 是真的 太好了 这么多年 你终于成功了 姐 放心吧 我以后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相信你 对了 冬尔心远 你还有何话说 你叫我什么 陈字倒过来写 不就是冬尔 你很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不配信传 少扶主这些年 修行不怎么样 嘴皮子倒是长进不少 陈心远 你当真以为我会认你欺负师弟 我有说错吗 大家都明白 他就是个废物 陈心远一掌就被击退了 陈素颜不愧是龙陵帝国都出名的天之娇女啊 这陈素颜确实咬捏 修为竟又提升了一大节 诸位长老 陈导已经开启修为 你们如何说 既然少扶主已经开启修为 我支持少扶主前往皇武学院 不错 我也同意 我觉得还是不妥 少扶主就算能修行 但日后的修行速度恐怕极为缓慢 所以我倒是有一个折中的办法 那就是让柳亭儿挑战少扶主 胜利者获得皇武学院的名额 少扶主 按照我们陈家的规矩 有同辈弟子挑战 你不得拒绝 我不同意 姐 这件事总归要解决 让我来处理吧 真的 我可以答应柳亭儿的挑战 不过 什么时间决斗 有我定 可以 但距离皇武学院开学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挑战 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 可以 看他这一个月修为能怎么提升 走着瞧 就是啊 我看少扶主就是太年轻了 真是 陈导 你这样做太冒事了 陈兴远明显是故意激你 姐 你放心 我有信心战胜柳亭儿 我既然已经开启修为 就不会再让你失望的 那 行 我相信你 姐 陈家的没落 至少让我们看清了很多人的嘴脸 现在没有什么 比提升实力更重要 所以从即日起 我要抓紧修炼了 陈导 你能这么说 我也就放心了 现在我已经开启修为了 先找一些功法练习 增强自己的实力才行 看来 这边的功法还真不少啊 少主 大家各自散去吧 我随便看看 你们对陈导这么客气干嘛 少主开启修为了 我们当然要客气点 你们太高看他了 以他的资质 开启修为也不见得有什么大的进展 说的也是 堆了这么多弹药 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开启修为 资质太低 起步太晚 哪有作为 刘兴拳 这功法已速度渐长 简单易许 正适合现在的我 这边没人 试试看 细统 刘兴拳的修炼时间 调回五年后 老海中瞬间多了五年 对刘兴拳的领悟 现在刘兴拳已经小成了 那么接下来 你就把这些功法都调回五年后 系统 风云部的修炼时间 调回五年后 蝴蝶剑 调回五年后 拢命腿 调回五年后 五行拳 调回五年后 先行指 调回五年后 你们看 这脑子能干嘛 这么多功法书籍 难道他都想练习吗 怎么可能 那些功法随便练习一步 都需要两三年才能小成 这么多 太夸张了 就是 这一上午他看的功法书籍 已经快三十多本了 看多嚼不烂 少主有点急功近利了 不知不觉已经看了一整天 今天就到这吧 藏书阁厉害的功法都被我练习过了 可惜高阶功法太少了 站住 陈导 陈导 你给我过来一下 你是在叫我 不错 我让你过来 你就得乖乖照做 你敢打我 我是少主 你算什么东西 就我站住 给本少主道歉 我叫少主有事 道歉 你 快点给我道歉 可恶 是我无礼了 是我无礼了 给少主道歉 既然修为已开 我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任人欺辱 很好 现在可以说事了 今天藏书阁有我之事 少主把藏书阁弄得如此杂乱 按照规矩 需收拾整齐才能离开 你给我讲规矩 这藏书阁都是我家的 讲个屁的规矩 你 你什么你 我保际 来 我给你个机会 少主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眼神的 皇武学院的名额 只要你能赢我 我就把名额让给你 当真 出手吧 少主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只要你能赢我 我就把皇武学院的名额让给你 少主 这可是你自己找你 废话少说 出手吧 那就让你看看 我刚练成入门镜的火云拳 云拳 什么 没听说少主有练过火云拳啊 我记起来了 上午他有看过火云拳的功法 这不可能 你肯定之前修炼过火云拳 不服气的话 你们这几个都可以上 好 好 我来 疾风腿 疾风腿 我也会 什么 他还练了疾风腿 而且也是小成镜 又是小成镜 少主怎么会这么多的功法 莫非少主一招领悟 成了逆天救死 你们服了吗 服了 少主 服了 你们呢 少主 我们欣赴口服 少主 威武 少主不威武 岳哥 我们也走吧 走 老爷 夫人 这么多年 少爷终于开始展露头角了 如果你们知道 想必一定很欣慰吧 陈家现在危机四伏 我必须与雷霆手段 才能凝聚人心 力挽狂澜 少主 管家 什么事 少主 刚才岳武郡主 给您送丹药来了 丹药 难道 果然 与我前身吃的丹药一样 都有一股嗦味 岳武郡主说 这是最新炼制的宝元丹 有提气宁神的作用 又拿过气的丹药来骗我 这岳武郡主不是好人呢 行 我收下了 请我多谢郡主 等一下 怎么了 少主 你还没给钱吧 你去跟岳武郡主说 本少主最近急需各类丹药 让他再多送点过来 到时 我自会与他结算 是 到时 我要好好和他算算旧账 行 丹药时间向回调节 只有三枚丹药成功了 看来其他丹药的过期时间太长 回调五年也没有 算了 先吞服这些好的丹药 吸收完再说 没想到这 这三枚丹药如此神奇 竟然让我静静一下子提升了九层 只差一线 就突破到纳元境了 看来 有多弄些丹药才行 陈导 姐 你来了 藏书阁的事情 我听说了 过来看看 你没受伤吗 我没事 就陈月那种货子 再来几个也伤不了我 你的气息雄厚了很多 难道修位又增加了 姐 我现在的境界 是纳七境九层了 什么 纳七境九层 你没骗我 让我看看 确实没错 是纳七境九层 没想到你开始修炼后 进度这么快 不愧是师父和师娘的儿子 你绝对是天才 我这叫后机不发 本来 师姐不太看好你和柳婷儿的比试 现在放心多了 来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丹药 加紧修炼吧 姐 我现在不需要 我有丹药来源 你有什么来源 现在陈星远 已经封锁了钱库 根本不会让你动用陈家的钱物 姐 你把丹药多给我 你自己修炼怎么办 我是你师姐 照顾你是应该的 不因为我操心 陈导 接下来你要加紧修炼 然后突破纳圆境 突破需要的园灵之物 我会替你准备好 园灵之物 嗯 我查阅过了 与你最配的园灵之物 便是园灵石 所以这几天 我会离开陈家 去园灵山 替你寻找上等园灵石 园灵山 姐 园灵山中凶兽遍地 太危险 不要去了 没事 你师姐我 可不是普通修师 姐 我给你的那颗丹药剂的服用 等着我回来 可恶 素颜 你别逞强了 你现在面对的是 整个园灵山最强的凶手 有他在 你今天是不可能取得那园灵石的 二皇子 你身份尊贵 千里迢迢来此 就只是为了说这些吗 那我就直说了 素颜 我需要一个未婚妻 增加在我父皇心中的分量 只关我何事 素颜 作为近几百年来最杰出的天骄 你做我未婚妻最合适了 这绝不可能 素颜 只要你答应做我未婚妻 我立刻就帮你取得那园灵石 而且我皇子身份 加你财貌双全 你我结合是相得一张两全其美啊 你不用再说了 我是不会答应的 是吗 看样子那正宁兽要准备 吸收园灵石了 你时间不多了 天线 不愧是陈素颜 这种神话再现版的天赋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不错 若有此女辅助 皇子日后无事将事敢功倍 如虎天意啊 看来对他我要费点心思才行 聂处 快快让开 否则我让你魂飞魄散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天女焉 镇压 这正宁兽好像他激发血脉 什么神皇血脉 这正宁兽如果觉醒的是神皇血脉 那陈素颜就危险了 陈素颜就危险了 这 你不过去帮助他 是 这张宁兽 竟然破了我的天女焰 陈小姐 我们助你一臂之力 不愧是具有神皇血脉的妖兽 我们接近王后的修为 竟然无法留住他 素颜 恭喜你 这颗等级最高的园灵石 终于被你得到了 刚才多谢二皇子相助 来日必当感谢 素颜 本皇子第一次见你就对你心生爱慕 刚才的请求 何不再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有意思 殿下 这陈素颜未免太过高傲了 你可是堂堂一国皇子 他竟然就这么走了 高傲才好 师姐给我的这枚丹药 灵力充沛 药香浓郁 一看就不是悦我郡主那些废坛能皮的 所谓纳元镜的突破 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境界修为突破纳元镜 第二个 就是契合园林之物 因为园林大陆修饰行为 跨入一个境界 都必须寻找相应种类的园林之物破境 突破纳元镜的园林之物 是零石类 以后的境界 则会需要植物类 兽类的园林之物 园林石 素颜姐已经帮我去找了 我现在还是先突破修为妖精 师姐的好意 不能浪费 要尽快突破到纳元镜 要师姐带回来园林之物 我再契合园林之物便可 此时当真 弟子亲人所见 素颜小姐确实带回了一颗七彩园林石 可恶 七彩园林石是等级最高的园林石 没想到真被陈素颜得到了 远哥不要着急 就算陈岛突破到纳元镜又如何 别忘了 我可是纳元镜九层 距离领海镜只有一步之遥 它不会是我的对手 丁儿 陈岛最近的表现 有些不同寻常 不错 前日在藏书阁 他短时间内就学会了多种功法 就像是开了窍一样 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气势 而且 轻儿一举就击败了我 远哥 这可如何是好 我那皇武学院的名额 岂不是危险了 丁儿 放心吧 那个名额定是你的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远哥 你对我真好 姐 你回来了 这个你拿着 七彩园林石 姐 听说这种等级最高的园林石 是有强大妖兽看护的 你没受伤吧 放心吧 我没事 利用这颗园林石 抓紧突破 半个月后 你一定可以战胜那个柳亭二 有着最高级的园林石 我几乎可以达到完美其合 突破后战力飙升 只是有的人 可能要坐不住了 陈素颜小姐有急事找你 让你赶紧过去 带我过去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拿到了 真是个蠢货 盗窃园林石可是背叛家门的重罪 你 你 陈月 按家法处置 就是废去修为逐出家门 你是自己动手 还是我来 确实是我小看你了 看来你早就猜到我要来了 不过那又如何 园林石还是被我拿到了 哦 是吗 那你看这是什么 可恶 竟然是空的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现在投降 只控陈星远 我倒是可以饶你一命 饶我一命 小心你留不住啊 那远镜九层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修为增长得这么快 活手三舍 不投降 我就逼了 这都是你逼我的 我这天雷浮的威力 相当于灵海境巅峰的权力一击 就算你是纳园境九层 也难逃一劫 攻击福州 这确实有些麻烦 怎么回事 哪里的动静 在上楼的房间里 不好 有人来了 上楼 别怪我 一路走好 哈哈哈哈 呀 好凶猛的雷电 什么 目标既然是 我手中的七彩园林石 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有批中陈岛 这样就批他 其实他就不会有人知道 今天的事情了 灭口吗 远哥 陈岳果然不是陈岛的对手 幸亏你提前准备了那枚福禄 陈岛难道真开窍了不成 这废物的成长速度 还真是让人吃惊 好在园林石被击碎 陈岳也是死无对证 不然弃合了那枚最强园林石 这废物的实力 恐怕会突飞猛进 远哥 为何不直接解决了陈岛 岂不是一劳永逸 现在不是时候 毕竟陈汪府的一切 还没有真正被我掌握 尤其是王侯使下的那个资格 顶二 虽然这次阻止了陈岛 契合最强园林之物 但陈岛已经突破到那圆境 我有些担忧 他这种恐怖的修行速度 在鄙视的时候 会对你造成危险 远哥放心 我绝对会战胜陈岛 你是真正的做大事的男人 陈岛 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 七彩园林石 怎么碎了 陈岛作为陈家子弟 大逆不道 竟然想要谋害少主 真是最有应得 这背后是谁指使的 诸位长老已经心知肚明 大逆不道的是陈兴远 立刻通知下去 陈家召开全族大会 让陈兴远过来认罪 少主 陈岛已亡 并无直接证据证明 幕后主使是陈兴远 这是不是太冒失了 闭嘴 陈兴远对我出手 就是在反叛陈家 到了现在你还为陈兴远说话 是何居心 少主严重了 既然少主想要如此做 我等照做就是 只是到时候 结果未必如少主所愿 少主可要做好准备 我知道 退下吧 姐 你会不会也觉得 我太冒失了 你是陈家少主 你的决定 就是陈家的决定 姐支持你 不过 陈兴远绝对不会认罪 恐怕还会倒打一耙 到时候 你这个少主更难扶重了 姐 放心 我有把握 可惜 这枚最强元灵石坏了 不然你的实力 肯定能得到极大的提升 稍后 我再去元灵山给你找一枚 虽然不如这一枚 但姐会尽力 给你找得最好的 姐 不用 我有办法让她复原 姐 七彩元灵石 时间挑回到一个世界 这 元灵石复原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陈素颜为我可以拼上性命 是我来到这个世界 对我最好的人 我也没必要对她隐瞒什么 姐 这是我的能力 目前只有你知道 陈兴远狼子野心 众人皆知 想要陈家安稳 此人不可留 今日我就要对她下手 你竟然决定了 那就去做 师姐全力帮你 师姐 几个长老现在多半都偏向陈兴远 你先去稳住局势 我稍后过去 听说少主要指控我 听到这事差点没把我笑疯了 少主知道她是在玩火吗 陈兴远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 你自己清楚 陈兴兴远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陈党这明摆着是公报私仇 依我看 他没资格当这个少主了 陈兴远 你 苏妍 这次少主有些离谱了 这不是胡闹吗 没有证据 这就是污蔑 够了 你们不担忧少主的安危 却在这儿替陈兴远说话 你们失何居心 这陈家到底谁说了算 素颜 别生气 这件事太大了 要是没证据 这如何收场 哼 既然少主敢说 就绝对有证据 无论如何 就算强行镇压 今日也要帮陈党 把陈兴远从陈家 踢出出去 证据 你倒是让他拿出来看看 这么久了 他人都还有一道 恐怕是吓得 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吧 东二兴远 少主我在这儿 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见礼 没看见本少主到来 见过少主 诸位长老请坐 陈兴远 你站住 少主 有何吩咐 有何吩咐 行刺本少主 你可知罪 少主你这是污蔑 污蔑我 你可知道什么后果 跪下 什么 让你跪下 你算什么东西 敢让我跪 你捡 你捡 少主让你跪 你就得跪 陈苏妍 你干什么 少主让你跪 你没听见吗 诸位长老 就眼睁睁地看着陈苏妍 为所欲为 陈苏妍 你想造反吗 陈苏妍 你太过了 陈家 岂容你说动手就动手 这陈家 我只听少主的 你们这些人 竟然把少主的意思说成造反 是何举心 少主 辅主和夫人失踪 这些年是陈兴远 在主持陈家 对陈家有功 如此对待一个功臣 是不是有些不妥啊 害人行刺本少主 这就是陈家功臣的 所作所为 陈导 说话要讲证据 我问你 你哪只眼睛 看见我谋害你了 不错 没有证据 纵然是少主 也不能如此对待陈家功臣 还逼着陈兴远下跪 如何能让大家信服 少主还是说句话 给大家一个交代 陈长 这是你自找的 我看你怎么收招 少主还是太过年轻 不如此 行刺少主这等大事 少主也是心急 虽然没有证据 但少主的心情可以理解 二位长老少在这里祸悉你 今日之事不可能善了 我陈兴远 还从未受到过如此侮辱 今日此事要是不给我个交代 你这个少主也就别当了 你这个少主也就别当了 交代是吧 那我就给你个交代 陈兴远 进来 装目左扬 陈兴远以往 此事死无对证 尘到你再怎么指控我 也是徒劳 陈兴远 还认得我 陈兴远 这怎么可能 我您没看过 陈兴远已经没气了 怎么可能还慌张 陈兴远 我为你办事 行刺少主 你竟然还要将我灭口 你好狠的心 不可能 他肯定不是陈兴远 陈兴远已经没有气息了 他定是陈党找人假扮的 陈兴远是我用天类抚灭的 他绝不可能还活着 我来验明正身 是 是陈兴 没有错 什么 陈兴远 你还有何话要说 西董 陈兴远的时间 像会调整到一个时辰前 这是我第一次对人 本身使用时间调节 班长陈兴远 必须要你确切的证据 所以陈兴远必须活着 我 还活着 难道是 系统警告 时间调节不可作用 人的生老病死 警告 再有下次 系统将直接原地爆炸 看来系统还是有使用限制的 少主 你 你救了我 是我救了你 费了很大的代价 接下来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我如此对待少主 少主还能救我 以后我这条命就是少主的 少主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陈兴远在说谎 我根本就没有指使他 是他自己的少主怀恨在心 和我无关 怎么回事 陈兴远为什么突然活了 陈兴远 你放屁 当日你听说少主得到了七彩原灵石 你为了避免少主实力获得巨大的提升 让我毁掉原灵石 又怕我完不成任务 故意给了我天雷福 只是我没想到 你如此心狠熟 不但毁了少主的原灵石 还要对我灭口 逆途 陈家养育你 你竟然如此大逆福道 陈兴远 我没想到你真能如此散大抱歉 诸位长老 你们是信我这个陈家功臣 还是信陈兴远这个小人物 功臣 呸 陈兴远 这些年你做了什么事 你自己清楚 少主 诸位长老 陈兴远这些年 做了无数对不起陈家的事情 住口 陈兴远这些年私自 呀 踩着你 陈兴远 你继续说 我陈家之所以没落如此之快 第一和陈家两位王侯失踪有关 其实大家都知道 可你们不知道的是 陈家衰败 就是陈兴远一手造成的 陈兴远这些年 中饱私囊 和一些人里应外合 变卖陈家的家产 陈家 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家产 是被陈兴远偷拿出去变卖 获取私利 他这些年 不断通过打压少主 让少主 让少主逐渐在陈家失去威信 而他自己 则是在陈家中饱私囊 赔与党羽 目的 就是把陈家彻底变为己有 此人根本不是什么陈家的功臣 他就是一个家贼 你有什么证据 这就是证据 这个账本里 记载了陈兴远这些年 做过的所有坏事 什么 陈兴远 这些年你竟然坏事作尽 你对得起师父师娘吗 师父师娘从小收留你 没想到 你却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今日 你就毙了你 为陈家除害 陈苏妍 住手 陈兴远 你也知道害怕 早知今日 我何必当助你 我承认我做了此事 但我本意只是毁了园林石 并没有要谋害少主 你不能渡我 真的 毙了 不要啊 师父师娘 救我 陈兴远 住手 今日谁敢替陈兴远求情 谁就是陈家叛徒 陈兴远 大胆 大胆 你是什么人 苏妍小心 此人的修为深不可测 比窝灯要高不少 还走 行走 天女燕 不好 陈苏妍竟然如此厉害 你去看她了 陈苏妍 你们如何 你们如何 封少主令 多谢阁下的救命之恩 不知道尊姓大名 这里是哪 阁下如果不说话 那我先离开这里了 陈公子 找什么急呀 日武郡主 很惊讶吗 是有些惊讶 不过 郡主派人救我 这份恩情 我陈兴远铭记于心 有朝一日 定会相报 少说那些没用的 从现在起 你为我做事 帮我夺得陈家 帮郡主夺得陈家 怎么 不愿意 我知道你有野心 一直想要彻底掌控陈家 但是现在你失败了 要不是陈苏妍 我何止于此 陈苏妍早晚要离开陈家 我还有机会 都已经成为丧家之犬了 说这些还有用吗 他有变化又如何 没有陈苏妍 终究是个 上不得抬命的东西 别自欺欺人了 陈岛在快速成长 他毕竟是王侯的后代 况且父母还是双王侯 一旦爆发 成长潜力确实惊人 之前我们都小看他了 现在他能扳倒你 以后你更没有机会了 去 为我做事 我对陈家本身不感兴趣 我只要一件东西 月娥郡主想要陈家的王侯令 不错 那王侯令有何用处 这个你无需多问 你只需知道 王侯令并不只是身份的象征 他还代表了一步登天的机会 现在告诉本郡主你的决定 我 我想考虑一番 确定需要考虑 可是 宁石井 要不是怕暴露身份 影响郡主的计划 你真以为老夫能轻易被陈索然击败 陈心远愿意为郡主 小拳马之劳 很好 戏斗 暗器的时间 将会调整到五个时辰前 秦王 来救陈心远的人 果然是秦王府岳武郡主 现在陈家内部的毒瘤 已经基本被我拔除 可以安心修炼一段时间了 少主 谁 少主莫欢 是老夫陈太 陈太爷爷 我竟然一瞬间脱口而出脚眼前的老者爷爷 脑海中的记忆里 前身和眼前的老者 关系十分亲近 小时候的陈导 因为父母忙碌经常不在身边 那时候陈素颜 还没有来到陈府 陈太爷爷 我真的没有修行天赋吗 是由陈太负责照顾 你不是没有天赋 而是你的天赋还没有展现出来 你是王侯的子嗣 王侯是这世间最强的人 你比这世上大多数人都更有天赋 真的吗 我不是废物 爷爷怎么会骗你啊 那我继续去修炼了 快来啊 少主被掳走了 我都不在 走吧 掳走了成乎小少 不怕两位王侯不束手就范 梦了少爷 是 这家伙 想 那就和他玩玩 啊 啊 这大爷 少爷 老家伙看你叫不叫 少爷 继续攻击臣服小少爷 老家伙受死 哈哈哈哈 少爷别跑 如果我在 谁也伤 少爷别跑 如果我在 谁也伤不到你 陈太爷爷 那次之后 陈太受伤严重 大部分时间 都在闭关修复伤势 不过每当园主有危险的时候 陈太总会第一时间 出现在园主的身边 少主 你最近的表现 我都看在眼里 你能以雷霆之势 迅速掌控臣服 确实成长了很多 不愧是王侯后代 不过 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陈家现在内忧解除 但外患 才是最大的威胁 外患 陈太爷爷指的是秦王府 封烟城 作为王侯镇守的城池 算上我们陈府 有三大家族 外加一个秦王府 以前你父母在的时候 自然无人敢找事 但是现在 辅主和夫人失踪这么多年 各家势力都在蠢蠢欲动 我该怎么办 辅主曾经和我说过 除非少主有灭顶之灾 其他事情我不可出手 接下来还要看少主你自己 少主 其实我今日见你 是给你送这件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辅主离开的时候交给我的 特意嘱咐我 在少主能真正掌控陈府的那一天 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打不开 这上面有辅主的封印 只有少主到了一定的修为境界 才能打开它 臣太爷爷 我父母 他们真的回不来了吗 圆主的记忆深处 对父母有着极深的思念 很多时候 这种突然涌起的感情 似乎让我感同身受 少主不用担心 夫主和夫人 他们是王侯 是这世间最强大的人 他们不会有事的 封烟城陈家这些年 全靠远哥撑着 他沉道凭什么治远哥的罪 一个有名无实的少主 真把自己当陈家的主人了 不行 我要去皇陈陈家告状 大出他的少主之位 银儿 谁 是我 远哥 你们先下去 是 记住 今日的事情 不可让任何人知道 日后我带你们 去皇城陈家 那里 才是陈家真正的根基 是 柳小姐放心 远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银儿 我来找你有重要事情 远哥 你放心 我哥现在在皇城陈家说得上话 此事 我必会找陈家主卖给你讨个公道 银儿 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要挫败陈家的威服 不能让他在陈府树立威信 否则 就算主卖来人 也不好搬到他了 远哥 我该怎么做 还记得他答应和你的比试吗 远哥的意思是 让我当众击败他 夺了他皇武学院的名额 让他这个少主 威信扫地 不错 比试必须马上进行 现在陈道失去了那颗最强园林石 还未打到林海径 实力远远不是你的对手 而且 他就算突破到林海径 也只能是契合一般的园林之物 什么就不可能是你的对手 我明白了 明日就去找陈道比试 在这个世间 强者为尊 只有成为王侯 才能无敌于天下 今日 我便修为再进一步 突破纳元境 突破了 突破到林海今后 身体的丹田内 会出现一片林海 林海的大小 决定了修士 可以容纳天地灵气的多寡 进而决定了修士的强弱 我的林海只是一个小水蛙 看来我的资质 还真是弱得可怜啊 突破后修士需要契合园林之物 只要契合到强大的园林之物 同样可以逆天改命 系统提示 境界提升 时间调节范围增加到五十年 可以前后调节五十年的时间 这样系统的用处就大多了 之前调节五年的时间 确实很多时候不够用 这个园林石 是园林山中等级最高的园林石 并不代表是时间等级最高 据说园林石的等级提升 只能靠时间积累 系统 园林石的时间 向后调节五十年 有效果 变成黑色的了 这个黑色园林石 竟然引起了天地变化 传说只有超越繁品 晋升仙品之物 才会引出天地雷鸣 晴空雷电 这是怎么回事 郡主 此等异象像是由一宝出事 我也只是在皇城 有幸见过一次 哪倒是王侯令 传说王侯令极其神异 非凡铁打造 陈所那边怎么了 陈家是王侯史家 地蕴深厚 所以虽然不是主脉 但 是只在其家的地方 要不然陈家少主 也不会生长在这里 如今有重宝县市 最有可能的便是 陈家王侯令 父亲 现在各家都在定了 陈家的王侯令 那玩到底有什么用 那是无价之宝 只有王侯才配拥有 举过王侯令 可以超脱自我 是修饰梦寐以求的东西 而且王侯令 还可以获得一项无上资格 获得那项资格 能让一个普通人 直接站在亿万修饰之上 超脱和资格 几千年来 这世间的王侯世家 几乎从未变过 所以王侯令 也从未被外人得到 现在最年轻的 王侯世家 陈家末落 大家看到了希望 父亲 我们现在怎么办 去陈家看看 想必现在很多人 都在赶往陈家吧 赤目说现在这颗黑色 园林石 经过五十年的时间 再次晋级了 原本顶级的园林石 经过再次升级 让它超脱本身 变得不凡 既然如此 我们契合它 彻底完成 灵海经的狗固 园林之物 契合成功了 这是 契合了黑色园林石 我体内灵海 从一个小水弯 竟然变成了一片汪洋 陈导 出来 陈导 你给我出来 如果我没记错 这是柳婷儿的声音 陈导 你我约定过比试 今日我柳婷儿 正式挑战你 柳婷儿 休要胡闹 二长老 这是我和陈导的事情 你少管闲事 别以为你哥 在皇城陈家 问你撑腰 你就如此嚣张 对少主大不敬 却一下犯上 那也要等他的少主之位 坐稳再说 陈导 身为陈家少主 你难道想到多头乌龟 有本事 现在就和我一站 之前你们鄙视之事 少主说过时间有他定 柳婷儿 赶紧离开这里 莫要胡搅满尘 他不出来 我就把他骂出来 陈导 你躲不掉 是个男人就给我出来 来人 把他轰出去 不必了 你终于赶出来了 柳婷儿 我答应你的挑战 少主 二长老 不必多说 我有分寸 郡主 这么匆忙 可是有急事 郡主 我已经让柳婷儿 今日挑战陈导 只要当着陈家中人的面 让陈导一败涂地 这个少主 也就彻底成了摆设 到时候我再回陈家 定能帮助郡主 找到王后令 做得不错 只要事情办成了 本郡主助你成为 陈家真正的少主 谢郡主 郡主这是去哪儿 去陈府 陈府今日显露异想 多半和那枚王后令有关 现在柳婷儿 多半已经击败了陈导 岳武郡主 也正好可以看一下 陈导的狼狈样子 郡主 这么巧 我来看看陈少主 顺便催催账 他可是欠了我不少银子 我也是过来和陈少主 谈谈心 毕竟很长时间 没见陈家这个大废财了 哈哈哈哈 今日倒是来得巧 没想到还有热闹看 可探测到什么 异象消失 没有探查到王后令的任何信息 陈导 你只要答应我让远哥回归 我可以既往不救 陈欣元想谋害我 那是陈岳做的 和远哥无关 远哥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陈家着相 事实如此 你替他狡辩也不用 天下王后世家 哪一个不是蒸蒸日上 只有陈家日落西山 远哥不过是想要拯救陈家而已 除掉我就能找救陈家 至少能让陈家少受些嘲笑 毕竟你这个飞舞少主的名声 可是臭名远扬 连累着陈府也是名声不佳 柳婷二 还记得当初 你为什么从皇城陈家 来到祖地陈家吗 自然记得 我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陪伴你这个所谓的少主 但是 谁让你不争气 我是真的一点和你待在一起的兴趣都没有 所以你 选择了陈欣元 至少远个少年英姿 除了那个不讲道理野蛮的陈素颜 这陈家就他辞职最好 如果陈家完全交给远哥 绝对比在你手上合适 陈导 你我有约在先 这场比试 你逃不掉 林一大师兄 快点救救我们 金光没一点颜色 看 如果不是警人 请问小齐 你可敢接受我的挑战 陈导 你我有约在先 这场比试 你逃不掉 没脑子的女人 你应该叫我少主 你还不配 那我就教教你 什么是规矩 教我规矩 你有那个本事吗 什么 看来陈导的修为 难道领海境了 那又如何 六天二早就入了领海境 陈导在修为境界上 差的太多 基本不可能去上 看来我小看了你 没想到你已经破境了 不过 我是领海境七层 不是我的对手 陈导虽然只是刚进入领海境 但似乎很强 陈导 打我脸 六天二 你还知道要脸 我灭了你 戒得住吗 怎么可能 现在知道本少主的厉害了 你一个臣服外形 算什么东西 你敢对本少主不敬 你个废物 你凭什么能胜过我 我不信 你这么强 只有一个解释 你突破领海境的时候 契合了至强元灵之物 你的最强元灵石已经被毁 难道陈苏妍 又为你找到了一个 至强元灵之物 少废话 六天二 你败了 皇武宣言的名额 还是本少主的 陈导 现在战胜我又如何 你境界已经落后我太多 等我突破到灵桥境 我必会报今日之仇 我们走着瞧 站住 你想干什么 我如果 要教教你规矩 你敢动我 我是皇城陈家的人 你 你 你费了我的灵海 黄城陈家的人 柳婷儿 你是不是傻 这陈家是本少主的 陈导 你敢废了我 你完了 扔出去 不许他再踏入陈家 柳婷儿 你还真当少主 还是以前的那样 你肯定是受陈兴远忽悠了 对少主的静 你真是自取其辱 陈少主 今日让我刮目相看 这岳武郡主 确实自责绝言 怪不得很多世家公子 都是他的天口 原来的陈导 也是其中一支 不过这女人心肠太坏了 陈导 没想到你不但开启修为 而且修为提升这么快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还要感谢郡主 卖给我的那些丹药 我才能修为突飞莽进 那些丹药 那些废丹真的有作用吗 陈少主 看到你真正掌控陈家 维兄我真心为你高兴 根据记忆 此人叫于明 于家是封烟城的本土大家族 这些年陈家没落之后 一直寄予陈家的产烟 维兄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请说 那我就直说了 陈家这些年逐渐没落 陈府的灵酒房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正好我于家也有此业务 不如陈家的灵酒房被我于家收购如何 这样皆大欢喜 少主不可啊 少主 灵酒房是辅主和夫人留下来的产业 也是陈府收屋的主要来源 没了灵酒房 陈府会一落千丈 于明 你也听到了 灵酒房是陈家的核心产业 你能出多少钱 我于家可以出五百零食 不可能 陈府的灵酒房曾经是海源城最好的酒房 就算不如以前了 也至少吃两千枚灵石 于明 你也听到了 陈府的灵酒房曾经是海源城最好的酒房 两万枚灵石 卖你了 两万枚灵石 你是耍我还是不想卖 我想卖 但你出不起价钱 想回楼府了 陈导 你要想好了 陈家灵酒房在我于家灵酒房的竞争下 声音只会越来越唱 最后一文不值 我这是为你好 为我好 那就两万枚灵石买走 你 一向睦睦的陈导 怎么现在变得如此灵牙俐齿 看来陈少主确实不打算卖了 既然如此 于某告辞 不送 陈少主 你刚刚掌控陈家 可能不知道管理一个大家族的艰难之处 走着瞧好了 陈导确实变了 不知道 他还会不会对我言听计从 寿主 于家和陈家在灵酒房的产业上 一直是竞争对手 这些年陈家逐渐末路 于家趁势而起 利用各种不光彩的手段 抢了我们不少灵酒房的生意 要是吴主和夫人还在 这于家 连个屁都不敢放 陈导 正好我也有事和你商量一下 郑主请说 我们找个地方 喝喝茶 慢慢聊如何 哦 瞧之不得 快请 陈导还是那个陈导 我烧给他些和音月色 他就会喜出望外 果然还是那条田谷 少主 要不要等陈苏妍小姐回来 往日就请问 这个岳舞郡主专门啃少主 他肯定没有什么好心思 不用 我能处理 这位可是我的金主 戏还是要演下去 郡主 请吧 多日不见 我甚是想念 大蚕 失礼了 实在是我对郡主一片痴情 情不自禁的 无妨 走吧 陈导 看见你修为增长如此之快 我替你高兴 小五高兴我就高兴 抱歉 失言了 如果郡主建议 我可以改口 无妨 我们不必那么见外 小五 有什么事 你就直说吧 能帮你的 我肯定帮你 既然你对我一片真心 那我就不见外 直说了 我想要陈家的王侯令 好家伙 你还真不见外 直接张口就要王侯令 这是把我当二傻子了吗 我对陈家的两位王侯仰慕已久 所以才想看看真正的王侯令 如果让你为难 那就算了 小五想要王侯令也不是不行 只是陈家规矩森严 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为陈家生个大胖小子 你耍我 我对小五一片真心 怎么会耍你 王侯令事关重大 如果小五为我生了孩子 自然就是陈家的人 王侯令给你也无妨 陈导 我们的关系还没有达到那一步 生大胖小子的事以后再说 我现在就想看看王侯令 你竟敢把郡主如此无力 要不是你还有利用价值 老夫让你好看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以真心换真心 真心换真心 我对小五你一片真心 大家都看在眼里 但是小五你对我是否是真心 陈家不少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自然对你真心一片 小五需要拿出行动 臣府的人看在眼里 到时候我把王侯令给你 他们自然就无法反对 我明白了 容我侯去想想 我送你 演戏 谁不会 陈导 姐 你怎么来了 岳武郡主 又想匡骗陈导 陈家不欢迎你 陈素颜 你恐怕对我有什么误解 我对陈导 一片真心 姐 消消气 郡主对我是真心的 真心 告辞 陈导 我会让人再送一些丹药给你 这次免费 小五 小五 你对我真好 陈导 你没事吧 你还相信岳武郡主 姐 你放心 我怎么还会相信她 我要她把之前占的便宜 都吐回来 陈素颜实力如何 我感觉到很大的压力 一对一 我没把握上她 竟然这么强 少主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按照少主的吩咐 钓到鱼了 姐 还要辛苦你一趟 跟我去抓鱼 抓鱼 远哥 廷儿 怎么回事 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远哥 我低估了呢 陈导 陈导的修为 已经跨入了灵海境 实力很强 能让你受伤 确实实力很强 不过没关系 只要剩了就好 廷儿你辛苦 接下来好好养伤 陈家是我们的了 远哥 我 我败了 什么 你败了 陈导竟然击败了你 陈导有多费 我是知道的 他怎么可能击败你 怎么就不可能 陈星远 你的末日到了 陈导 你是跟踪柳廷儿过来的 陈导 你利用我 要不你以为 我为什么会帮你离开 你也就这点作用了 可恶 远哥 我们和他们拼了 廷儿 今日你我就全力一战 大不了葬生死的 无论如何 你和远哥在一起 我无怨无悔 陈家叛徒当诸 陈素颜 我柳廷儿不惧你 什么 远哥 你 远哥 抱歉了 廷儿 远哥 你 请走 追 无论如何 陈星远不能留 丹药还是要多给陈导送去一些 把剩余的都给他吧 都给他 反正那些废丹不值钱 本郡主又没有花什么代价 而且他吃了那些废丹 也修炼不出什么名堂 就让他体会一下 本郡主的一片真心 郡主这么做 确实一举两得 只是曹明公子恐怕会生气 生气又如何 他生气又不会找我麻烦 说的也是 等从这傻小子手里骗到了王侯令 他也就没用 郡主救我 不是 小五 这么快又见面了 我在追捕陈家的一个叛徒 没想到这么巧 他逃到你这里来了 他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你说是不是 郡主 救我 救你 小五对我一片真心 怎么会救你这个叛徒 你就别做梦了 郡主 闭嘴 你去陈少主逼了这个叛徒 陈导 这个叛徒既然自投罗网 我就替你斩了 小五果然对我一片真心 先告辞了 你说 陈导会不会在演戏耍我 我感觉他和以前很不一样 郡主你并未付出什么 陈导也并未得到什么好处 就算他在演戏又如何 说得也是 那就走着瞧 少主 这都是岳武郡主送来的丹药 要说这岳武郡主对你还真不错呢 这些丹药表面看不出什么问题 可一旦存放几天 立刻就会变质 应该是送来之前 做了一些特殊处理 不然岳武郡主也不会明目张胆地 送了这么多次飞丹 还好我有系统 这次利用系统 得到这么多完好的丹药 够我修为增长一大截了 灵海经一层 二层 三层 灵海经五层 这些丹药品质不低 而且都是极品 不知道岳武郡主从哪里得来的 这个世界丹药很珍贵 寻常势力根本不能炼制 现如今 枫烟城也就皇武学院 有炼制极品丹药的实力 少主 进来 少主 不好了 怎么了 瑜伽对我们的灵酒房动手了 带我过去 少主 这一次瑜伽为了抢枫烟城的灵酒生意 不但在对面开了一家灵酒房 还暗地里挖走了我们这里一多半的灵酒师 简直是太过分了 陈掌柜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干什么去 陈月 你算什么 也配对我大呼小叫 陈安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瑜伽收买了你们 你们要去瑜伽的灵酒房 你们这是叛变陈家 是又如何 少主 不是我不肯留下来 实在是瑜伽给的太多了 少主 这陈安是当年快饿死的时候 府主从外面捡回来的 他的父母都是臣府出钱葬的 没想到此人如此狼心狗废 陈安 如果你现在留下来 我给你瑜伽的双倍 少主 如何 没想到少主有如此大手笔 听得我还真心动了 不过 臣府的灵酒房产业 已经日落西山 一天不如一天 纵然留下来 没准哪天灵酒房 就彻底倒闭了 而瑜伽的灵酒房 却是一天强过一天 是啊 所以 我去意已决 那赶紧滚吧 说什么 我让你赶紧滚 没听见吗 小叔 大大大大 陈导 坐着球 我走了 陈家灵酒房 不出一个月就会彻底倒闭 陈月 坐点 是 你不要过来 你敢 我现在是瑜伽的人 住手 一公子 救我 陈导 陈导 陈安现在是我瑜伽的人 你敢动他 试试 废了他 你敢 秦宇要秦宇 你敢 你敢动他 你去公子 我的手被废了 陈导 当着我的灭废了我的人 你把我当什么了 走 我们进去 你 陈导 说说算 我把话撂在这儿 你们臣服的灵酒房 一个月之内便会全部被我们人家奔倒 我们走着瞧 哟 少主来了 少主 现在这里谁在管事 少主 陈安走了 这里数我的级别和资历最高 你叫什么名字 属下陈良 和我说说现在的情况 少主 灵酒房出产的灵酒 以年份论好坏 而调制灵酒 最重要的是教灵 教灵的年份 直接决定了灵酒的年份 陈安此贼 之前在我陈家灵酒房 就是负责教灵的酿制 他走后 陈家无人可以制作十年以上的教灵 你们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吗 少主 我在这陈家灵酒房待了半辈子 无论如何 也不想看着陈家灵酒房关门哪 我这几日 就单想办法制作出十年以上的教灵 就算拼了我这条命 也要做到 让陈安的狗贼知道 我陈家灵酒房 少了他照样精灵 绝对不会倒闭 陈良 从现在起 你就是陈家灵酒房的负责人 另外 教灵也给我送一份 我也想研究一下 少主 怎么了 灵酒房剩余的教灵不多了 一共也只剩下四份 而教灵的繁衍 只有三十年份以上的教灵才可以 这是陈安离开前 未把教灵消耗完 想要治我们灵酒房死地 陈良 给我送一份 少主我如果觉得不可行 不会浪费教灵 那好吧 姐 灵酒房的事情我刚听说 现在怎么样 暂时稳住了 你就是陈家少主 陈导 是我 陈导 这位是当朝二皇子 原来是二皇子 那 见到二皇子 为何不败贱 无法 王侯世家有特权 可以不败 陈安 陈家和瑜伽灵酒房之争 本皇子可以从中调解 让瑜伽停止对陈家灵酒房的蚕食 想必瑜伽会给你这个面子 这也是本皇子的一片心意 你懂的 不用老板二皇子 此事我能搞定 陈家的情况 本皇子也知道 本皇子和素颜关系匪浅 其实你不用讲话 素颜的弟弟 就是本皇子的弟弟 是吗 我倒是从未听我姐提起过你 你这样说 倒是让本皇子有些尴尬了 师弟这些日子的变化真大 以前木讷的他 现在也学会灵牙利指了 拿来吧 拿什么 见面礼 你想当我哥 不给见面礼怎么行 你倒是直接 把那本黄街上品的功法 搬牛犬给他 是 小子 拿着 黄街功法 配不上我 小子 黄街上品的 已经是每个大家族的 正足功法 算了 那本玄机中品 神风腿给他 拿着 配不上我 看你小子是敬酒不吃吃拔酒 二皇子 你如果没好东西 就别拿出来丢人了 但我陈岛没见过世面 皇子 我不要替你教训这小子 慢着 这是一不坚决 本皇子也不知道是什么技 不过可以肯定 至少是地阶功法 地阶功法 这个大头皇子 果然有好东西 地阶功法 是就算王侯 世家也没有的东西 而陈家别说地阶功法 没落后 连玄机功法都没有了 看在 素颜的面子上 不用说了 得我心意 小子 还不赶紧谢官皇子 说谢谢就见外了 来人 送客 既然如此 素颜 我就先走了 回头本皇子再来看你 皇子 我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这根本不像一位 王侯之死该有的做派 不过 皇子 那不功法何等珍贵 整个天水王朝 也就这一本 你就这么给那小子了 无妨 内部剑法他练不成 修炼所消耗资源有多大 本皇子一清二楚 本皇子利用天水王朝的底蕴 耗费无数天才地宝 也才勉强练成了一剑 虽然威力确实起荡 但练成第二剑 就算卖掉整个王朝 换取自御都不高 所以本皇子根本想都不敢 想练成第二剑 陈岛 一个没落的陈家少主 陈家现在内忧外坏 他更不可能练成 而且 本皇子拿出如此珍贵之物 才能彰显我对陈素颜的看重 也算 师弟 你来得正好 我有事要和你说 姐 你说 皇武学院入学的时间 马上要到了 皇武学院怎么去 半个月之后 皇武学院大开山门 广收天下各路天才 天下王侯子嗣 皆可有一人免试入学 到时候 会有皇武学院的人 来封烟城 接你进入皇武学院 姐 这皇武学院如何 你就是从皇武学院 进入玄武学院的吧 天帝玄黄四级学院 皇武学院虽然排在最低 但仍然是传说中的存在 是天水王朝 最好的修行学院 常人穷尽一生 也难以进入 从皇武学院出来的弟子 无不成为天水王朝的权贵 至于更上一级的学院 师弟 我只能说 风光无限好 需要你自己去领略 你能明白吗 姐 你放心 我明白 只有自身强大 才是一切的基础 才是陈家不倒的保证 师弟 你真的长大了 姐 我进入皇武学院后 肯定努力修行 争取早日进入玄武学院 和你会合 好 师姐等你 你个皇子 怪不得这部高阶功法 给得这么痛快 原来这部剑法 如此难以修炼 根据这上面的记载 预炼此功 必先准备巨大的资源 用以消耗 光是炼成第一剑 就需要五十年年分以上的灵草 上万种 还需要特殊的剑灵草 上千种 用于感知剑意 形成剑气 也说上万种 就单是一株灵草的价值不菲 足以让一个普通人倾家荡产 修成第一剑 王侯世家都做不到 也许只有集天下资源的皇族 才能办到 还是先解决一下 教练的问题吧 系统 成功了 教练达到了三十年分 他在反眼 时间系统对每个物品 只能使用一次 但新反眼出来的教练 属于新的物品 应该可以再次使用时间条件 系统 教练的时间向后调节五十年 太便宜了吧 真是只给我来猜 少主 于家现在 主要售卖三十年分的灵酒 而且价格压得极低 显然是故意针对我们 想要彻底击垮成家的灵酒房 掌柜 现在怎么办 三十年分的教练 我们始终无法研制成功 是啊 怎么办呀 是我们无能 如果能给我们一年半载的时间 绝对可以研制出三十年分的教练 掌柜 你这么短的时间 研制出二十年分的教练 已经是奇迹 怎么是无能 可惜 陈家灵酒房 撑不到一年半载 少主不是拿走了一瓶教练 你说 他会不会研制成功 想多了 别说少主都没有接触过教练 就算是研制教练的绝对老手 这么短时间也办不到 再说这么多年了 大家也知道少主人是不错 就是这资质太一般 说的也是 真的没办法了吗 少主 怎么都垂头丧气的 请少主责罚 请少主责罚 现在什么情况 我大人已经研制出了二十年分的教练 但奈何三十年分的无法量产 尤其是瑜伽 现在三十年分的灵酒价格压得极低 我们陈家的灵酒生意 根本无人问津啊 少主 事不无能 如此短的时间 研制出二十年分的教练 你已经做得不错了 起来说话 少主 再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我绝对能研制出三十年分的教练 不用了 不用 你看 这是 这是 这竟然是五十年分的教练 少主 难道这些都是 不错 这些都是五十年分的教练 少主 难道你找到了一位制作教练的大师 其实 这些教练都是本少主亲自研制的 少主亲自研制 苍天保佑啊 新年辅助还在的时候 就是研制教练的传奇人物 如今少主 继承了辅助的天赋 陈家灵酒坊行生 指日扯淡呀 冬牌号队啊 一个个来 都能买到 陈家灵酒坊 没了我陈安 你们啥都不是 陈岛那废人 敢当众打我 陈家灵酒坊 就等着倒闭吧 什么味道 好浓郁的酒香 从哪里飘来的 是对面 陈家灵酒坊里飘来的 陈家灵酒坊 五十年的灵酒便宜 陈家灵酒坊 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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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你也看到了 现在我们一家灵酒坊 真是太火爆了 陈家的人都被我们挖来 他们一份灵酒 也别想卖出去 五十年份的灵酒 给我来十份 快快快 真的是五十年份的灵酒 陈家灵酒坊 果然还是有你运啊 特别好 等等 他们喊的是 陈家灵酒坊 什么 你看他们排队的方向 是陈家灵酒坊 而不是我们余家 这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一会儿 人都跑陈家那边去了 于少爷 陈家那边 研制出了五十年的灵酒 而且卖的 比我们三十年份的 还要便宜 不可能 陈家研制灵酒坊的记忆 就你陈安最厉害 你离开 他们连三十年的 都研制不出来 怎么可能 是研制出五十年份的 怎么就不可能 于明 你要不要尝尝我 陈家新酿的灵酒 真的是五十年份的灵酒 陈党 别买棍子 你是怎么做到的 自然是多亏了 陈安 我 陈党 你别诬蔑我 多亏我什么了 陈安 我没想到你还念旧情 故意留下了五十年的 教灵制作方法 就算你叛离了陈家 但本少主原谅你了 希望你以后在瑜伽 好好发展 大家以和为归 你知道五十年份的 制作方法 瑜伤 我不知道 你别听他胡说 那陈党在胡说八道啊 够了 没有你的帮助 陈党那废物 怎么可能制作出 五十年份的灵酒 于少爷 我 别说了 先你三天 只得酿出五十年份的灵酒 不然我拿你试问 这不是围带我们吗 三天 怎么可能制作出 五十年份的灵酒 陈安 我们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呀 都怪陈党 不知道怎么找到了 五十年份的制作方法 现在我们对瑜伽 已经没有价值了 三天之后 瑜伽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早知道 我不离开陈家了 陈安 都是你蛊惑的 要不是你 我们怎么弄到 现在这种地步 陈安 不给我们个招待 这事没完 爹 这件事你怎么看 陈家怎么得到的 五十年份教练 先不去管 重点是 我们无法通过 灵酒房打倒陈家 没有可以 要挟她的地方了 那怎么办 要不要直接来用的 反正陈家 现在只有 陈素颜 这么一个高手 不行 关注陈家的人太多 我们不好下手 过去时日 就是皇武学院 开学的日子 陈岛作为王侯子嗣 有免试入学的机会 而你之前已经通过了 皇武学院的考核 爹的意思是 让我在皇武学院 找下手的机会 不错 皇武学院竞争激烈 机会反而比外面多 只要找到合适的机会 你就可以以此要挟陈刀 明白 圆灵山果然要受众多 可以想象 当初解围毒的那枚最强 圆灵石 是多么不容易 系统 剑林草的时间 向后得见 原来年份不足的剑林草 瞬间达到五十年以上 够我修炼所用 这是什么破地方 怎么都是年份不足的 低节灵草 看来 只能往圆灵山深处看看 楚师妹 听说圆灵山中 有一头强大的争灵兽 会不会太危险 这次丹药的炼制 对我们至关重要 值得我们冒险 如果察觉到争灵兽的气息 我们再推出也不迟 没想到一下子能捡到这么多灵草 起码有伤百株 可我自己找上一天所得了 这三人实力都不错 跟着他们 既可以捡便宜 又可以让我加快收集 这一万株灵草的速度 几百株灵草 就是一株年份超过五十年的 发财了 这一次就是几百株 估计在有一天的时间 我就能收集齐这三万株灵草了 你是什么人 幸亏楚师妹警觉 要不然我们还不知道 你小子竟然跟了我们一路 快说 跟着我们干什么 三位 不要误会 我没有恶意 我跟着你们 只是捡一些你们不要的灵草 遗估了这些人 我已经很小心 竟然还是被他们发现了 看来他们的修为 要靠出 你捡这些年份不足的灵草 做什么 实不相瞒 我修炼了一套特殊的功法 需要大量灵草 而我修为低微 年份高的灵草采不到 只能捡一些年份不足的灵草 我们走吧 我还可以跟着你们吗 随便你 师妹 你就这么相信他了 万一他涂抹不轨呢 他只是灵海静 什么也涂抹不了 就是 这种菜鸡实力太弱 不过是跟着我们 跟着他们 我几乎把整个园灵山逛遍了 还差最后二百颗灵草 就可以修炼那一件了 师妹 前面就是园灵山最核心的区域 那里如果还没有我需要的灵草 这趟算是白来了 这是 异象 有宝药出事了 走 过去 过去 是 原灵山中的那头蒸獰兽 定一只好像是焦龙兽 他们在争夺那株灵草 竟然是一株圣雪莲 这可是九品灵药 看样子 马上要成熟了 怪不得引来两只大药争夺 不愧是原灵山最强的灵草 这一只蒸獰兽之前明显受不上 没想到还能干掉那头焦龙兽 楚师妹 蒸獰兽收尽已是强弩之末 不如趁此机会 毒了那生雪莲 我们回去之后 绝对是大功一戒 好 不过 大家小心蒸獰兽的临死反扑 你最好离远一点 我们接下来 要对付那只蒸獰兽 是啊 小子 赶紧走开 再跟着我们 小心蒸獰兽一个喷嚏把你灭掉 那我离远点 这只蒸獰兽实力超强 连姐都不能完全对付他 我还是别蹬这趟浑水了 上 师妹 我们捣住蒸獰兽 你去取胸雪莲 你们早见 胸獰兽 胸獰兽 毒不了了 太可怕了 我 我 死死死你了 你 啊 哎呦 呃 呃 呃 还是低估这只蒸獰兽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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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恐怕是蒸獰兽的最后一击了 再坚持一会 圣雪莲是我们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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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通 是你蒸獰兽 居然修炼出了神通 赶紧离开 他想困住我们 快走 神通 去了赶紧跑 呃 呃 彻底被困住了 我试试能不能破开 嗨 我试试能不能破坏 这是正面兽的神通法术 以我们的实力 无法强行破坏 他是准备住 然后再慢慢恢复伤势 灭掉我们 你都走开了 还把我捆住 这是几个意思 强攻他 紧之计 先灭掉这只正面兽 还能活着投资 我 不行了 我们无法真正伤到正宁兽 怎么办 只要下去 是早会被正宁兽耗尽灵力 被干掉 啊 啊 真的没办法我就离开了 我也许可以试试 试试 不过 我需要你们把采集的灵草都给了 小子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惦记着我们的灵草 可那我们拼货面捡的便宜 还不够吗 我说过 我修炼了一套特殊的工 需要大量的 还差一些就凑齿了 给他 师妹 这可是我这几日辛辛苦苦才找到的 命都没了 还有这些灵草干什么 关键是这小子也就是灵海惊 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办法 死马当活马医 小子 敢骗我们 小心我捶你 成了 修炼第一剑所需的灵草 终于凑齐了 还请警卫 先为我护法 我需要一些时间 这小子 这小子好像一直在吸收 储物界中的灵草 都没有停过 他也不怕把自己承爆了 寻找人 根本不可能吸收这么多的灵草 这小子怎么做到的 看来 我还是远远低谷的修炼这一件的难度 这一件真正的难度 并不在于上万株灵草的收集 而是身体需要足够容纳这些灵草灵力的空间 否则 敢修炼此剑者 必会被巨量的灵力称暴而亡 我之前吸收了最强园林石 让我的灵草变得无比广阔 这才容纳下了无比巨量的灵力 避免暴体而亡 二皇子他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他也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灵草 这一件终于要成了 我有一件 郑宁兽的伤势恢复了一些 才要攻击我们了 藏不住了 这只郑宁兽失力恢复了不少了 小子 你找的咋样了 是我想过了 关键时刻 怎么可能靠这个若姬翻盘 走不开了 宋师妹 是那小子 借鉴一楼 好 接下来交给我 你且退后 你小心 这可是真灵兽 看哪来的自信 让你尝尝我这一件之危 好强的剑气 这小子还真有些本事 太强了 这是只有林海青的小子 灰猪的一件 生雪雷如果不是猪猪 毫无价值 我叫楚运 你叫什么名字 陈导 今天谢谢你 要不是你 后果难以预料 不用 要不是你们的帮助 我也没有那么快 练成这一件 我们都是皇武学院的学员 后会有期 我的圣雪莲 我这辈子就见过 这么一株九匹灵药 就这么没了 没了 我救了你们一命 圣雪莲给我不过分吧 系统 圣雪莲时间 向前调节半个时辰 九匹灵药 我也是第一次见 果然神圣而令人震撼的灵力 先收起来 该回去了 陈家 真是一日不如一日 我等到来 竟然无一人察觉 是吗 陈太 是你 当年你为了保护陈家少主 被我们打成重伤 竟然还活着 果然是你们这群鼠辈 这么多年了 又来我们陈家 这次 你们一个也别想离开 就凭你一个老迈之人 想阻止我们 可笑 再加上我呢 是他 是他 陈素颜 雪莲学院早就开学了 他竟然还没离开陈家 怎么办 怎么办 今天天王老子来了 也挡不住我们 更别说一个陈素颜 冲 我 小小师妹 我本事 冲出你们的家门 老东西 旧伤复发了吧 就算爆出家门 能如何 住嘴 不想要命了 迅速宰来这老东西 老家伙 你暗中保护陈家这么多年 你该都给我力了 怎么办 陈素颜很强 我们无法战胜他 冲出两人 去抓陈家寿主 只要找到他 王侯令等于到手了 好好 不好 迅速解决他们 好强 用王爷给他担药 宋颜 快救少主 找到了 不好 怎么找到陈导了 这下不好办了 以少主的修为 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王子 有人袭击陈家 这些人为了王侯令 还真是不择手段 过去看看 这 都没气了 姐 陈才爷爷 你们来了 宋颜 你没事吧 我姐没事 这刺客都被我解决了 少主 这是你干的 是啊 不堪一击 我才出了一件 好 不愧是陈家少主 少主真的长大了 这些刺客 我对付起来都费劲 没想到被少主一剑就解决了 难道哪一剑被他炼成了 这么长 这两人确实自于剑气 而且剑气也确实出自我给传道的内部功法 那一剑你炼成了 难度不大 难度不大 难度不大了 为了哪一剑 我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天地驴 几乎大半个国库都后空了 修炼了整整五年才炼成 他竟然说难度不大 要不我看你一件事 不用了 看这剑气我就知道你炼成了 苏妍 我先走了 皇子 你没事吧 死我白看 这种感觉本皇子还是第一次体会到 以前都是本皇子给别人挫白看 万万没想到 本皇子有朝一日也体会到了这种感觉 这陈家少主深藏不漏啊 皇子 你英明神武天赋一兵 那陈家少主绝对比不上你啊 皇子 那陈道不过是走了什么好运罢了 你不必 放心 本皇子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脆弱 经受不住打击 本皇子不会气馁 陈苏妍 皇子要定了 二皇子一向自傲 就算在玄武学院 也算是了不得的添交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种沮丧 挫败的表情 师弟 你真是太调皮了 我陈家少主 是真龙之姿 胡主和夫人如果知道了 不知道有多高兴 灵海精八草了 有了岳武郡主每次送来丹药 我的境界提升得太快了 真好奇 岳武郡主从哪里得来这么多飞胆 按照这速度 我没几日即可以突破灵海精 到达下一个境界 找姐问问契合园林之物的事情 陈导 你的境界达到灵海精八层了 姐 你看出来了 我是不是修炼得很快 确实很快 快赶上我了 陈子远不会被成为最强天才 竟然比我这个开挂的修炼还快 姐 我正想问你 灵海精破镜气和的园林之物 什么比较合适 灵海精突破到灵桥境 气和最强的园林之物 为圣雪莲 圣雪莲 这么巧吗 怎么了 是不是觉得圣雪莲太难得 这也正常 圣雪莲是九阶灵草 极其稀有 而且一般有异兽守护 所以 就算学院里的那些头号天才 也难以将其契合 姐 你看 这是什么 啊 你竟然有一株圣雪莲 少主 少主 月舞郡主到了 来得正好 本少主正想和他算算总账了 管家 帮我算算 月舞郡主这些年 从陈家坑了多少钱 少主 各种黄金灵石 丹草灵气等 恐怕陈家的一半家业 落入月舞郡主的口袋 一半的家业 这月舞郡主胃口还真大 当时陈素颜小姐在学院修行 陈家也就无人支撑 而你那时候 一心想要修为突破 对月舞郡主过于信任 那时候 陈家真乱了套了 幸亏少主 你现在迷途知返 你可不能再上当了 放心 少主我现在不但不会上当 而且会让他加倍突出来 郡主 这枚宝珠给陈家少主实在可惜 这可是大有来历之物 当年秦王也是好不容易才得到的 嗯 确实可惜 但是让他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这枚宝珠常年为父亲不疗伤所用 现在他已经是一枚毒物 待在身边不出十日 就会中毒暴毙 万一 这陈家少主暴毙怎么办 我们不是拿不到王侯令 这么多天了 陈导一直拖着 当我傻吗 一直陪他 本郡主近日带了如此大的诚意而来 如果还看不到王侯令 说明 这陈导在耍我 就让他暴毙吧 小五 好久不见了 又带什么好东西了 快给我看看 这次还真是不要练 要起东西来 丝毫没有不好意思 这是三百枚丹药 啊 这次竟然有这么多丹药 好家伙 这次比前几次加起来都多 这应该是给你的最后一批丹药了 你应该知道 丹药并不好练值 暂时无法提供更多 哈哈 理解 理解 恐怕给你提供废丹的地方 废丹用完了吧 不过 这些丹要雇用很长一段时间了 此外 我还带了一件好东西 是我秦家质宝 何物 此乃玄印宝珠 是一件防御质宝 佩戴在身上 又修为温养 可以极大削弱高于自身境界的修饰 对自身的攻击 小五 你对我太好了 这月我郡主竟然舍得下这么大的本钱 看来今日打算是孤注一致了 看到我的真心了吗 看到了 那 王侯令 我姐不同意 陈素颜不同意 她不同意又如何 陈家不还是你说了算 我姐说 必须让你给我 你玩我 生气干啥 我还没说完 我姐已经快被我说动了 你继续表达一下对我的真心 我姐肯定会同意 不信我 小五 我可是对你是一片真心 你该不会只是为了拿到王侯令 怎么会 我也是被你之前的真心打动 才以真心换真心 这是五万两黄金 够吗 蜴蜂 我父亲受伤后 秦王府已经没落 本就不富裕 我能拿出这么多 你该看出我的真心吧 看得出来 不过 我姐对钱不感兴趣 这些呢 快够了 这是秦王府这些年积攒的所有零食 小子 你别不知趣 郡主几乎把秦王府家也都拿出来了 别得寸进尺 摟得差不多了 这岳武郡主这么好片 今日看来确实是破釜沉舟来了 不得不说 王侯令吸引力竟然如此之大 这王侯令到底有什么用 差不多了 我会和我姐说 啊 陈导 我信自己 给我个时间 五天后 我给你答复 好 一言为定 我等你好消息 你 这你出何在 第五在 过来 魂王寿源不多 事情进展如何 父王 陈道答应五日内拿出王侯令 很好 这么多年 陈家王侯令一直不知道被藏在何处 外面无数伤眼睛都没有找到他的踪迹 只要王侯令现世 本王就会第一时间出售 只要拿到王侯令 本王就会有希望突破境界 手缘大增 岳无 这些年你为父王东奔西走 支撑着秦王府 辛苦你了 为父王效劳是应该的 不辛苦 你下去吧 待本王境界突破 你是我的女儿 我必不会亏待你 剑 陈爷爷 我去皇后学院之后 陈家暂时交给你们了 少主放心好了 如今陈家扫除陈兴远这个蛀虫 灵九仿生意兴隆 又有你从秦王府追回来的财物 陈家现在啊 可以说一扫之前的颓废 欣欣向荣 皇武学院的人来了 陈师姐 没想到是你们来接隐形人弟子 没办法 我们不像陈师姐一般 可以这么快晋升到玄武学院 估计这活我们还要干几年 那就劳烦两位师弟 替我多多照顾我弟弟 师姐客气了 你是天水王朝皇武学院的骄傲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师弟 你走后过些时日我也要回玄武学院了 姐 我会尽快考上玄武学院去找你 你倒是自信 玄武学院可是没有那么容易报考 不是自信 是有这么漂亮的姐姐在玄武学院 我实在不放心 瞎说什么 这是入院的一排 三日后捏碎一排即可 好的 谢谢两位师兄 告辞 你们还要通知其他入院弟子 少主 玄武郡主来了 该摊牌了 想想玄武郡主等会生气的样子 就爽啊 陈导 你总算来了 王侯令带来了吗 别急 当然带来了 这是王侯令 不像吗 你果然还是耍了我 小子 哪一排板砖糊弄我家郡主 你真是好胆 我看你才是狗胆包天 我 验我郡主 你能拿废胆糊弄我 你 本少主为何不能拿板砖糊弄你 我和你们拼了 住手 我们走 这女人心思深沉 懂得隐忍 不是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姐 放心 人心思深沉 灵桥镜 没有错 好的 圣雪莲也进入我的灵海之中了 已经开始了 灵桥镜主要的意象 就是在灵海上生出一条桥梁 桥梁越长 代表灵桥镜的资质越好 一般修饰的灵桥 都在十米以内 我的灵桥现在就已经超过十米了 而且还在增长 百米了 百米的灵桥需要极其珍贵的圆林植物契合才行 不愧是最强的圣雪莲 达到百米还未停止 千米了 灵桥还在增长 有一万米了吧 这是什么情况 灵桥增长起来没完 灵桥 灵桥停止增长了 我彻底进入灵桥镜了 我去 这么长 根本看不到尽头 这么长的灵桥 估计说出去别人都不信 也不知道灵桥尽头是什么 灵桥 走了几个时辰了 还是走不到尽头 以后有时间再来探索灵桥吧 先出去 迈入灵桥境 我的实力增长了几倍有余 不过 灵桥境最大的作用 是可以通过灵桥感悟天地法则 明目神通 待我有所领悟后 实力还会得到极大的增长 什么东西这么烫 是之前我那父母留给我的铁盒 铁盒出现异常 是否说明我可以打开它了 试试 这般气势 一块令牌和一封信 难道这块令牌 就是传说中的王侯令 看看信上写的什么 亲爱的儿子陈导 我们是你的母亲和父亲 原来是父母姐的信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们可能已经不在你身边了 不过不用为我们担心 我和你父亲 只是追逐星辰和大海去了 这段时间 你要听从你师姐的话 努力自我成长 因为有朝一日 我们会攻城而返 到时候我和你父亲 就是天底下最亮的修士 我们的儿子也不能差到哪里去 追逐星辰和大海 这两位还挺时尚啊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 这枚王侯令你收好 日后如果你走修行这一条路 会对你有用 对了 忘了和你说了 王侯令有特殊的气息波动 会被人感知到 这东西还是很珍贵的 无数双眼睛在盯着 你拿到后 赶紧收入体内 会自动屏蔽气息 王侯令会被人感知 这颗 是 王侯令暴露这么长时间 气息肯定已经泄露了 你们二老坑我呀 父亲 怎么了 王侯令的气息 这么多年了 陈家王侯令终于泄施了 军主 陈导敢耍你 为何不直接把臣府灭了 哼 就算灭了臣府又如何 王侯令还是没有下路 而且陈导拿了玄影宝珠 一旦他使用 活不过十日 现在最重要的是 怎么和父王交代 军主 要不 不要说了 我先进去 也无 你让我失望 失望 失望万事不利 父亲再给我些时间 没时间了 本王的手缘不多了 如果本王不能活 那就全都毁灭吧 可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王侯令的气息 王侯令现世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月巫 你做得不错 王侯令现世了 怎么回事 师弟 刚才的气息 难道是 是王侯令 姐 我是不是贪上大事了 王侯令 难道是福主和夫人留下的那个铁盒 对 王侯令就在铁盒里 按理说 福主和夫人不会不知道王侯令的危险 还让王侯令暴露 这是为什么 来不及讨论这些了 师弟 你现在马上捏碎玉牌 去皇物学院 不走 此事非同小可 只有去了学院 才可以保护少主安全 有人来了 我来等住他 华丹静的高手 你又是哪个家族的老家伙 废话少说 交出王侯令 又有人来了 师弟 素素 师姑 我 我走了 陈家怎么办 这些日子 陈素颜待我如亲人 陈家已经完全让我找到了归属感 不想看到陈家毁灭 陈导 小楚王侯令 于明 你们也来城火打劫 陈导 你害我余佳陵就放兵临倒闭 实在可恨 本来想等到去了学院再收拾你 没想到王侯令还是现世了 这是陈家自己灭亡 林乔静 真是让我惊讶 你确实不是以前的陈导 但可惜 我已经到了宁石境了 这是你自己找死 怪不得我 你 什么 时间紧迫 父亲 在这里和他磨叽作甚 我们最早到来 不要失了先机 赶紧拿到王侯令离开这里 不然等会高速齐聚 想走也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是什么 看样子不像是王侯令 应该是一件宝贝 不然这陈家少主也不会放在身上 爹 崔洞一下试试 看看这宝贝到底有何作用 这是什么 崔洞 崔洞 吃毒 我 我不敢 我堂堂瑜伽家家主 怎么败得如此便宜 父亲 陈导 你害了我父亲 你竟然敢害我父亲 多行不义毙自毙 都是你们自找的 我斩了你 为我父亲报仇 天女 好强 来吧 陈导 杀夫之仇不公在天 日后再算 大教子 连你爹的尸体都不要了 这玄影宝桌竟然有剧图 岳武郡主这女人 心思歹毒的可怕 不过这枚桌子确实不凡 应该是一件宝贝 不知道 能不能驱除上面的剧毒 系统 玄影宝珠时间 向回调节二十年 有效果 宝珠上的毒素减少了许多 系统 玄影宝珠时间 向回调节三十年 玄影宝珠上的毒 全部剧出了 如岳武郡主所说 这枚宝珠 这枚宝珠确实是一件防御重宝 师弟 你怎么还没走 少主 快走 有几股强大的气息 才朝着陈家赶来 姐 陈爷爷 我走了 你们怎么办 陈家怎么办 这些人不拿到王后令 不会善罢甘休 不用管我们 少主才是臣府的希望 陈爷爷 别说了 我决定暂时留下来 到了妃子乎可的时候 我会立刻离开 不会强流 好吧 少主有情有义 有辅助和夫人的风凡 老夫很欣慰 师弟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天马拉车 此人是浮空山七老母 没想到这样的老家伙也来了 王后令在何处 刚才明明还有气息 现在怎么消失了 你 保卫神家 保卫少主 弟弟 好热闹 哥哥 我最喜欢热闹了 这两人是圣天教的护法 没想到他们也来了 幸亏王后令的气息 只是泄露了一瞬 不然会引来更多的高手 素颜 臣府今日之事 如果处理不好 不堪设想 二皇子有什么话直说 我可以尽力帮臣府度过此劫 素颜答应我之前的请求 如何 不可能 陈少主 你要明白 臣府今日恐怕是灭顶之灾 那我也不用你管 我臣岛 岂会用我姐的幸福和你交易 你这样说 倒显得本皇子趁人之危了 其实本皇子只是想让素颜看到我的真心 我已经感受到不止一股气息朝着臣府干去 这么多年了 果然不只是本王想着王后令 走吧 去庆祝那些杂鱼 王后令就是本王的 父王 你有伤在身 虽然那些人无认识你的对手 但不如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让他们先自相残杀一番 再去不迟 也好 这王后令已经是囊中之物 不急于一时 你要这就去臣府盯着 随时传消息给父王 去吧 父王等你 王后令在哪儿 赶紧交出了 搜索交出王后令 忽然图了陈家 小子 别不自量力 我家皇子能出面 是给你天大的面子 没有我家皇子 今日臣府注定覆面 那就试试看 上 逼问王后令 你们敢 让我陈家无人吗 我们也要去凑热闹了 这小子是我的了 哥哥 慢一点 伤给我吧 师弟 躲开 不要跟他们用拼 谁 咱 什么 这一切竟如此为能 这小子渐渐升到了灵桥镜 而且是异常强大的灵桥镜 这一切竟然比本皇子的剑威力大折许多 他是怎么做到的 哥哥 都是你害死的哥哥 我要让你偿命 好强的气势 此人吸收了起兄长残存的生命能量后 实力至少增长数倍 皇子小心 不好 师弟有危险 快 陈素颜 陈家今日必亡 我看 齐老魔 你敢卒我 日后我必灭了你浮宫山 那是日后的事 今日老夫置在王侯令 万虎叔叔 万虎少祖 天下 快 西头 把我这一剑的熟练度时间 向后调节五十年 此剑法高是莫测 不知道熟练度上来之后 还能不能增加这一剑的威力 成功了 脑海中瞬间多了许多这一剑的感悟 威力增加了何止一倍 老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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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臣家斩 这 好强的一剑 这是什么剑法 这怎么可能 他这一剑威力更大了 真的 你们看上去平平无极 怎么展现出的资质处处比本皇子强啊 本皇子到底输哪了 霓山老妖 霓山老妖半人半妖 不知道活了多少岁月 没想到连他也来了 臣家交出王后令 否则灭族 好大的口气 师弟不可 你自以为斩了小小圣天教的护法 就可以与我抗衡了 呦 我自量力 好啊 好强 本尊已经两百年没有离开这副棺材了 今日便出来 活动 这陈家少主不是传言是个废材吗 今日倒是让我的刮目相看 没想到一剑劈开了阴山老妖的棺材 要知道阴山老妖的棺材百年无人撼动了 这陈岛竟然有如此实力 藏得好深 怪不得郡主都被他算起了 嘿嘿嘿 交出王后令 哎 天女 阳 阳苏妍 再给你十年也许老妇不是你的对手 但现在你还不行 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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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主,快逃! 快逃! 陈爷爷! 人家少主,看看你的剑厉害,还是我的刀厉害! 人家少主完了! 殷山老妖,绝对一刀把他斩成两半! 快跑! 陈道! 我们尽力,恐怕来不及了! 少主! 陈道根本无法抵挡这一刀,就别了! 西董,把殷山老妖手中殷刀品质,调回五十年前! 好匹夫,那就吃我一剑! 不死了! 什么? 什么? 啊! 啊! 四! 啊! 哈哈啊! 尽力,他竟然! 啊! 说道靠楠一剑之謎,怎么会这么强啊! 是啊! 修为一斑,用的剑也很普通! 他怎么做到的? 啊! 潮倒, 你还真让我刮你相看? 啊! 怎么可能 一个小娃娃 竟然能成熟 陈老竟然和阴山老妖 打了个气候相当 阴山老妖可是比陈少主早修炼几百年 你们是不是看花眼了 剑衣王中果然是已经领悟得的宝贝 替我抵挡了大部分空气 刚才那部剑衣 是玄影宝珠发出的 郡主 我能感应到 玄影宝珠上面的毒素被清除了 这怎么成呢 陈岛身上有大秘密 他今日真是让我惊喜万分 对 谁不一起出手 强毒王后令 还都要等人越聚越挪 这位老妖说的对 是一起出手 把狐狸逼出来再说 陈家所有人听令 保护少主 不 保护少主 杀 立方 一向一盘散沙的陈家 这些时日经被陈董之里的如此上下一心 他确实和以前不一样 纵然如此 在如此多的强敌之下 陈家必亡 居然 还准 还准 准备 哈哈哈 交出王后令 你们死个痛快 我 师弟走 少主 你也遂与佩 赶紧去皇后学院 少主 走吧 我們天地抵擋 快走 別打路 鄭主快走 活著 臣家便在 活著 臣家便在 走 這傢伙還敢打 鄭主不要再猶豫了 走 師傅 我還是太弱了 是 王侯令啊 無特的信息 不會錯 當王侯令者 必為王侯 搶了他 少主 你這是 請考了 我要拿王侯令 臣家所有人的盡命 少主 不可啊 全眼啊 身外之物 哪有你們的命中要 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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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家少主 懂事 既然如此 先把王侯令拿來 死 王侯令只有一枚 你們先商量好 我該給誰 這 我 我 是我的 誰敢和我強我逼了誰 玉山老妖 你這話未免太狂妄了 主度修使在此 難道能擰壓我們所有人 沒錯 玉山老妖 少在這裏威脅大家 你再厲害 剛才不也是被陳家上主斬斷硬刀 躺什麼狂 躺 是我老妖拿不動刀了還是你們飄了也敢嘲諷我 你看我 撕碎你們 哪兒 少主 結局 此間甚妙 讓他們狗咬狗 這樣能最大限度地消耗這些人的實力 陳導 你不清楚 你也要出什麼 我跟我說 我自始至終就對王侯令不感興趣 你信不信 你以為我會信嗎 信不信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現在要和你做一筆買賣 和我做買賣 你被我坑的還不夠 你 小子 到了現在還竊君主 你是真不想活命了 陳導 你真以為你是用了一個小計謀 就能讓他們自相殘殺 不能 你倒是明白 這些人雖然傻 但是不蠢 他們不會這麼一直互相殘殺下去 你不會有了片刻的喘息罷了 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你能幫我解決此事 能 說說看 如何 你有什麼目的 到時候 你就知道了 行 我信你一次 你不信我也沒辦法 我是你最後的職務 不會 聽我一言 好 這樣互相打下去沒有結果 先把王侯麗拿到 我們在上夜如何分配 金老魔的 停手 不打了 這樣只會便宜了陳家 陳少主 王侯麗拿過來 你們還不配得到王侯麗 大膽 臣家少主出爾反爾 你是想被拔皮嗎 自量力 小子 吃小子 你只要我膩了 你再拔下你的鄉上人頭 住手 好 小丫頭 你又是誰 管他是誰 人頭給他摘了 讓他和陳少主做一對王命鴛鴨 陈寿主说得对 你们还不配得到王侯令 什么 嗯 如此调戏我等 没什么被你 完了 是吗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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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反抗之力 有本王在 王侯令谁也拿不走 谁是 秦王 秦王 他竟然还活着 当年传闻 他身受重伤 毒入肺腑 早该陨落了 本来是大名鼎鼎的秦王 看样子你当年身中剧毒 似乎还未消除啊 殷山老药 少在这里阴阳怪气 神中剧毒又如何 今日谁敢抢王侯令 我就灭了谁 好大的口气 老夫偏要强强看 口出狂言 竟如此小看我得修士 大家不要怕 这秦王中毒太深 已经是风诸残念 死亡 我怕 谁会我今日 有神怒身手了 秦王的实力 竟然如此强 而欲无群出秦山 怕了 怕的 有些好奇而已 给我灭 太硕了 一身老药的引刀 还没有谁 老药坏了 你怎么吃着 你怎么了 王侯令再一关 也没有命中呀 谢无 王侯令何在 赶紧给本王拿来 陈导 为了陈府上下姓名 王侯令交出来了 王侯令现在不在我这 刚才趁乱之际 已经被我派人 藏在府外了 外何处 我这就派人 带秦王剧场 不用派人 陈少主亲自前去吧 要 师弟 放心 我去去就回 秦王 还请不要杀了陈少主性命 二皇子放心 本王拿到王侯令 不会伤他一根汗毛 安静话行事 十几年前 秦王秦中剧毒 修为跌落王侯剑 但余威又存 我皇室也不能过分干预 一宗王侯的世界 如果师弟少了一根汗毛 我陈苏妍 必会屠了秦王府 小子 到了没有 王侯令到底在何处 到了 坐在那边 秦王 王侯令 我命人藏在那块巨石下面 月巫 按着陈导 我去去王侯令 父王 陈导诡计多端 还是女儿去拿吧 也好 找到了 在这里 鬼居醉王 这 神武 可爱损本王 啊 啊 啊 家小子 你敢算计本王 我要把你损失万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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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还在此布置了大阵 但你以为 能阻挡得了本王 太天真了 本王要你 啊 啊 月巫 你 月巫 君主还真是每一步都算好了 心思沉溺的女人 为什么 哼 为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是我女儿 你敢背叛本王 我是你女儿没错 但这么多年 可有半点父女情义 甚至 你拿我当过人对待吗 我只需替你做事的工具而已 稍有不顺 随意打骂 秦王 我又不受够了 这处真话的布置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看来你早就想要对本王动手了 不错 这么多年我之所以不断巧取豪夺陈家的财产 就是购买材料 布置这处大阵 我陈家躺枪啊 你是本王生的 你的命都是本王的 咱们对你都是应该的 反抗我 就是大逆不道 你 你不配当我的父王 我的父王早就在你放弃我母亲的时候就没了 当年你为了自己活命 舍弃我母亲 不配为人父 为人父 你再让我反抗你 还要捉灭你 原来岳武郡主还有一个悲惨的童年 秦王 束手就擒 妇女一程 我给你个全尸 好女儿 让我看看 你是怎么秘本王的 流汗 这 啊 啊 啊 本王毕竟是王后 看你怎么似父 好女儿 啊 啊 来吧 好女儿 看你先斩了本王 还是本王先从这里脱困而出 你总想脱困 像你这样的人 不看活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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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闪命本王前 本王就已经脱困 啊 我后居然这么强 哪怕是一颗狗颜残船的宝侯 天道一起出手 不然亲王脱困 谁也别笑活 又以后不出手了 一起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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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果 没想到 天道竟然这么强了 王后不可容 我要花了你们的屁 不好 快阻止他 一旦脱困就麻烦了 你看 啊 完了 啊 小的 瞎傻了吧 王先摘下你的人头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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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秦王被沉倒 哦 多亏之前零用系统修复了这把阴道 不愧是被殷山老妖滋养了上百年 威力确实不定反响 这阴道不是断了吗 怎么现在往好无所 啊 啊 啊 好强的阴道 上面半年积累的阴气 竟然引动了我的声势爆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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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王 贝王 不甘心 贝王 还没有你 哇 贏了 终于解决了 这是 秦王早已毒入骨髓 这些年 只是仗着王后修为强撑着而已 一旦身亡 整个身体立即被剧毒腐蚀了 这是什么宝贝 竟然没有被秦王的毒虎拾掉 应该是一张 类似藏宝图的东西 秦王生前经常拿出来研究 不过这东西虽然材质不凡 但可惜 是残缺 大部分内容都是残缺的 你感兴趣 就送给你吧 当我对你帮我解决掉秦王的感谢 这岳武郡主竟然这么好心 那我就不客气了 对了 刚才那把阴刀怎么回事 我明明看见那把阴刀断了 怎么又复原了 秘密 我先走了 啊 陈导 还有事 合作愉快 什么 岳武郡主 你对我出手 陈导 这些日子你变化太大 简直不像你 告诉我你身上的秘密 我给你个痛快 蛇蝎行长 你这个女人还真是很多 翻脸比翻书还快 天地万物 都因为我越无所用 不为所用者 就被我所灭了 你这么自信能解决我 你不是秦王 也没有王侯镇的实力 这个大阵对付你足够了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不说 就立刻毕了 秦导 以我现在的行为 都认证不看 看来你是不肯说了 本郡主 就不和你浪费时间了 秦导 永远了 秦导 这把时间向前挑战五十年 李慧 你拿你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亲属布置的政策 怎么消失了 想知道吗 这从砍一道 我就告诉你 陈少主 你 既然你没事 谁也奈何不了谁 大家从此以后和平相处如何 你这女人的话 我是一个字都不信 以后见你一面 打你一次 非要如此吗 冤家一解不一结 你以前不是很喜欢我吗 也许我可以答应你呢 我去我去 本郡主今天心情不错 不和你计较 后会有期 少主 少主回来了 今日臣府力挽狂澜 多亏了少主 师弟 王后令已经暴露 你待在陈家 不是长久之计 这是 这是王侯 真正的王侯 竟然用我陈家出手了 少主 走 好恐怖 我 可恶 我和你拼了 要是 某一 成他爷爷 师弟走 给让大家白羁声了 师姐 秦雨啊 小娃娃 谁意思 竟然硬 罕猴而不死 祖岩 王子 救我师姐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让我对付一尊王侯 你也看得起本皇子 办不到 你不会来此 算了 本皇子答应了 素颜本来就是本皇子要保的 而且从近期陈少主 你的表现来看 你的人情在未来应该有些价值 无奈当朝二皇子 前辈是哪位王侯 能否给个面子 二皇子 莫滩浑水 可惡 我给本皇子面子 西宫架 该走了 可恶 居然跑了 尊家少主 你逃不掉 陈家 还是被毁了 苏颜 此地不宜救灵 此仇 我陈苏颜必报 陈家被灭了 陈党 你害我父亲 我该 该许皇后 谁愿报到了 究竟是哪位王侯出手了 不怕陈家两位王侯 回来报复吗 这位王侯 既然敢出手 就说明 陈家两位王侯 回不来了 要不然 以那两位精彩 绝艳的威力 但凡有一丝 回来的可能 她也不会出手 嗯 说的也是 郡主 人魔宗传来消息 你灭掉秦王 人魔宗 宗主很欣赏 对郡主评价甚高 觉得郡主 又希望直通天魔 另外 皇武学院的入院玉佩 也已经拿到 郡主怎么打算 哼 我岳武的志向 不在这一城 这一国 甚至这一玉 既然直通天魔 皇武学院 并不去了 陈太爷爷 陈家王了 八哥 看 又来了一只肥羊 皇后又如何 我陈道发誓 一定要灭了你 小子 站住 何事 小子 新入门的弟子是吧 新人要等这里的规矩 什么规矩 很简单 孝敬我 八哥又在敲诈新人了 没办法呀 谁让八哥的姐姐 是皇武学院的 九级弟子 谁敢管啊 怎么孝敬 是个傻子吧 这还用教你 把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 都拿出来 没有 大胆 我站住 八哥 我的手断了 把我废了这小子 你小子给我站住 这么多年了 你是第二个敢反抗我八哥的新人 我今天就教证你 皇武学院的规矩 什么 这个新人竟然这么厉害 随我一起上 剁了他 大哥 我们错了 饶了我们吧 没想到这个新人 确实有些本事 八哥还是第一次被人打得如此惨 这个新人不知道又是哪个世家子弟 抓紧时间去抱大腿了 就你们这样的实力 还敢出来打劫 还敢出来打劫 不是我们实力不行 而是你太强了 交出来吧 啊 交 交什么 把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 打劫别人 就要做好被别人打劫的准备 这个太费了 一步都不给我们留意 只为一笔 我们就是打劫界的好人 对了 第一个敢反抗你们的人是谁 呃 那位是传奇少女陈素颜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现在陈家被灭 我身无分文 必须要抓住一切机会强大自己 才能为陈太爷爷 与陈家报仇 新入门弟子 马上前往东门广场 领取自己的身份令牌 八哥 这事就这么忍了 这是一尺大事物 申个屁 去找我姐 呃 这位小兄弟 帮我背一下 为什么 我给你钱 随随便便就拿出种品零食 这小子挺有钱呢 不够吗 我可以加倍 够了 看你挺实在的 以后跟着我混吧 我告诉你 新人在皇武学院不好混 胖爷我吃得开 以后我照着你 你算是走大运了 对了 我叫灵虎 你叫什么 陈导 陈导 令牌你们收好 令牌是你们身份的象征 在皇武学院有大用 积累积分 换取丹药等都用得到 多谢 等等 秦宇 等等 处运师姐 见过处师姐 这位就是处运师姐 长得未免太漂亮了 小声点 处运师姐可是皇武学院排名前三的精英 是他 陈导 我告诉你 处师姐可是皇武学院的名人 人长得漂亮实力又强 如果能认识他就好了 陈导 好久不见 没想到你也来皇武学院了 你不认识 好久不见 把陈师弟的令牌换成金牌 金牌 处师姐 只有实力在所有弟子中排名前一百的 才有资格获得金色令牌 放心 陈师弟有这个实力 此事 我为他做担保 好吧 陈师弟 这枚金色令牌比你之前的灰色令牌权限更大 而且购买皇武学院的物品 还有一定的折扣 你收好 多谢处师姐 无妨 就当我感谢你之前的救命之恩 什么情况 你这是楚越 而且看样子 你们关系很好 不算太熟 之前碰巧帮过他 皇楚越 我怎么碰不到这好事 我姐竟然不在 不然现在已经收拾了那小子 刘师姐 宗门排名前三 和楚越齐名 只要刘师姐回来 那小子绝对没有好下 别说了 那家伙来了 什么 慢点走 怎么了 看见前面那些人没有 看到了 告诉你 那些人为首的叫八哥 是皇武学院的恶霸 专门打进新入门的学员 我感觉我们被盯上了 这下完了 不过 别怕 我应该能摆平此事 八哥好 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 我叫林虎 以后还要八哥多多照顾 大哥 又见面了 少 大哥 我并不想见到你们 以后少出现在我的面前 是 我们这就走 这就走 盯着我干嘛 八哥为什么管你叫大哥 被我揍过 揍过 真的 真哥 包袱给我背吧 你连八哥都敢揍 还认识楚越师姐 你才是真正的大佬 我怎么敢让大佬背东西 以后 你就是我大哥 黄武学院的住处还不错 接下来 要安心修行 尽快提升实力了 之前我从纳元境突破到林海境 时间调节范围 增加到了五十年 而林海境突破到林桥境 系统却没有变化 难不成系统判定 我没有突破新的境界 话说之前 我在一本修行古籍中看到过 林海境和林桥境 本质上是一个境界 后来为了修炼方便 才逐步区分成两个修炼境界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突破下一个境界 凝视镜 应该就会增加时间条件范围了 这个从秦王那里得来的羊皮残卷 肯定不是凡皮 看看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系统 羊皮卷时间 向前条件五十年 羊皮卷变新了一些 但仍旧是残卷 看来这件东西很古老 五十年不足以让它恢复如初 只能等破镜后再试一下了 陈哥 陈哥 去藏书阁看看 我们也该去挑选功法了 我之前在陈家学的那些功法 等级便宜 就算增加五十年的修炼经验 威力也不足 确实需要去藏书阁 选一个高界功法了 听着黄武学院的最顶层 藏有顶级的天际功法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见到 我去试试 站住 故事令牌 而且积分零分 暂时没资格进入藏书阁 什么 这位师兄 我懂 这些零食请师兄收下 算你懂事啊 进去后 只能在一楼选择一本功法带走 只能选一本吗 师兄 能不能通融一下 让我多选几本功法 少来这套啊 一个小小的灰色令牌弟子 没资格讨价还价 想要多选几本 你这些孝敬可不够啊 行吧 诚哥 我们先进去吧 站住 你那份呢 没有 没有 你跟大爷我说没有 我有 我踢他出 我说了没有 你想怎样 怎样 你还真是个憨户 没有就跟我滚开这里 让开 我在这里这么多年 还没有看见你这么大胆的新人弟子 你这是活腻了 灵异大师兄 快点救救我们 金光门一点颜色 看看 如果不是警人 请问小琪 你可敢接受我的 陈哥 小心 你敢对我动手 烦了 今天非要弄飞的 陈哥 陈哥 别打 陈哥 藏书国的守门人都是有背景的 不能随便打呀 陈哥 敢打我 你完了 怎么回事 曹师兄 你可乱来了 这小子不讲规矩 还敢出手伤人 曹师兄 一定要给他个教训 小子 我是曹明 然后呢 陈哥 这曹明是黄武轩排名前世的天骄 修为高深 藏书国一向是曹明的底盘 有他的人在管理 今天真是麻烦了 你还真是个傻子 还然后呢 曹师兄爆出名字 你就应该害怕地下跪认错 知道吗 什么曹明 我没听说过 现在我要进入藏书阁 你有意见 陈哥 哥哥你说话悠着点啊 这可是曹明 这家伙太虎了 都给我整不会了 曹哥 这种论不停就该走 打扶他 一顿不行就两顿 先打残吧 打残后拉到广场上示众 让大家都知道 不尊重我曹明的下场 曹哥 有话好好说 消消气 陈道他 算什么东西 你配叫我消气 你别去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陈道 要不赶紧逃吧 这曹明 可不是八哥那些人 放心 我心里有数 当着我的面 打我朋友 你很嚣张啊 你说我嚣张 放我送笑了 快 给我打断他的腿 撕烂他的嘴 曹哥放心 这小子手到擒来 别省着反抗 那样会更惨 谁才还不一定 一群废物 还要我亲自出手 住手 是苗长老 苗长老居然现身了 不愧是我洪玄 最年轻 最漂亮的长老 女神啊 见过苗长老 苗长老 藏书哥一直是弟子 负责一应事务 此人不但擅闯 而且打伤了 看门弟子 何有此事 难口无言 他们仗势其人 强行收取财物 看门弟子之所以 收取一些费用 是这些弟子 借走功法的押金 也是为了防止 这些新人弟子 损坏藏书哥的功法 等到功法退还时 押金会退回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手持灰色令牌的弟子 都要交押金 这新人的新人弟子 手持小小的灰色令牌 就敢如此马后 请苗长老教训此人 苗长老 这些新人弟子不服管教 必须教会他们规矩 不然日后无法无天 想此夺礼 就亲自拿下来 押入学院地牢 打我 我疯了 连曹师兄都敢打 我看他是疯了 给我个说法 皇定了 这个解释够吗 那是金色令牌 一个新人弟子 怎么会有金色令牌 金色令牌是处运世界破例给的 处运 怪不得一个新人敢和我嚣张 原来有处运作考生 既然有金色令牌 此事就此作罢 收取押金不符合学院规矩 以后 莫可再如此行事 是 我这就废了这条规矩 都散了吧 是 曹师兄 这小子断了我们财落 绝对不能放过他 小子 给我听好了 我把话撂着 惹了我 在皇武学院待不下去 那就走着瞧 陈哥 这里每一个石柱 都代表了一部功法 藏书阁一共有五层 越上层的功法越强 只有在每一层 参务石部功法以上 才能进入下一层 皇武学院资质 比较不错的弟子 几乎都在修炼 第五层的功法 多谢苗长老解惑 呀 长老 你和他们说这些也无用 这些新人弟子 想要进入第五层 没有个几年时间 简直痴心妄想 这位陈师弟 师兄在第五层等你 可别等不到你上第五层 师弟你就出意外了 不会的 也许等会儿 曹师兄就能见到我了 嘴硬 系统 猎羊剑的修炼时间 向后调节五十年 增加了五十年的修炼时间 我对猎羊剑的领悟 已经达到大圆满 但是猎羊剑威力太小 对我的战力几乎没有帮助 第一层的功法 果然都是低端的功法 还是要继续去修炼 上面的功法 林一大师兄 快点救救我们 请过没一点颜色 看看 如果不是假的 请问小琪 你可敢接受我的 车哥 我觉得我也快要领悟 第一步功法了 恭喜 你呢 我领悟了十步了 哦 十步 啥 十步 我的天 真的假的 那你可瞧好了 通过第二层的屏障了 这么说 陈道真的领悟了十步功法 这是什么妖孽 这次短短不到半个时辰啊 就算学武学院的天才 也做不到吧 陈哥 何事 你永远是我哥 哦 第二层的十步功法 也已经休息完毕 不愧是皇武学院 大部分第二层的功法 已经比陈家的好了 第三层 打卡成功 恭喜曹师兄在四层又留一套功法 这已经是第十套了吧 三年了 我终于可以 登上第五层了 也不知道那个冒犯曹师兄的陈道怎么样了 他还能怎样 肯定还在这一层 估计现在连领悟一套功法都费劲 以他做事 那就是个跳梁小丑 我进入第五层后 他和我的差距越来越大 以后他在我眼中 是一只蝼蚁罢 是吗 陈导 我没看错吧 你怎么会来到第四层 想知道 肯定有猫腻 这家伙怎么可能这么快进入第四层 我们可是足足用了十年 告诉你们也无妨 你听好了 院长是我二舅 我想进入第几层 就进入第几层 什么 惹了不该惹的人 自己好好反省 这陈导 有这么大的背景 我们是不是惹祸了 院长的外甥 这该如何是好呀 你 是不是傻 院长是女的 怎么可能是这家伙的二舅 对啊 我怎么忘了 院长是女修士啊 这家伙敢骗我们 曹师兄 让我教训一下这小子 不用 在这里动手 要受到学院责罚 那怎么办 看着他在我面前嚣张 你们去举报他 偷入藏书阁高层 可是重罪 曹师兄想得周到 这家伙好些就陈导 我们这就去举报他 接下来 我要进入第五层了 第五层没有真材实学进不去 那陈导就是再搞猫腻也无用 因为这里的禁止 是院长亲自加持过的 系统 玄兆青的修炼时间 向后调节五十年 五十年的时间 我竟然没有炼成这玄兆青 太废了 太废了 要是没有系统 我就是个纯纯的大废材啊 换个石柱试试其他的功法 成功了 第五层的功法太难了 这么多年了 还是没有参加成功 苗长老 何事 苗长老 刚才那个叫陈导的新人弟子 胆大包天 竟敢在藏书阁作弊 作弊 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短短半个时辰的时间 竟然上到了藏书阁第四层 半个时辰 上到第四层 此时当真 千真万确 这不是作弊是什么 亏苗长老刚才还帮他说话 这家伙就不是个好人 曹明 背后说人坏话 要烂舌根的 陈导 你 怎么可能来第五层 我怎么就不能来第五层 废话 别人十年八年 未必能来到第五层 你才用了多长时间 有一个时辰吗 我天骄无双 一个时辰上到第五层怎么了 苗长老 石垂了 这家伙绝对有问题 不能放过他 陈导 曹明说的可是真的 是真的 我用了一个时辰 上到了藏书阁第五层 苗长老 他承认了 他自己承认了 这种人 就该把他关进地牢 不解释一下吗 苗长老 我刚才已经解释了 我天骄无双 笑死我了 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 传奇少女陈素颜 当年都用了三天 才登上第五层 而除了陈素颜 皇武学院第二名 足足用了三个月 才上了第五层 确实如此 小伙子 你不可能比陈素颜 还有天赋 你用了一个时辰 你比陈素颜还厉害 陈导 别狡辩了 你这是大罪 一句天骄无双 确实不能让人信服 不过陈导 我看你也不是 偷奸耍华之人 你给我个合理解释 苗长老 天骄无双 就是我最合理的解释 你能说我有系统帮身吧 苗长老 我先拿下他 住手 我都躲到八层地下室了 这也都没找到 住手 院长 苗院长 拜见院长 这就是皇武学院的院长 没想到是一位漂亮的女修 你就是陈导 拜见院长 院长 陈导他在一个时辰内 通过作弊 你先别说话 我问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天骄无双 你知道上一个在本院长面前 这么自信的人 是谁吗 陈素颜 陈素颜是世所公认的人间第一天将 你自信能比肩他 有信心赶上他 院长 陈导就是个新人弟子 一万个他也比不上陈素颜啊 他就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 进入第五层 请院长 惩治此贼 我让你别说话 你没听见吗 有信心便是好事 至少在藏书阁 你已经超越了陈素颜 什么 院长 这家伙作弊 你怎么 你哪只眼睛看见他作弊了 我 他不作弊 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内登上第五层 他不是解释过了吗 天骄无双 不是 院长 这家伙就是在吹牛 你还珍惜他 你是在质疑我 不敢 这里禁制是本院长亲自顾下的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陈导没有作弊 而是靠着自己的天赋 登上的第五层 这 这怎么可能 院长 曹明诬陷于我 请院长处置他 曹明 回去面壁一个月 我 你有意见 没 没意见 弟子告退 亲 妹妹 这么好的苗子 你亲自收为弟子吧 妹妹 怪不得这苗长老和院长长得有几分相似 原来两人是姐妹 姐姐 既然如此 我就会还我学院 再培养出一个陈素颜来 陈导 你以后就跟着我修行 日后有我做你的靠山 你可以在学院里横着走 说的都是些什么 别把陈导带歪了 对了 最近没事不要外出 神魔宗那边有些异动 日常注意些 看着 手下流 这秦月乌好一个心狠手辣呀 资质不错 是任魔宗 借西年招收的资质最好的弟子了 心狠手辣好啊 这才符合我魔宗的做事风格 哈哈 金月乌 你的表现很不错 怪不得能被上宗看好 许诺你天魔的名额 皇巫学院 马上要举行七元争夺赛 金月乌 这次就派你前去 我七元 灭皇巫学院弟子 真 秦月乌 朱长老 找我何事 在本长老面前 你应该自称弟子 朱长老 找弟子何事 刚才大殿中 你灭掉的是本长老的徒弟 朱长老 那是尸首 秦月乌 尸不尸首 本长老看不出来吗 你虽然被许诺了天魔名额 但毕竟还在任魔宗 明白吗 弟子明白 请长老责返 其实本长老很欣赏你 你无论天资还是心形 太适合魔宗修行 太适合魔宗修行了 我听说 你的红丸还在 朱长老 什么意思 月乌 但长老没别的意思 只是想帮助一下晚辈弟子 我这里有一份双修之法 能让月乌你修为大僧 朱长老 你认真的 自然是认真的 本长老也是看你有潜力 看重你 才选中你双修 怎么样 你答不答应 这么好的事情 朱长老能想到我 我怎么能不答应 很好 不过 宗主刚才提到 让我处理皇武学院机缘争夺战的事情 不如 等我回来如何 也好 岳武 本长老就在后山等你归来 双修 好啊 要是 安晨哥 没想到连院长都亲自来了 密后成就 绝对不低于处运师姐 嘿嘿嘿 哎 内人是 玉鸣 好 不认识我了 大师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游戏程 陈导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陈家不是已经被灭族了吗 你看到了 对吧 你知不知道那只巨手背后的主人是谁 我怎么知道 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 笑 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你 别忘了 你是我的仇人 你不告诉我 我就揍你 你敢 这里是皇武学院 说不说 陈导 那人你惹不起 知道了对你没好处 告诉我 我不管他是谁 陈家面龙之恨 不共戴天子 我不是很确定 那只大厨的主人 有可能是郑国侯 因为我与父亲 曾经拜访过郑国侯 看见他施展过类似的招式 郑国侯 天水王朝实力排名前三的王侯 对 陈导身上 竟然还有这么多事情 陈导 你身怀王侯令 就算是躲在皇武学院 这事也不算晚 还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 你躲不掉 躲不掉 就全部干掉 刚才都听到了 听到了 有什么想法 说实话 没听懂 利用时间调节系统 我在藏书阁学会了大量的功法 整体实力再次得到提升 我自制一半 修为提升有限 必须要利用系统 想办法快速提升修为 王侯令是个定时炸弹 迟早要爆掉 曹明 陈导 意不意外 害不害怕 你想干什么 灭亡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在皇武学院还没有人敢如此和我作对 我肯定要灭了你 你不怕院长知道 你可是被院长罚了面比一个月 看见这个阵法了吗 专门为你准备的 可以隔绝一切信息 你就是原地爆炸 也不会有人知道 再说 院长是李万机 哪会时时刻刻盯着我呀 所以 今天你就认命吧 我给你个痛快 既然如此 来吧 怎么 还真以为自己是高手了 还真以为你一个新人是我的对手 曹师兄 和他废话干什么 办了他 曹师兄 曹师兄 什么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滚 我 我到底 经历了什么 曹师兄 你还活着吗 还活着 快 带我走 快 快走 没脑子 活该 陈岛在藏书阁表现如此惊艳 就算是新人弟子 也不是废物能对付的 收了个好徒弟 真是开心 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来 约我 约我 我来了 怎么回事 被人打了 你是红武学院小霸王 排名前十 谁能打你 难道 是楚运出手了 说来话长 那就长话短说 级黄武学院来了一个新人弟子 叫陈岛 陈岛 你被他打的 那就不意外了 你知道这家伙 自然知道 我这次找你来 一半是为了他 为了陈岛 我和这陈岛有怨 本想借你的手除掉他 现在看来 你还不是他的对手 这小子确实有些本事 不过他在黄武学院根基前 我不信干不掉他 其实真想要对付他 并不一定要动手 约我 你有办法 还记得你给我的那些废单吗 当然记得 那都是我从炼丹阁中偷偷带出来的 约我 那些废单物听说你送给了别人 不会 就是这个陈岛吧 不错 就是他 这家伙还真是命硬 竟然没有吃坏的 黄武学院就算是废单 死字带出也是重罪 我明白了 大师兄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 还有一事 我希望你能帮我 约我 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我听说 黄武学院机缘争夺战 马上要开始了 是要开始了 而且这次的机缘 比以往都要珍贵 机缘争夺战 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 月巫想让我做什么 等争夺战开启 你到时候 这 月巫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现在 是人魔宗的弟子 什么 月巫 你入了魔宗 谁叫慌 在我眼里没有什么 道魔之分 只有实力才最重要 最强者 不分正邪 如果被学院知道了 我就完了 不会有人知道 而且事成之后 你如果留在 黄武学院 我会送你一枚 三转金单 如果你想来魔宗 我带你生入天魔宗 知道了 你可以考虑一下 三天后给我答复 姐 你怎么快回来了 我离开这段时日 宗门有什么事发生吗 倒是也没什么事 就是你弟弟我 被人揍了 嗯 哦 姐 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 揍得好 你平日里在黄武学院 作威作福 借着我的名义 狐假虎威 你以为我不知道 姐 不管怎样 我是你亲弟弟啊 你要不是我弟弟 我就亲自揍你 那我就白挨揍了 来学院前 我们的死去的爹妈 可是图蒙让你好好照顾我 没想到 你现在就不管我了 唉 带我去找他 不愧是我亲姐 我这就带你去 陈导 你的灵桥镜基础 要远远强于一般修饰 突破下一个境界 宁石镜 会比其他修饰更麻烦一些 师父 宁石镜 据说是跨入超凡修饰的第一步 何解 因为之前的纳元镜 灵海镜 灵桥镜三境界 是为后面的修行点基础 并没有根本性的蜕变 这么说 纳元镜 灵海镜 灵桥镜并不重要 不是说不重要 事实上 这三个基础境界 非常重要 三大基础境界 直接决定了修饰的成长上限 基础薄弱的修饰 在修为高升后 会出现各种问题 战力也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折索 所以很多修饰修为高升后 会重修三大境界 明白了 那突破凝石镜 我该怎么做 你去过藏书阁第五层 第五层有一部功法 叫做画语真经 画语真经就是契合凝石镜 最强的园林之物 你修炼得越精进 凝石镜突破的概率越大 突破的基础也越强 凝石镜契合的最强园林之物 竟然是一部功法 当真是奇妙 石镜 小爷来了 你给我出来 姐 就是这里 给我闭嘴 你们几个吵吵啥 谁是小爷 苗长老 你怎么在这里 苗长老怎么在这里 师父 刘蕊 看来你修为又精进 这次参加玄武学院试炼 收获不少吧 玄武学院试炼的天骄众多 确实收获不小 要不是得参加机缘争夺战 托儿也不会提前回来 对了师父 你怎么在这里 先别管我 倒是你们 为什么来这里 还把门踹坏了 我是来找 姐 别说了 都是小事 苗长老在这里 就不要说了 门都给踹坏了 还是小事 说 我是来找陈导师弟的 他之前打了我弟弟 我是来打他的 打陈导 那你们知不知道 陈导是我新收的弟子 师父 你有收徒弟了 师父还说独处我一个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新欢了 这是什么胡狼之词 这个 为师也是见烈欣喜 主要是这陈导太让人喜欢了 为师没忍住 就把他收了 这是什么胡狼师父 苗长老 都是误会 我开玩笑的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站住 你打过他没有 打过 刘蕊 你是他姐姐 对不对 对 皇武学院规矩 个人矛盾 不允许牵连他人 我说的可对 对 既然都对 新仇旧恨 就让他俩自己对决 了结此事吧 可以 大 大师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吧 有 姐 我 我不行啊 你是我弟弟 不能送 姐 我是来找你帮我找场子的 不是我自己找场子的 但我师父说的对 如果你这次还是输了 等哪天我师父不在了 我再给你找场子 来吧 我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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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 门具给我修好了 阵长门修好了 没什么事 我 我滚出来 我的妈 今天咋了一个个的 能和你们有仇吗 陈导 苗长老 你也在 你脚痒了吗 为什么踹别人家门 苗长老 听我解释 我是来找陈导问罪的 这家伙违背了 皇后学院的愿规 我是在问你 为什么要踹别人家门 门招你蛇你了 苗长老 我现在怀疑 陈导偷弃炼丹阁的丹药 所以呢 你为什么要踹别人家门 我错了 我不该踹门 这事和门无关 我 滚去修门 苗长老 门修好了 有什么事 现在说吧 张老 最近丹房地子检查丹药 发现大量废丹 不翼而飞 现在我们怀疑 陈导偷弃炼丹房废丹 证据确凿 请苗长老 下令拿下此人 证据确凿 曹明 拿出你的证据给我看看 陈导 敢不敢让我检查你的储物件 这陈导被我打得一个措手不及 那些丹药一时半会儿用完 此刻那些丹药 肯定还在他身上 看来当初岳武郡主给我的那些废丹 是从曹明这里得来的 陈导 怎么不说话 做贼心虚了 曹明 你这么肯定我在丹房偷废丹 我为什么要偷废丹 你家闲着没事吃废丹啊 我怎么知道 也许你自己脑子不清醒 分不清丹药的好坏呢 苗长老 我看这陈导在拖延时间 根本不敢把储物件给我们 请苗长老出手 曹明 我再问你一遍 你确定丹房丢的是废丹 真丹一粒未丢 当然确定 这么多在丹房做事的师兄弟 都可以作证 我们仔细核对过 丹房确实少了很多废丹 真丹并没有减少 陈导 今天这么多人在 无从抵赖 赶紧交出储物件 曹明 此事动静不小 如果你污蔑我 这可对我影响甚大 如果污蔑你 我曹明给你跪这磕头赔罪 陈导顾左右而言他 明显是心虚了 很好 拿着 请苗长老检查 不用 你来找事的 你自己检查便可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自己检查更放心 丹药应该就在这个箱子里 果然如此 你们都看到了吧 这么多丹药不是偷的 哪来的 我靠 怎么这么多丹药 这些丹药 苗长老 我先拿下陈导 交给你审问 苗长老 你为什么还打我 难道现在 你还想袒护陈导吗 废话 陈导是我弟子 我不袒护他 还袒护你这个瓜皮啊 既然如此 我只能找院长做主了 苗长老 我也是黄武学院的弟子 陈导偷窃丹房废丹 证据确凿 你就算灭了我 也保不住他 蠢货 哪来的废丹 睁开你的狗眼 自己去看看 啥 不是废丹 这怎么可能 药力饱满 药香扑皮 这分明都像是 刚炼制成的新丹 根本不是过期的废丹 这怎么可能 那些废丹呢 陈导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问我 还敢问我 苗长老 陈导这么多丹药 有问题啊 把他抓起来 好 有什么问题 有 有 陈导这小娇 哪来这么多丹药 数量几乎赶上 单房的破罪 药明 跪下 给我赔罪 做梦 陈导 你哪来的这么多真丹 说 我从哪里偷的 你是不是又去单房 偷真丹了 蠢货 刚才你们自己说 单房真丹一颗不少 丢的是废丹 现在给我跪下赔罪 不可能 你算什么东西 你绝对有问题 快 我跪 我跪 陈导 扯五百零鞭 什么 六长老 让命啊 我错了 你饶了我 不能这样 曹明这家伙 没有一次准时吗 岳无 我来了 你这是怎么回事 上次的伤明明快好了 岳无 我答应你 上次的事情我答应你 很好 虽然不知道你受什么刺激了 但这样做是最明智的 我有一个条件 你要干掉陈导 不要让他活着走出机缘争夺战 放心 陈导是我早就想要对付的 他在我的必亡名单之上 黄武学院十年一次的机缘争夺战 今日开启 废话不多说 能获得多少好处 大家各凭本事 各凭机缘 这些 你们应该都明白 大家进入传送阵口 会被传送到荒谷大陆的一处古城 那里已经被探查过 不会有极度威胁的存在 但是一不小心 还是会丢掉性命 想去的 直接进入传送阵几个 走 能不能升入玄武学院 就看这次机缘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了啊 舍不得自我 怎么能提升修为 我也去 我还是不去了 我是家里的独子 我没了 我父亲的百万黄金 谁来继承啊 我也不想去了 我家里刚过定了婚 我没了 我未婚妻嫁给谁啊 诚哥 咱去吗 你怕了 我不怕 我听诚哥的 跟着诚哥混 进去吧 大仇未报 我不能放过任何提升实力的机会 秦岳武 待此次胜利归来 你入天魔 将会成为魔宗历史上 最快升入天魔宗的弟子 魔宗上下 都很看好你 宗主放心 我必会竭尽全力 岳武 本长老也等着你胜利归来 我到时候单独给你请 朱长老有心了 这地方 竟然如此残破 这是一座废弃的古城 在荒谷大陆上 这种废弃的古城有不少 日少被玄武学员发现 并探索的古城不下几十座 每座古城里 或多或少都有些机缘存在 当然也有危险 荒谷大陆 是什么地方 不知道 每次我们只能通过 传送阵前来 据说 是在另一个维度空间中的世界 当年被发现的时候 这片大陆 已经残破不堪 生机灭绝 没有在这片大陆上 看到过有修饰存在 这里的机缘怎么寻找 很简单 去这些残破的房子里面 里面有残留的法宝 丹药 或者其他宝贝 我进去看看 什么都没有 那个陈哥 你刚进入的 只是一座普通的庭院 想要找宝贝 需要去那些豪门大族 那些世家里面 才有残留的宝贝 据说 曾经有弟子 在一处城珠府 找到过一方大印 最后 被祭练成了一枚天际法宝 威力无求 既然如此 我们继续寻找 这座废弃的城池很大 应该有不少宝贝存在 救命啊 别追了 先来救救啊 别追了 好不够的游戏 陈哥 我这里有神幸福 我们赶紧跑吧 不要 行 你可不如斯 这只恶骄 你们是在哪里遇到的 有一个大柴子 我们还没进去 这个大家伙就冲出来了 只有我活下来了 恶骄这种摇手 生活在水中 一般被当作锐兽在家中饲养 恶骄具备一定的攻击性 所以能养恶骄的 一般都是世家贵族 陈哥 你想去那边看看 可是 是不是有些危险 富贵险中情 走 秦师姐 还不开始吗 我都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去狩猎那些 黄武学院的学员了 时间差不多了 黄武学院的学员 现在已经分散开了 开始行动吧 就是这里了 进去吧 就是我 一把剑 材质不凡 可惜灵器已经消失殆尽了 用处不大了 一 没有 行 此剑时间 向回调节五十年 程导 你是怎么做到的 没什么 你刚才没发现 这把剑被封印了 我只是解开了封印 哦 这样啊 好剑 这肯定不是一股普通人家 去里面看看 有什么宝贝 好多兵器啊 可惜 这些兵器无人酝酿 已经失去了灵力 说 圣哥 这些废兵你还要他们干什么 不会你又要解开封印吧 废兵也是兵器 我自有妙用 再去找找看 之前二皇子给我的那本剑经 我耗费万柱灵造 才练成了第一剑 第二剑比第一剑消耗的资源 更是多无数倍 因为想要练成第二剑 需要练化十万把灵界吸收 才能成功 之前我以为这第二剑 绝无可能练成 现在看来 这里是个机会 圣哥 怎么办 往湖心岛 需要经过这座墙 可以肯定 湖里面的妖兽存在 危险无比 确实危险 你在这里等我 我一个人过去看看 这些畜生都在湖里 可恶 这些轻易被咬断 这里的恶技 真哥 不行就回来吧 刀 还是音音刀的威力大一些 快了 马上要的湖心岛了 这里恶交太多 不能恋战 胜不得要手 不好 诚哥 快跑 你开了 完了 被如此一击 一般人早就被拍碎了 诚哥恐怕也扛不住吧 怎么办 诚哥 你可不能亡啊 好疼 身子将是散架了 诚哥 诚哥 作诚哥 我亡了这件防御法宝 旋印宝珠 替我抵挡了大部分攻击 看看这里有什么宝贝 这是 我的天 发财了发财了 这么多兵器 果然 果然灵气都散尽 成了一把把废病 不过 我有系统 不活 此间时间 向回调五十年 可以了 此间恢复了往日神采 系统 这座宝库内 所有的箭 时间全部下回调节五十年 大多数箭都恢复了往日的灵力 还有一部分没有恢复 五十年的时间调节 有些不够用了 看来要尽快升级 让时间调节的范围 更大一些 这一机会 直接开始修炼第二箭 第二箭 十万把零件 击黑 两话 吸收 诚哥大概率凶多吉少了 接下来怎么办 吸收了如此多的零件精华 我体内的灵力 似乎产生了质变 更加凝视和坚韧 吸收了差不多有五千把零件 虽然对于第二箭的炼成 还遥遥无期 但我的实力再次提升了一些 该出去了 灵虎还在外面等着我 这么长时间了 诚哥还是没消息 怎么办 该怎么办呢 算了 我还是赶紧回皇武学院班救兵吧 诚哥是死是活 也要让人看一下 聂处 诚哥 再来 再来 你现在岛上躲着 我去找人来救你 不用那么麻烦 解采 我看 我干掉的恶枪王 别愣着了 继续去下一家 哦 人毛组 你们竟然也进来了 我拦住他们 你赶紧去通知其他人 上 一个狐狸 我看你们心了 哎 哎 他跑了 小子别跑了 停下来 我给你个痛快 曹明师兄 快 神魔宗的弟子追来了 救我 刘师弟 有我在 还没有找到陈导吗 没有看到他 应该还在某处探索 此地太大了 每个人都在不同地点探索 这样下去太慢 曹明 你想办法把黄武学院的弟子聚集在一起 我一网打尽所有人 好 灭陈导的时候 记得让我了结他 放心 到时候你想怎么虐待他都行 半天都看不到一个人影 你确定这是去城主府的方向 十分确定 根据这套城池的布局 城主府肯定在这个方向 话说 不是说大部分黄武学院的弟子都来了吗 为什么我们一路上 没有见过几个黄武学院的弟子 诚哥 这座废城太大了 大家都在各个区域探索 而且 这次来的都是新人弟子 那些老学员们 更多的是在为升入玄武学院做准备 啊 就是这里了吧 诚哥 就是这里 这里绝对是全城宝贝最多的地方 如此灰宏的城市 城主府保持得如此完好 不知为何升级断绝 而且从这里的宝贝等级来看 这里的修饰应该也十分强大才对 之前学院里也调查过 据说这处世界 应该是被一个无与伦比的强大存在 一瞬间抹去了升级 一瞬间灭掉了一个大陆的升级 这是何等强大的存在 而且 这还只是学院探索的其中一个事件 据学院推测 这升空之外 有诸天万剑 无比辉煌 诸天万剑 希望有机会能见识一番 这里 应该是控制城主府的阵法机关 利用这里的机关就可以开启宝库 不行 这些浴室已经失去灵力 没办法启动大阵了 我来 这 诚哥 别说你又解开了封印 差不多吧 赶紧开启宝库 我们进去 进去 这里是 一个小空间 没想到城主府的宝贝 储存在这个小空间中 这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看来这里的城主 已经是一位大修行者 小心 有兽 诚哥 这应该是这里的看护兽 都达到了三界 三界妖兽 一般只能凝十斤的人才能对付 你现在灵乔径 要不我们先出去找人 一起来探索这里 不用 让我试试手中的剑 好家伙 诚哥的实力又提升不少 这是灵桥竟该有的战力吗 这的实力 在天舞学院 估计也能有一席之地了 此地是城主府 这座费城最核心的区域 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最终 大家应该都会来探寻此地 很好 我会在此布下限定 你迅速联系黄武弟子的学员来此 到时候 一网打尽 约武 这事风险太大了 万一 没有万一 这些人被灭之后 只有你一人活着回去 那时候你就是 黄武学院大战人魔宗的英雄 而且承诺给你的好处 一分不会少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灭了尘党 既然如此 干了 我这就去联络其他人 其他人 随我进去布阵 前面没路了 天地人三个石像 这有什么寓意吗 诚哥 我觉得这三个石像 看不出你懂得还挺多 你的意思是 我们选择一个石像进入的话 另外两个就会自毁掉 大概率会原地站 试试 给我看 不然如此 出现了一个进入的灯道 被我猜对了 石像人底爆炸了 太可惜了 另外两个宝库我们进不去 好东西拿不到了 不可惜 我全都要 啥意思啊 先进去人子石像看看吧 这座宝库竟然有如此多的福禄 我靠 躲不开了 还好 只是晕了过去 没想到这里还有妖兽看上 看来只能斩你了 不容易 终于斩杀了 这里的感受 妖兽实力不错 果然 福禄上的灵力也基本黯淡了 需要时间调节 让他们恢复往日的威力 这座宝库中所有福禄时间 向回调节五十年 细统 两个炸掉的石像 时间调回两个时辰前 开 另外两个石像果然又炸了 现在去弟子石像收剧宝贝 这座宝库中竟然全是丹药 多说无意 斩了你 弟子石像宝库中的看守妖兽 要比人子宝库的厉害许多 果然 会说话的妖兽就是不一样 曹明师兄是东西我们在这集合吧 就是这里 据说城珠府有大纪元 需要大家一起动手 每个人都能分一杯羹 你知我们在这里集合 曹明师兄人呢 不知道 一直没看到他 姐 这次苗正老不在 你可说过 要给我找回场子的 行了 我知道 啰哩啰嗦的 一路上就替你念叨这事了 你念叨不行了 实在是这沉岛 给我太大的侮辱 姐 你也不用把他怎么样 让他给我跪下认错就行 等会见到沉岛 我会出手教训吧 以后这事别再来烦我了 不愧是我亲姐 你放心 以后欺负人的时候 会先评估对方的实力 你还真是狗改不了事实 是刘蕊师姐 刘蕊师姐来了 我们总算是有主心骨了 曹明人呢 这里宝藏在何处 没看到曹师兄人 接我一键 能伤到我 说明你很厉害 我也就这样了 你根本无法真正破掉我的风 是吗 我要强盛真谛 你所有的体牌都都完了吗 接下来赖我了 恰恰恰恰相反 我底牌刚开始用 去 威力不错 但就一张不够 还不够 一张不够 那就一本一张 小样 不是防御墙吗 这些丹药 要比岳武郡主 给我的皇武学院的丹药 等级高不少 实际上 之前那些丹药 已用处不大 毕竟随着修为提升 继续快速突破修为 则需要更高级的丹药 现在这里有如此多的丹药 就再次突破一下 凝石镜 这里的丹药 很多都是可遇不可求 现在我竟然这么快 就突破到了凝石镜 回到学院之后 只要契合了园林之物 就可以彻底达到凝石镜 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 我体内有什么东西 在区里吸收 我体内的灵力 不行 这样吸取 会被吸成人干 系统检测吧 不行 一瓶弹药不够 继续服装提前的灵力 我已经吃了这座宝库中五分之一的弹药了 那股吸力还在吸收 还不够吗 尽管管的灵海 和无尽长度的灵桥 看上去还是那么震撼 这可能是我与其他修士最大的区别了吧 毕竟别人的灵海和灵桥都是有限的 这是 原来就是这座凭空出现的浮空岛 在吸收我的灵力 而且 吸收了我的灵力 才不断变大 浮空岛是我突破到凝石镜才出现的 这就是凝石镜的变化吗 之前听师傅讲过 凝石镜 就是让修士体内的灵力化虚为实 这座浮空岛 这座浮空岛便是我当前境界灵力凝聚的实体 不好 这座浮空岛 这座浮空岛的作用是什么 上去看看 这是意志力和精神力的威压 我的神魂在这座浮空岛 我的神魂在这库危压下 紧断的成长 这是我的神魂 我的神魂竟然可以体外显现 这是大修行者才具备的神通啊 这座浮空岛 我简直就是个宝贝 竟然短时间内 让我的神魂强大到可以体外显现的地步 不愧是吸收了整座宝库的弹药 才形成的浮空岛 现在 先出去 以后要多来实海中锻炼神魂 气氛 两个炸炸的石像 时间调归两个时辰前 给我开 果然如此 第三个宝库中是武器 就全部已经消掉 这都多长时间了 曹明师兄人呢 把我们叫过来 自己不见了 那不来我要走了 就不耽误事吧 人怎么还不来 咱们散了吧 所谓师弟且慢 曹明师兄 你可算来了 你去哪了 说好的城住府有大机缘呢 机缘在哪里 不急 这份大机缘要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拿到 我皇后学院的弟子都到了吗 曹明 别废话 都差不多到了 都到了 不一定的 我怎么没有看到陈导啊 他以后又怎么样 赶紧开始了 我说了不急 可我 这个陈导怎么没来 我可是专程来命意的 曹明 我没空和你磨叽 你先走了 老人 站住 曹明 你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 你一直对我高高在上的样子 我对你这样说话怎么了 老子不就排名比你低一些吗 对我爱他不理 我早就看不惯你了 老明 你吃错药了 信不信我姐冲你 这些人都给我听着 今天一个都走不了 什么情况 曹明疯了 有些不正常 拿两八掌就好了 你们待会都要跪着求我 姐 打他 四处反常必有要 我总感觉那里不对 先离开这里 这什么 什么情况 这是一个抄击我们体内灵力的大战 我体内的灵力在快速流失 这样下去 我们岂不是毫无战力 吼明 你给我个点事 看你自色不错 我待会玩够了再缠你 我先找了你 潮明 干得不错 任魔宗的弟子 潮明 你竟然诱解任魔宗 潮明 你王八蛋 你竟然背叛荒物学院 和任魔宗诱解 什么 潮明 你竟然当叛徒了 潮明 你怕黄学院知道此事 把你随时万段吗 你们都亡了 谁会知道 我干了什么 大 大师兄 是 是 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成 吸收了如此多的零解情话 我体内的灵力 在持续变质 更加凝视和坚韧 吸收了差不多 有一万五千把零件 算上之前的 有两万把 虽然离十万把零件的大城 还遥遥无期 但实力再次提升了一些 现在该出去了 时间过去多久了 已经差不多有十个时辰了 有些不对劲 黄年最多三个时辰 就有弟子从里面出来 这次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不见人 时间是有些长了 会不会这些弟子们 找到了大机 该里很小 不好 爷 怎么了 神魔宗的气息 有神魔宗的弟子 也进去了 什么呢 魔宗和我们学员 一直是死对头 他们进入 肯定没好事 那 现在通道只出不进 也没有办法派人进去 这次进入的 战力最高的弟子是谁 刘蕊 论战力排名他最高 楚运等人 因为准备玄武学院的考核 没有前往 刘蕊 他一个人恐怕独目难知 对了 还有一位新弟子 也就是我新收的徒弟 陈导 陈导 这名弟子确实超乎寻常 但是毕竟是新人 修为尚浅 那怎么办 作为代币吗 我们根本没办法 崩头里面的弟子 先进观其变 如果这次我皇武学院 真的死伤惨重 本院长 定不会放过那任魔宗 任魔宗妖人 杀 独自量力 糟糕 被这座大战抽离了太多灵力 现在有些气力不止了 哼 这些人现在基本都没有反抗之力了 都斩了吧 神魔宗 神魔宗 你们太卑鄙了 我学院不会放过你们 神完了吗 神爱求救我吗 为何没看到陈导 不知道 那家伙一直就没来 先不管他 长了这些人 回头再去对付他一个 他插翅难逃 等命吧 下辈子别带着皇武学院 谁 是我 陈导 哇 这家伙竟然自投罗法 真是太好了 陈导 别过来 赶紧逃出去找救援 不急 先陪他们玩玩 别 别进来 这座大阵专门抽取灵力 哼 不进来 怎么陪他们玩 陈导 这是什么操作 看不明白 也大受震撼 这家伙是傻了吧 既然他自投罗网 那就干他呀 哼 全力运转大阵 让他成为忘中之逼 陈导 你拖大了 进来之后不消片刻 体内灵力就会被抽取干净 那我就让这座大阵消失 细统 把此地布局 向回调节五个时辰 陈导 等你手无腹肌之力的时候 我会亲手斩了你 睡法怎么突然消失了 这 这是 怎么回事 上次也是这样 陈导让我的大阵凭空消失了 这陈导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他身上 难道有什么特殊法宝 干得漂亮 等我恢复一些 先打了曹明这个叛徒 灵人巫 赶紧斩了他们 不能让他们恢复了 放心 今天这里所有人 插翅难逃 战巫社一个不留 你们所有人都推到我身后 快 所有人推到我大哥身后 小的 你想干什么 一个人对抗我们 陈导不要拖大会丢命的 拖延时间等我恢复 无法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我 一人占你所有 不小啊 可恶 还有我 我是我大哥腿上的挂架 对方被人装了 杀一个 两个 给我看 这陈导 实力又增强了许多 所有人 不要留守 一起打电陈导 杀了这小子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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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月五 没想到你竟然堕入魔道 今日也该做个两段了 这陈道实力增强了这么多 真的有把握吗 不行就撤吧 撤 你甘心吗 放心 我在任末宗修起至高魔法 有信心斩了他 我不甘心 既然如此 我信你 斩了他 上 陈道 不信你是我二人的对手 二人 哪来的二人 傻子你再看看 七月五 撑我 我去追秦月五 你们清理剩下的 怎么不跑了 跑不掉 还跑什么 角兔有三窟 你秦月五就是有十三窟 你不跑肯定是有原因的 不过我现在没兴趣知道 我斩了你就好 停下 陈道 都是老朋友了 你曾经还喜欢过我 就不能聊聊吗 陈道 你的实力为何 你的实力为何提升得如此之快 简直匪夷所思 要知道几个月前 你还是个不能修炼的废物 我凭什么回答你 陈道 你想不想报仇 你知道复灭陈家的人是谁 不错 我确实知道 不好意思 我也知道 所以你不用说了 我先灭了你 陈国侯 必须去见这个凶手 接着说 陈国侯后面站着的是大皇子 就算是陈国侯出手 但灭陈家的真重凶手 并不是他 大皇子 天水王朝 或者称为天水神朝更为合适 这是一个极其孤老的王朝 如今 虽然不复以前的圣经 但一直想着重现之前的荣耀 以大王子为代表 李治 要复兴天水王朝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我和你做个交易 做梦 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吗 和你做交易 除非我疯了 先听我说完 我们合作 一起灭人魔宗 再说一遍 合作 灭人魔宗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不用你管 你只要答应 我就会创造机会 到时候 你让皇武学院进宫便可 秦月武 我还真是看不透你这颗蛇蟹心肠 与你合作和鱼虎谋皮有什么区别 废话不用多 多说 就问你敢不敢 我等你消息 就算你是虎 我陈岛也是骑虎的 不管这秦月武有什么目的 此时对我 对皇武学院 应该有利无害 这么长时间了 没有一个人出来 恐怕 不用等了 里面的人出不来了 宗主 直接攻打人魔宗吧 就算与人魔宗玉石俱焚 也要讨回公道 准备一下 皇武学院即刻出发 讨伐人魔宗 姐姐 等等 有人出来了 真的有人出来了 这次好险啊 要不是有陈岛师弟在 后果不开设想 都活着回来 真好 这 竟然这么多人 都活着出来了 人魔宗难道 没有对付皇武学院 姐姐 查看过了 此次我皇武学院 三人牺牲 其他人安然无恙 而人魔宗 几乎被全灭 什么 我们竟然全灭了人魔宗 怎么做到他 人魔宗不应该这么弱呀 而且他们还是 趁我们不备 难道是刘蕊 力挽狂澜 进去的弟子里面 就他修为排名考前 是陈岛 是陈岛在关键时刻 挫败了人魔宗的阴谋 拯救了所有人 陈岛 此子一再让我惊讶 除了那陈素颜 他是近些年皇武学院 最杰出的弟子了 此事本该万无一失 七月五 你竟然败了 宗主 出了些意外 就坏被一个叫陈岛的 红武学院弟子破坏了 够了 我魔宗做事只看结果 不问过程 此事是我办事不力 请宗主责罚 我认魔宗很久没有 如此吃辱过了 除了你之外 竟然无人活着回来 就罚你 宗主 秦岳武虽然被寄予厚望 但毕竟是刚入门的新人弟子 还望宗主给他一次机会 无药中罚 罢了 秦岳武 此次就不对你做出处罚 但仅升天魔之事 暂且搁置 什么 你可有什么怨言 弟子没有任何怨言 下去吧 魔宗是用能力说话的地方 想要晋升天魔 你就再次证明 悦武 走得如此匆忙做什么 刚才多亏主长老替我说话 不然 我已经受到了宗主的惩罚 那 你要怎么谢我呢 虽然是听长老的 很好 懂事 记得晚上来找我 本长老在洞府等你 朱长老放心 我晚上一定到 郑国侯 你看这广沙千万千 住着众生蝼蚁 他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又有谁能懂本皇子的雄心壮志 蝼蚁活着还能有什么意义 大皇子志在苍穹 天龙之子 蝼蚁又怎么能明白天龙的存在 王侯你还没消息吗 此事是老奴办事不力 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王侯令 但被陈家少主在最后时刻带走了 陈家少主 在何处 此次入了皇武学院 这也是我一直没有再次对他动手的原因 皇武学院 那就让他在皇武学院 答应不了 三年了 我终于领悟了话语真经第一层 终于可以契合他美容真正的凝视镜了 这位师弟 你虽已修炼 但契合领悟更高层数的话语真经 才能在凝视镜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难啊 领悟第一层都用了五年的时间 我又不是陈苏妍那种超级天才 领悟第二层还不知道要多少年呢 干脆不等啊 直接契合迈入凝视镜 这不是陈师弟吗 陈师弟力挽狂澜 在机缘中夺战争救了我们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感谢师弟 同门之间应该做的 陈师弟也来领悟话语真经 莫非也修为突破到凝视镜了 陈师弟刚入门才多久啊 就达到这等修为 天才啊 陈导 领悟的如何 惭愧 未曾领悟出什么 陈导师弟别信嘞 以你的资质 一年之内一定可以领悟第一层 这话语真经确实难 以我的悟性 根本无法领悟 恐怕不使用系统 每个十年八年 根本无法领悟第一层 算了 想现实妥协了 系统 话语真经的熟练度 向后调节五十年 这是话语真经第一层的细细 陈导师弟这是领悟的第一层 对 师弟身上的细细还在提升 这是话语真经第二层的细细 陈导师弟这才入门多长时间 就领悟了第二层 上一次还有这种速度的 还是陈素颜 什么 还是在提升 第三层了 陈导师弟一日领悟 话语真经三层 这未免太妖孽了 只领悟了三层 可惜系统调节只有五十年 如果是五百年 话语真经九层 我绝对能全部领悟了 你领悟了三层 这是什么故郎之词 陈师弟 你是如何做到的 未免太妞了 没啥 常规操作 常规操作 这不长的 我给满分 朱长老 进来便可 便我 长得真是标致 我见幽怜 快过来坐 长老 不急 先聊聊 也好 聊一聊 培养感情 长老 用武精你一杯 不错 上道 不愧是本长老 看重的人 长老 这次失利 确实责任在我 没想到被 环武学院的一名弟子破坏了 说好的晋升天魔之事 被剥夺也是应该 以后约武就待在人魔宗 侍奉长老也好 其实你晋升天魔之事 也不是全无希望 章老 怎么说 你之所以能晋升天魔 是因为天魔宗 有大人魂赏识你赤副 灭杀秦王的气魄 你晋升的天魔令 其实早就到达人魔宗了 天魔令 竟在人魔宗 所以 只要宗主点头 把天魔令给你 你就还能直接晋升天魔 原来是这样 多谢朱长老 悦武 只要你乖一些 服侍好本长老 一旦有机会 本长老会给你索要天魔令 我敬长老一杯 酒喝的 长老 我服你 小美人 本长老很久没遇到过 你这么懂事的弟子了 就是不知道 小美人在床上厉不厉害 长老 等会儿你就会知道 我很厉害 是吗 本长老迫不及待了呢 小美人 我的名字 请愿我 你却敢淹了我的根基 朱长老 我说过我很厉害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吗 可恶 小贱人 你竟敢如此对我 我绝对要毙了你 拿命来 怎么回事 真是明智 你 你什么时候给我下了毒 老畜生 老畜生 现在还想挣扎吗 岳母 我给你赔差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放了我 你亡了 你的东西都是我的 朱卫义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打我的主意 我秦岳武是连秦王都敢在的人 说是你还不见他 好啊 秦岳武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让你成长起来 你绝对能成为魔宗一代巨破 但你要灭我 你做得到吗 不信你能留得下我 拦住他 你跑不掉 什么 我错了 错了 饶我一命 先吠他一条胳膊 疼吗 不 不敢说疼 给他喂一粒骨血丹 吹下去 这 这是什么弹药 就算是要命的毒药 你敢不吃吗 不敢 我吃 吃了这枚骨血丹 你的命 以后就在我一念之间 只要不灭我 以后让我做什么都行 以后 奉我为主 主人 我前面的每个境界契合的园林之物 都是最强的 这次凝食镜 如果也要最强 就必须领悟话语真经第九层 第九层凭我的资质 想都不用想 只能靠系统堆时间 而我现在只能调节五十年的时间 明显不对 这就犯难了 这就犯难了 系统 在吗 我在 系统 怎么增加调节的时间 现在五十年不够用 契合园林之物 彻底突破到凝食镜 没有足够时间 我突破不了 还有其他办法吗 没有 这就难办了 难道只能先 契合了三层的话语真经 彻底突破到凝食镜再说 但之前的境界 我都契合了最强的园林之物 如果在凝食镜拉跨了 不甘心啊 要是契合之后 还能再重新契合就好了 去找师父问问 他毕竟见多识广 陈导 你来得正好 上次你拯救 还我学院众多弟子 学院正在商议给你奖赏 你想要什么 可以先和我说说 师父 我确实有想要的 我想要 一个方法 要一个方法 啥意思 就是假如我契合了 一般的园林之物 突破到凝食镜 日后 我得到 或者领悟了 更强的园林之物 有没有办法 再重新契合 凝食镜的园林之物 没有 至少皇武学院 没有办法做到 皇武学院 没办法做到 那就是 其他地方 有办法做到了 既然想契合 更强的园林之物 先不契合不就行了 日后想再重新契合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师父 不要在乎这些细节 你和我说下方法吧 一般正常人 不会做这种事情 不过硬要说来 也不是没有办法 那就是 服用凤凰掩血 便可如凤凰一般 涅槃重生 有再次重新契合的机会 凤凰掩血 这世间 这世间真的存在凤凰吗 不知道 按照古籍记载 凤凰 真龙 麒麟等神兽 都是存在于世间的 但如今神话不再显现 只有在一些遗迹中 能窥见一些上古的传说景象 师父 那在哪里能得到凤凰掩血 我现在就去 你去不了 为何 因为唯一保留凤凰掩血的地方 便是玄武学院 如今你还没有资格去 晋升玄武学院的考核 快要开始了 以你的资质 有可能会晋升 你要不再等等 没别的方法了吗 我不想等了 行吧 既然你不等 那只能我带你去了 师父 你可以去玄武学院 你可能不知道 骑师为师 已经晋升为 玄武学院的导师了 本来在这次考核完 就去玄武学院报到 现在看来 玄武学院距离我们 玄武学院很是遥弱 续一次 在传送阵上的耗费 很是不费 大阵没能量了 看来要改日了 大阵充能 需要三天的时间 师父 等等 系统 大阵时间 像不会调节到 三个月前 我感觉大阵能量 好像挺充足的 你再试试 是吗 阵齐 奇怪 能量真的无比充足 难道刚才我感觉错了 这里就是玄武学院吗 好灰红状礼 玄武学院对于玄武学院来说 就是一个村落和巨城的区别 这里才是真正修行的地方 来者何人 此地乃玄武学院 闲杂人等速速退去 我们从玄武学院而来 玄武学院 还未到考核日期 你们过来做什么 原路返回吧 我已经晋升为玄武学院导师 此次前来任职 原来是新晋升的导师 当时可以来此 那么 你呢 我 我过来看看 过来看看 你一个下院弟子 有过来看看的资格吗 少说废话 你们想干嘛 直说 大胆 怎么和朱锦师兄说话呢 小子够胆 那我就直说了 你想进入玄武学院可以 一万枚临时的过路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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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从我的身体上跨过去吧 好 什么 朱师兄 有些冲动了 这里可是玄武学院 没忍住 下次继续 比起皇武学院 玄武学院 才是真正的修行之地 各方面不知道 比皇武学院强多少 皇武学院 是最基础的修仙学院 每次考核 单独我们学院 并有无数天教弟子参加 你可知道 这天水王朝 有多少皇武学院 不清楚 我只知道 我臣服所在的区域 就一座皇武学院 穿越以来 我对天下大事 了解的并不是很清楚 而皇武学院 分布在各个区域 有一百零八座 什么 一百零八座 这么多 所以 每次晋升玄武学院的试炼 竞争十分激烈 实力最强的皇武学院 也就三五人晋升而已 而实力较弱的学院 只能有一两人晋升 甚至一人都没有 大皇子 就是那个家伙 一个皇武学院的弟子 竟然敢对我出手 陈导这家伙 竟然自己来了 好是省得我去找他了 去 给他安排得明明白白 是 师父 玄武学院之上 是否还有更上一级的学院 有 那便是帝武学院 不过帝武学院 现在来说太虚无缥缈 玄武学院 已经近百年 无人晋升帝武学院了 近百年无人晋升 那帝武学院 又是何等存在 现在我们去哪儿 凤凰言邪 只有在玄武学院的 万藏阁才有 如果想得到凤凰言邪 必须经过万藏阁的考验 可能会有些凶险 你怕不怕 不怕 反而有些兴奋呢 这便是万藏阁 玄武学院的藏绑之地 任弟子取之 任意取 倒是有些意思 这玄武学院我喜欢 万藏阁中 乃是逐层闯关的形式 挑战层数越高 获得的宝物就越珍贵 每一层只要所付出的代价 亦获着实力 获得万藏阁的认同 便可获取宝物 那我进去了 安主 老夫乃玄武学院黄道士 你并不是玄武学院弟子 竟敢擅自进入 来人 给我抓下来 住手 苗老师 我知道你 你刚进上玄武学院 还没有资格组织门导师做事 你知道个屁 你敢骂老夫 赵导师注意你的态度 玄武学院甩身 最好小心一些 安静不出 天青宗 你只肯引灭我天青宗 用不着找什么理由 天青宗 我又不是 黄导师 不要说那些没用的话 我徒弟陈导想进万藏阁 你就说你同不同意 自然是不同意 那如果我非要让他进了 那你就是自讨苦吃 你们石头二人今日 都要被本导师拿下 宋王执法堂 老废物 你还真是不开眼 知道 进去 我看谁敢拦你 站住 残狂 黄导师 死人还敢动手 扮他 小子 这次可是吵了大祸了 导师拿下你 你就等着推腾皮吧 老导师你 我 苗导师 你莫非疯了不成 这里是玄武学院 不是你撒眼的地方 小小黄武学院晋升的导师 也配合我动手 我就不客气了 给我灭 老家伙 你也配合我动手 我 我师父牛啊 什么 你怎么会这么强 不如问问 你为什么会这么弱 老婆 这次我看谁还保得了你们师徒俩 执法堂何在 废物 连一个年轻导师都打不过 还活了什么大年纪 不过 惊动了执法堂 只要执法堂的人到了 这两人难逃牢狱之困 到时候 执法堂堂主谢青山在此 谢堂主 这对师徒在玄武学院肆意伤人 请执法堂出手 先和我说说事情的经过 是 苗导师 此事是你违反了玄武学院的愿规 按照第127条规定 你和陈导 必须押入执法堂受审 苗导师 狂 你再给我狂 进了执法堂 你哭都哭不出来 说我狂 我就狂给你看了 我是牛败 谢堂主 你看到了 你可看到了呀 无法无天哪 简直没把执法堂放在眼里 抓上 苗导师 得罪了 来人 抓起来 苗导师 你会为你的冲动 付出惨痛的代价 恐怕要让你失望 这是 这是 子龙勋章 子龙勋章 一旦获得 就算违背 苑规 也只有院长 才有权力处罚 不可能 子龙勋章 只有学院中 极其优秀的导师 才能获得 整个学武学院历史上 都没有几个人获得 一个刚入院的 新人导师 又怎么会有 一定是假的 谢堂主 一定要严查呀 不用查 这子龙勋章是真的 子龙勋章的气息 没办法伪造 既然有子龙勋章在手 我们确实没办法抓你 我们走 谢堂主 你别走啊 再查查 没用的废物 陪人扇了耳光 还无计可施 十三长老 大皇子 老夫在 灭掉子龙勋章 持有人 如何 院长震怒 可能会牵连皇子 事情还没到那一步 大皇子没有必要 为了一只蚂蚁 影响了自己 此时 老夫走一趟吧 你有劳十三长老 陈达 进去吧 我看哪条狗敢阻你 来你去 十三长老 拜见十三长老 苗道士 见到长老还不拜见 十三长老 你也要阻我 手持子龙勋章 你是院长看重的人 本长老不会阻你 万苍阁属于本长老 看守之所 我想问问 你这徒弟进入 想做什么 凤凰掩血 原来是想要得到 凤凰掩血 这东西虽然珍贵 但需要的人并不多 要这个做什么 做什么 十三长老就不必操心了 行 不说便不说 好了 我这徒弟马飞 也需要凤凰掩血 今日也要拿到 这凤凰掩血 十三长老 你这是故意为难我 这是 另一个世界 黑心是谁 还有什么 苗道士 你想多了 凤凰掩血 在这万藏哥 赌一份 谁能得到 就看各自的本事了 谁敢和我抢 我就毙了他 马飞师兄 这是在闯万藏哥 那小子是谁啊 敢和马飞行政 不知道马飞是长老金船吗 听说 是下级黄武轩的弟子 下院弟子也敢来此 恐怕很难全身而退了 真的 如何 势在必得 大爷不曾 你一个卑微如楼一般的东西 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傻缺你等着 进去后我打废 疯了 我看你是疯了 竟然能说出这种话 不愧是我徒弟 好样的 院长 你欣赏了那个女娃娃来了 好像在万藏哥的方向 和十三长老起了冲突 随他们闹 那女娃娃 好像还带了她徒弟过来 这热闹你不看我看 马飞 不用和他们废话 进去后 教她做人 所求何物 凤凰掩血 凤凰掩血在万藏哥第四层 闯过四关 岂可得道 什么 第四层 确实没错吗 凤凰掩血竟然这么珍贵 存放在第四层 没错 这万藏哥 一层关卡一层天 能闯过第四层的寥寥无几 打给你过不去 可是这小子 跟你也闯不过去 那时候和他打个平手 就太丢了 长老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们俩都闯过了第四关 如何分配凤凰掩血 决战 既然如此 我和这陈导不如提前决战 谁赢了 谁去闯关 你先把这小子干 就不用去闯关 可以 陈导 来吧 我马飞 今日教你做人 是吗 我也想给你上上课 凌时镜末期 修为还不错 可惜 我早已踏入凝时镜末期 在劫难逃 你真把爷逗笑了 就你一个凝时镜末期 还有优越感了 你这种 在我们那儿有一种称呼 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废 生气了 让你知道谁是废物 一剑 怎么会 这只用不解 废物 别得意 再战 那可恶 这一剑为何这么强 长老 我剩了 开始闯关吧 上去吧 小的 刚才你那一剑 叫什么名字 喂 长老 我不知 我是从一本无名剑谱上学到的 无名剑谱 一共几剑 只有三剑 但是每一剑 比上一剑难练万倍 那就对了 你可知这本剑谱 叫什么 小子不知 请长老赐教 剑谱名为九剑 顾名思义 一共有九招剑 一共有九剑 第一剑就有如此威力 那么第九剑不敢想象 会有多么强大的威呢 小子 不用想第九剑有多大的威力 单单第一剑 据我所知 也就二皇子和你练练 这天下还无人可以练第二剑 啊 长老 那九剑是否在万仓壳中 不在 不在 那在哪里 九剑虽然难练 但绝对是等阶颇高的功法 这等功法 只存在于帝无学院 你 拿开你的当手 住手 你们快放了这个世界 我知天高以后 第五学院 比玄武学院更高级的学院 玄武学院已经令人如此震撼 不敢想象第五学院 又是怎样一副场景 小子 进入第五学院这种事情 就不要想了 就连那陈素颜也只有一线机会 先安心获得你想要的凤凰言喜吧 看你小子不错 本长老提醒你 你只有连闯四关才能获得凤凰言喜 但这四关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玄武学院 只有那些修行二十年以上的弟子才有机会 你一个皇武学院的弟子 小心把命丢在了里面 多谢长老提醒 我有信心 第一关通关条件 半个时辰内打爆十个傀儡好家 超过半个时辰 则为失败 大败这些凯奖吗 那就在 有些简单的 第一关结束 第一关用时五十秒 评价 假等 怎么了 谁放了烟花 什么烟花 你忘了 这是万藏阁的烟花秀 我想起来了 在万藏阁闯关 只要是获得最好的假等评级 就会有烟花秀 第几关 出现几朵烟花 出现了一朵烟花 也就是说 有人获得了假等评级 谁这么厉害 这还用问吗 自然是十三长老的弟子马飞 马飞竟然获得了假等 果然自知不凡 十三长老 收了个好徒弟呀 马飞我确实很满意 不会让我失望 马飞 你怎么出来了 胡闹 耿火的假等评级 不继续闯关 出来干什么 假等 我知道了 一定是那小子 连第一关都没有闯过 所以马飞就算获得了假等评级 也没必要比下去了 他已经赢了 就算赢了 也不能如此骄傲 知道吗 知道 知道 对了 那小子呢 怎么没出来 他 去闯关了 闯关 那你为何出来 我 我是被他打出来的 什么 你说 你还没闯关 就被那家伙打出来了 他获得假等评级的 也是那小子 是 笑死我了 你们三人是来搞笑的吗 竟然是皇武学院的那家伙获得了假级评级 我还以为是马飞师兄 各着都吹了半天了 废物 你怎么不早说 本长老的脸都让你丢光了 一层获得假级评级并不能说明什么 玄武学院还是有些人能做到 那小子有本事能闯到第四关 才算有本事 院长 那女娃娃的徒弟可以啊 竟然在第一关获得了假级评级 什么时候假级评级也入得了你的眼了 一般的假级评级确实入不了我的眼 那你别忘了 那苗女娃的徒弟 还是皇武学院的弟子 并没有升入巡武学院 开始真正的残酷修行 第一层假级 说明不了什么 继续看吧 这一关怎么什么都没有 天降词娃娃 一共一百个词娃娃 摔碎一个扣除一分 获得假等资质 需要九十五分以上 天降词娃娃 啥意思 词娃娃摔碎 扣除一分 就开始啊 好歹说一声开始啊 还好 接住了 防不胜防啊 看来这一关考验的 是速度和反应 但是我第一次参加考核 一开始没适应 有些麻烦了 开始没准备 导致摔碎了六个瓷娃娃 差一个就可以评价级了 看来只能利用系统了 安静不出 天青宗 只够隐灭我天青宗 用不着找什么理由 天青宗为我不识讨 将一个瓷娃娃 向回调节到一刻钟之前 旁观结束 瓷娃娃摔碎令 五个 获得甲级评级 第二关的考核 差不多要出结果了 那陈导大概率会被淘汰出局 第二关考核的内容本身就很难 而且让人猝不及发 第一次参加考核的弟子 除了陈素颜那个超级妖妞 五十年来没有人拿到夹级评级 其他拿到夹级评级的 也都是后面拿到的 那陈导 我敢断定 百分百被淘汰 苗导师 本长老只给你这一次机会 那小子被淘汰后 休想再进去 两朵烟花 这怎么可能 第二关那小子 竟然获得了甲级评级 一个黄武轩的弟子 不可能做到 十三长老 连打得啪啪响 还说不可能呢 远长 有意思呀 那个叫陈导的小子 第二关第一次闯 就是甲级评级 也就是有些意思罢了 远长你呀 能让你欣赏的人太少了 是因为这世间 正如陈素颜 苗女娃那样的天骄修事 太少了 这一关 看来是破解阵法了 但我对阵法一窍不通了 潜坤道是根据阴阳八卦排列而成 只有破解其中蕴含的规律 才能选对证据的通道 一共有五次试错机会 一次都不出错 才能评级甲级 那我岂不是玩犊子了 以我的资质 别说破解了 根本看不懂这八卦排位 先早一步看看 石板破碎 这就预示着踏错了 谢了 这块石板时间 向回条街半刻钟 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踏错 师父 无需担心 这第三关 陈道无论如何都闯不过去 为何 第三关连我都闯不过去 我曾经闯过不下十次 根本过不去 太难了 给我滚一边去 三长老 马飞说得有道理 虽然马飞之前被陈道击败 但第三关考验的并不是实力 不是有蛮力就能过的 第三关需要闯关者 对五行八卦有一定的了解 而且还要具备破阵的能力 众所周知 皇武学院很少教授死雷科目 只有到了玄武学院 才会重点学习 所以 我断定 这陈道必会折戟第三关 又猜错了 系统 这块石板时间 下回条街半刻钟 现在只能不断尝试 不断踏错 不断地利用系统恢复 才能慢慢前进 这样做应该能安全通过 就是有些费时间 系统 这块石板时间 向回条街半刻钟 用了几十次系统时间调节 终于走到尽头了 顺利通过乾坤道 零次出错 平击甲击 这么长时间了 那小子肯定失败了 一般人闯乾坤道 根本没有这么长时间的 那小子肯定是羞愧之急 躲在里面不敢出来了 既然如此 都散了吧 要凉小丑 掌户半天 还是失败 什么 三朵烟花 你小子在第三棍 拿到了甲鸡瓶结 这 怎么可能 我不信 不信 你眼瞎了吗 我的乖乖 那个陈导果然在第三棍 也拿到了甲鸡瓶结 这小子 有些令人意外呀 不过那小子在第四棍 也拿到甲鸡瓶结 院长你会不会欣赏他 不可能 第四棍你知道难度 这是什么 人的骨骼不都是白色的吗 这副骨架怎么是黑色的 这是 另一个世界 任性是谁 还有谁活着呢 第四棍闯门 战胜新魔 对面这副骨架 曾经是天魔宗的一位太上长老 魔毒深入骨髓 导致骨骼都变成了黑色 其骨架 活性异常 能在魔骨面前坚持一刻中 便是通关 坚持一个时辰以上 甲鸡平静 第四棍竟然是对抗魔骨的魔性 这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经历 不知道是福是祸 不过既然来了 可恶 你能影响我心神 醒来 现在 长道之人虚伪之急 高兴道 你想想你这些年遭受的不公 遭受的挫折 那些针对你的人 只要家属活动 你仅可以图个痛快 恕你大眼 少在这里苦工啊 留滚 竟然还保持着清香 死了 我一算玩 没那么简单 十三长老 不用慌 第四官我敢断定 那小子绝对闯不过去 本长老何时慌过 第四官的魔骨 确实不是一般人能扩 就算是学院的几位顶级天教 能一次闯过去的也不多 他们都是磨练心之 试过几次之后 才得以通过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我们就坐等那小子 前功尽弃 你们三个反向独难 你们垃圾话越多 沉岛通过的概率就越大 苗道士 别自我安慰了 小贼 扛不住的 忍住吗 那也 谁能站住 小贼 那是驴翅让我惊讶 阿摩天忆 小贼 你还能冲得过去 我仅仅能把你冲击成一个傻子 你再怎么挣扎也没用 你抵御不住的 来这里的人都要被我推残 这是正道的 都给我云灭在此 你闭嘴 你 啰 啰啰嗦的 烦不烦 你这可有意思吗 杀我 注意 不可破坏婆婆 否则取消闯官司 竟然不能打 真麻烦 小贼 一个敢对我出手的 最强的魔鹰折磨你 不上魔鹰 想要 超良 诶 进入到我的伸海之中了 他 这座的空刀 竟然可以帮助我抵挡外面的魔鹰 借助魔鹰锻炼我的神魂 意外之 bonds 開署 既然如此 那就利用此次机会增长神魂 这小子怎么没动作 应该是神魂破散 亡了 在福官塔的帮助下 我神魂已经完全可以 离等这种程度的故意 而且神魂也得到了当场 时间差不多 该出去了 一个都是什么 死子绝对已亡 活该 可恶的小子 还妄想抵挡我的魔鹰 你这是不自量力 你说谁不自量力 什么 你的魔鹰算得了什么 顶多算是噪音罢了 这怎么可能 小子 你竟然没事 在第四关都一个时辰了 那家伙怎么还未出来 如果我没记错 超过一个时辰是甲鸡平级 长老的意思是 那家伙获得了甲鸡平级 圣玄宫 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长老的意思是 那家伙获得了甲鸡平级 不 那家伙很可能是被魔鹰肿伤了 所以现在还没出来 不错 是咱长老分析的有道理 超过了一个时辰 那陈导没有理由再待在里面 此时还未出来 就说明发生意外了 苗导师 你那徒弟 也许已经被魔鹰震散了 懒得理你 老子 你 你放肆 你敢鄙视我 我去 给这个家伙气炸了 我就算拥挤我的鄙视魔弓 也要废了你这个小畜生 我堂堂一代天魔 还从未被如此嘲讽过 神我魔谷 是强魔鹰 如今神魂强大 让你的魔鹰来的更猛烈些吧 什么 你现在还能保持轻轻说话 那我呀 我不信 奈何不得你这个人类 是呀 嗯 啊 啊 去 这一句 这条一口差点捧不住 这蘑菇可 啊 亲人把自己都捧碎了 啊 啊 师父 你救我 这是魔鹰 第四关的魔鹰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院长 你也感受到了 这国魔鹰竟然突破了万仓阁 无妨 那小家伙没事 凭这一关的表现 那陈导让我有些意外 你太痛苦了 这地方怎么会有魔鹰 啊 本长老的玄武学院上百年 还从未遇到过此等情况 实在长老 我古大暴发 魔鹰传头完仓阁 这是不是预示着 这预示着 陈导此次 已经神魂魄散 好啊 陈导就算刚才没事 现在已经凉透了 如此魔鹰之下 陈导绝无幸存之理 大家好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出来了 陈导 小子 你莫非没有闯第四关 也就是这样的 这小子绝对是没有闯第四关 要不然 这一切都无法解释 什么 他竟然通关了 他竟然通关了 这不是真的 一个黄武学院的弟子 竟然在第四关 获得了甲级评级 说 你用了什么方法作弊 想知道 小子果然是作弊 你说 到生二大爷我就告诉你 你 天高地厚 十三长老 拿下他省问吧 本长老可以肯定 以他的身份 绝对不可能通过第四关 此种必有猫腻 为了维护万苍哥的公平 本长老要拿下你 住手 是万苍哥的太上长老 快见万苍哥长老 陈导通过万苍哥试炼 崩煌言邪 归你 终于得到了 多谢太上长老 可恶 竟然让这小子成功了 大皇子那边怎么交代 大皇子是我等办事不力 报了 是我小看了这 接下来怎么做 他们要返回皇武学院 拦住他们 废了陈导 这会不会被院长责怪 除了是我扛 明白 大皇子 好像在针对陈导那小家伙 让他们去碰撞 去战斗 我们不许参与 这是他们最好的成长 大皇子势力和势力 都是过于庞大 我怕陈导被碾压 那可说不好 圣玄宗 五年一次的考核 正式开始 一个连胜生 那可说不好 说不好 连长 你刚才可不是这态度啊 现在看好他了 老导师 又见面了 十三长老 你们想干什么 看什么 这里是玄武学院 你师徒而人 当众不给本长老面子 岂能这么轻松离开 你还敢动手不成 与你我自然不敢出手 但是陈导一个小小的黄武学院学员 灭了又如何 用手 可恶 你们敢 小子 刚才准狂啊 现在大飞你 刚才是本导师说 来来 可恶 小子的战力怎么会这么高 哈哈哈 黄导师 你是过来搞笑的吧 不信 再来 有你 十三长老 救我 我让你们走运 走吧 我们回去 大皇子 受罪 我失败了 那陈导的实力 有些诡异 一个小人物 竟然耗费本皇子 这么多心神 都是老父 办事不力 大皇子 陈导重伤黄导师 此乃大逆不道 十三长老 你去安排吧 是 本皇子记得 皇武学院 好像还培养了 几个资质不错的属相 这次试炼 要升到玄武学院 对比 确实有三人 通知下去 这陈导能灭则灭 不能灭 就阻止他 升入玄武学院 明白 我这就去安排 有了凤凰严险 虽然话语真经 我只领悟到了第三层 但也可以直接契合了 你就是陈导 是 林朝阳 这是 林朝阳师兄 林师兄学院排名前五 听众背后有大口善 找我有事 怎么和林师兄说话呢 不知道教生师兄吗 不熟 这林朝阳这副作伴 肯定没好事 也没什么事 就是看见你在参悟话语真经 想问问参悟到第几层 三层 我参悟到第五层了 我没问你 陈导 别太高傲 在我面前你还没有高傲的资本 我在皇武学院出风头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呢 林师兄今晚吃的啥 自然是凌肉大餐 你这个啥 我吃啥和你有关系吗 看来林师兄凌肉大餐吃的不少 都吃撑了 凌肉自然是多多益善 林师兄 这陈导的意思是 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大胆 陈导 你敢拐弯抹脚骂我 你烦不烦 我骂你咋了 你闲着没事来这里 妨碍我领悟话语真经 不是吃饱撑的吗 这天高地厚 信不信我废了你 不信 师兄师兄 冷静冷静啊 这里禁止动手 陈导 你也就是看出了 这里禁止动手 才敢和我这么狂 有本事和我去演武场 不去 不敢 不是不敢 是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和你去 一边玩去 别打扰我 你说 怎么才愿意和我去演武场 叫爸爸都不去 你 你 可恶我 不去我就给你捣乱 让你无法参悟 你多大个人了 陈导 今天别想参悟话语真经 让开 呃 胡上 你能拿我怎么办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什么 真 哦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你干什么 藏经阁的规矩禁止动手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敢打我 我就不按规矩出牌 不行吗 说的好有道理 既然如此 我也不按规矩出牌 成 我 怎么回事 外界院长 藏经阁的规矩禁止动手 你不知道吗 是他先动手的 我不管是谁先动手的 从现在起都不许动手 知道了 玄武学院的考核快开始了 都给我好好修炼 啊 往上哪说里去 契合园林之物 话语真经 这家伙竟然在这里契合了话语真经 才参悟了三层就契合了 垃圾 我可是契合了五层的话语真经 契合成功 彻底进入宁实境了 恭喜你 外入宁实境 系统开始升级 终于来了 系统开始升级 这说明时间调节 终于可以突破五十年了 陈导 愣着干啥 契合话语真经三层 你的资质也就这样了 系统升级成功 时间调节范围增加至五百年 喂 你大 我在和你说话 你骂我 哼 接下来 就是解除契合的园林之物 话语真经 这小子到底在干什么 开始吧 这是契合的园林之物 怎么又出来了 有错 什么 什么情况 园林之物破碎了 这真导 岂不是废了 凤凰掩血比我想象的功能要强大很多 不但可以破除契合的园林之物 还能滋润 强大我的肉身 现在我的肉身之力 比之前强大了至少一倍有余 这种感觉太爽了 小子 我从来没看到过你这种废 钢汽盒的园林之物 竟然就这么碎了 废物 陈导 我看你是疯了 院长刚说了不准动手 你竟然还敢打我 歇歇 举报他 真的要举报他 让他把牢底坐穿 谁说我打你了 明明是你挡路 我撞了你一下 你还真是个人才 什么理由都能让你找到 接下来 要继续参悟话语真经了 资质不够 时间来凑 系统 话语真经的参悟时间 向后调节五百年 这家伙又在参悟话语真经 你的资质就到这了 不可能再参悟出什么 话语真经 第四层的气息 这家伙竟然领悟了第四层 不慌 运气罢了 我参悟了五层 这陈导比不上我 第五层领悟 这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么快 什么 还有 这是第六层的气息 已经超过我了 已经没有几人能做到了 七层 八层了 谁来告诉我 我不是在做梦 林师兄 我来告诉你 你做梦 独特 要你多嘴 晚时间内领悟到八层 这是何等的悟性 而且还没完 不会要冲上第九层吧 不可能 九层 九层在皇后学院历史上 只有陈索颜做到过 这小子不可能和陈索颜比肩 九层 给我破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九层 破 九层 居然真的突破到第九层了 你怎么办呀 陈导居然领悟了第九层 陈导师弟 均收下我的心盖 成功 九层最强园林之物终于成功 哼 接下来就是契合了 让他契合 他竟然再次契合了园林之物 你 怎么会气势这么强 就算契合了九层话语真经 也没有这等威势啊 契合九层话语真经之后 我的浮空岛又变大了许多 神魂在发生变化 神魂竟然从异团变成了我的样子 似乎变得更强了 出去试验一下神魂的强度 你不是说要挑战我吗 走吧 这小子竟然答应了 契合了九层话语真经 就真以为能挑战我 真是想多了 秦小姐 刚收到消息 你晋升天魔的名额 确实已经下来了 果然下来了 那为什么宗主没有告诉我此事 根据我得到的情报 宗主想利用你上次 歼灭皇武学院失利之事 直接裁撤你的名额 天魔名额 岂是说裁撤就能裁撤的 说白了 宗主是想把天魔名额 给他的儿子冯小天 秦小姐 此事不好办 不好办 那就毁灭吧 毁灭 人魔宗的护宗大阵在哪里 秦小姐 你想干什么 没什么 去看看 走吧 人魔宗的护宗大阵 大部分由这里控制运转 还有一部分宗主亲自控制 这里谁负责 宗主的儿子 冯小天负责 我看看谁来了 冯小天 你怎么来了 出招了 这是我的地盘 这句话 该我问你吧 冯小主 我和妾长 秦岳武 过来参观一下这里 秦岳武 我知道你 一进入人魔宗 就获得天魔名额的 不过 现在你的名额是我的了 那就恭喜你了 秦岳武 看你姿色不错 我给你个机会 成为我的女人 之后 我带你去上宗 完了 这不小心的招打 是吗 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啊 谢倒是不要 伺候好本少主就行了 大胆 你敢打我 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 给我拿下他 传队少主出手 我腻歪了 属就轻 你还敢反抗 这里是人魔宗 我看你是疯了 我砍了你 你这样的废物 也配向我出手 反了 反了 秦岳武 我让我爹宰了你 你没机会见到你爹了 朱长老 你还愣着干什么 出手 逼了这个叛徒 他这是在造反 朱卫义 你没听到我说话吗 你叫他 没用 你别杀我 你轻验我 我错了 秦小姐 你有些冲动了 冯小天是宗主唯一的儿子 你灭了他 如果被宗主知道 废话少说 我现在需要你去做一件事 大 大师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玩家现在将过为游戏大冒险 游戏头 还是披着保险 废话少说 我现在需要你去做一件事 你去药阁找几种药材配置丹药 然后 什么 这 这 秦小姐 你到底想干什么 照做即可 可是 如果失败 这可要住九族啊 你敢不去 不敢 老奴照做 陈导是很厉害 暂时也没有达到林师兄的程度吧 陈导 你能和我比试 我是万分高兴的 因为我终于可以合法的干掉你了 哈哈哈哈 你笑你二大爷 跟哥二傻子似的 骂我 我会让你趴在这忏悔 慢着 你告诉我 谁让你找我麻烦呢 没有人 哼 看来你还是不敢说实话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不客气又如何 林朝阳 参照拜你 王虎向天 我 我 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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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的他 是 你不是心还是戏了吧 陈导这家伙 你竟然使用这么阴险的招式 林师兄的头 恐怕坏了 陈导你干脆我的头出手 被逼 我不会放过你的 有本事 把我证明一对一的钢 啊 你 太慢了 啊 我倒下了 这陈导竟然这么厉害 嗯 林朝阳不会输 这是啥 这是血脉灵兽 林朝阳竟然还修出了血脉灵兽 血脉灵兽的觉醒之法早就失传 林师兄不简单 知道 能逼出我的绝招是你的荣幸 本来我要留在学务学院考核时才会施展 现在就让你灭在我的血脉灵兽下 哼 脸都快被我打肿了 还在这吹呢 去 替我吞了这次 这血脉灵兽看上去像是精神体构成 我的神魂 不知道是否对他有克制 试一试 陈导 别挣扎了 血脉灵兽你估计见都没见过 去 什么 我的血脉灵兽 陈导 你做什么 你把我的血脉灵兽怎么了 先关心你自己吧 啊 说 谁让你对付我 没人 说不说 不说 我令朝阳是有原则的人 这里是皇武学院 你敢打我 学院不会放过你 啊 啊 陈导 你敢揣我的头 我和你不够呆天 啊 不说 就把你的头摘了 啊 别别别揣了 我的头要碎了 我说 你是大皇子 是大皇子命令我们针对你的 大皇子 除了楚远 除了楚运和刘蕊 皇武学院前十大部分都是大皇子的人 行啊 行啊 那我就陪着这皇子而外 是 郑国侯 大皇子 你们二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出来吧 出来吧 我到了 就你自己 秦月武没来 小姐有事走不开 找我有什么事 小姐之前和陈公子说过 要灭掉任魔宗的事情 我这次是和陈公子来商量此事 大师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卸以受损 玩家现在 将作为游戏大帽 有无头 还是新的冒险 秦月武疯了吧 他身在任魔宗 为何要灭掉任魔宗 这个陈公子自不用管 你只要知道 我家小姐 也是诚心和你合作 诚心 我可是知道秦月武是什么人品 我怎么相信他的诚心 此人是任魔宗宗主的儿子 已经被我家小姐灭掉 还不够诚心吗 任魔宗宗主的儿子他都赶灭 秦月武错事还真是很辣古诀 既然如此 我相信秦月武的诚心 你可以说接下来的事情 陈公子 小姐交代的我已经全部收完 这个秦月武到底是什么人 形势竟然如此匪夷所思 是 这秦月武做事心狠手辣 为达墓地不择手段 他这么做肯定有他的利益 那你觉得此事可信吗 这次我感觉可信 有秦月武里应外合 也许这一次真的可以灭掉任魔宗 会不会故意引誘我们前去 应该不会 这秦月武先前被我挫败 在任魔宗试了试 才会想着和我们合作 既然如此 我现在就去找我姐姐 商议辞职 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 此次如果能一举歼灭任魔宗 我皇武学院必定是大功一件 到时候升入玄武学院的名额 肯定会增加 院长 且不说名额 任魔宗这些年 没少残害我院弟子 世仇大恨 救灭了他们 陈导 任魔宗那边有什么最新消息 秦月武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可以随时进宫 本院长早就想要去任魔宗自己一趟 既然如此 立即复办 陈公子果然熟悉 有气魄 秦月武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一切准备就绪 乌山大阵已经被我家小姐控制 随时可以进攻 走吧 刷进去 我的大刀极可难耐了 我给你们带路 慢着 我一个人先跟你进入任魔宗 其他人先在此等候 陈公子这是不相信我家小姐 小心使得万年传 走吧 陈导 小心 师父放心 我心里有数 这陈导资质上场 心思缜密 非耻中之物 姐姐 这次如果真灭了任魔宗 你给他什么奖励 奖励 还没想好 现在谈奖励还太早了 不早了 我倒是替姐姐想好了 你又有什么鬼主意 如果这次灭了任魔宗 姐姐可以把之前陈素颜 差点得到的奖励给陈导 这可是史无全力的奖励 你也说了 连陈素颜都没有得到 如果成功 陈导配得上 那就拭目以待 小姐 陈公子来了 陈导 我们也算是老相识了 就这么信不过我 不多说废话 秦月武 带我去护山大镇 我要亲眼看到护山大镇被撤去 你这男人 真是无趣 走吧 我儿冯小天 怎么会无缘无故失踪 而且还是在任魔宗失踪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宗主恕罪 我们确实找遍了任魔宗 没有找到冯少主 找 进去找 我儿有什么事 我们都要陪葬 宗主啊 我最近听说 少主之前和秦月武有过接触 而且秦月武最近多次查看护宗大镇 秦月武 带我过去 这里就是控制护宗大镇的地方 这下可以相信我了吧 既然如此 事不宜迟 立刻撤出护宗大镇 灭掉任魔宗 好 在干什么 林一大师兄 快点救救我们 秦光门一点颜色 看一看 如果不是秦人 请问首席 你可敢接受我的挑战 我们秦月宗帝 绝不会复杀而逃 不能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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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他 是我表哥 是来任魔宗看我的 表哥 你叫什么名字 秦岛 我问你 可曾看到我儿冯小天 未曾看见冯少主 是吗 我可是听说 你在此和我儿见过面 是见过一面 但之后再也没有碰到过少主 本宗主信不过你 为了证明你的清白 让我搜魂如何 什么 怎么 你不愿意 还是说 你心里有鬼 我自然愿意 宗主请吧 很好 如果你没问题 本宗主 动手 这点小伎俩太幼稚了 是吗 秦岳无 你这个叛徒 为什么要叛变魔宗 哼 为什么 你不清楚吗 我本来已经预定了晋升天魔 但你却把名额擅自给了你那不成绩的儿子 那又怎样 本宗主从来没想明白 为什么你会获得晋升天魔的名额 我风于海 好歹也是一宗之主 为什么那个名额都不给我 我实在想不明白 魔宗那些人是怎么想的 敢抢我秦岳舞的东西 我恨不得扒了你的皮 哼哼哼 这里是任魔宗 是本宗主的地盘 你说这话 哪来的底气 我现在就毙了你 为我儿报仇 封主 且慢动手 此等叛徒何许你动手 我替你毙了他 纪约我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毙了你 蛤 什么 SA 弱方 除够羊 连你 竟然也背叛了我 我靠 这反准差点闪了我的腰 这秦月武好手段啊 连魔宗长老的墙角都能挖来 我又宰了你们 秦月武 现在关掉护宗大阵最重要 放心 早有安排 毁掉大阵 有本宗主在 我看你们怎么毁掉 什么 小姐 大阵已经全部炸掉 你们 竟敢如此做 换了你们的皮 陈导 赶紧联系你们的人 好 是陈导的信号 王武学院所有人听令 全体进攻 今日 全剑人魔宗 上 废基人 不期待了 你不 我要宰了你们 陈导 王武学院的人再不来 我们顶不住 放心快到了 秦月我 先毙了你 好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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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竟有如此占你 硬狠危机而没事 陈导 多谢 陈导的战力又提升了 我不是在救你 我只是觉得 此事你为主导 还不能倒下 宗主 宗主发生什么了 你们来得正好 秦月武初为一两人叛乱 都给我灭了 一个不留 什么 如长老和秦月武竟然叛乱 秦月武 不得不说你胆子不小 但是脑子不好 你就算把护宗大战毁了又如何 你能叛乱成功吗 哼 我秦月武 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 大言不惨 来人 给我寡了这些人 拟了这些叛徒 杀 啊 他是 是皇巫学院院长 你竟敢来武人魔宗 今日 人魔宗必灭 大言不惨 这里是我冯云海的地盘 皇巫学院全军出动 灭掉人魔宗 林一大师兄 快点救救我们 秦国没一点颜色 看看 如果不是几天 请问首席 你可敢接受我的挑战 我们秦月宗地 绝不会不战人逃 不能对 哪怕是战死 你绝对不走 那就约路 人魔宗必灭 秦月武 我说你哪来的底气 原来是勾结了皇巫学院 正魔自顾事不良力 你不知道吗 你竟然勾结正道 万物皆可为我所用 下 人魔宗一个不留 宗主 宗主 这皇巫学院有备而来 我们全部防备 现在不敌 就扛不住了 方巫海 扶住吧 你不真以为 能奈何得了本宗主 我说了 这里是本宗主的地盘 神奇 大阵都被破坏了 你还怎么起 这是 不好 这是设置在空中的阵份 没有人告诉你吗 此地只能控制人魔宗的一部分 本宗主 也控制着一部分大阵 而且是最核心的天空大阵 所有人 都得付出代价 哇 这是魔音 魔音贯儿 你们抵挡不住 我魔宗无上魔音 你们这些人 谁能挡得住 魔音太过邪性 我顶不住了 那 院长 这样才就不行了 魔音知晓 我们根本没有战斗力 承住 今日绝不能功亏一篑 到了现在 还抱有幻想 天真 皇巫学院的人 一个不留 可恶 你很不错 魔音观耳之下 既然战斗力还没丧失 那就让你尝尝魔音的真正厉害 魔音冲击 走吧 有魔音在 我们根本无法战斗 只要破坏掉 上方的魔音阵法 我们才有可能获胜 小姐 事不可危 向皇巫学院的人顶着 我们撤吧 诸都算计 还是失算 再等等看 这么做我不甘心 春哥 你没事吧 我还好 你看来受魔音影响不大 我也还好 阿兵来 救人 好 还又不受魔音影响的 我走 是陈导和灵虎 他俩竟然没有受到魔音的影响 陈导 果然他又站出来了 不可饶鼠 到了现在 还有碰到的蚂蚱 魔音冠儿 给我摧毁他们 不行了 扛不住了 这个魔音之下 我们毫无反抗之力 可恶 老公快一溃了吗 可恶 坚持不住了 不 陈导还站着了 他还能撑住 也许希望 在他那里 我 我不希望 不希望 不 咋就只有我站着了 嗯 哎呀 我也不行了 嗯 嘿嘿嘿 现在都站不起来吧 我收割了 是我大逼的 什么 我去 灵谷你可以啊 不受魔音影响 这个 可能我比较怕 怎么回事 一个年轻弟子 竟然因而再都不受魔音影响 既然如此 就快不能本宗主了 这家伙的行为比我高许多 我不行了 本宗主在这里是无敌的 还有谁 还有我 你 原来你也是装的 你也没有受魔音影响 这怎么可能 安静不出 天青宗 嗯 只供音灭我天青宗 用不着找什么理由 天青宗没有意识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魔音对我们都影响颇大 对这两人却影响收效甚微 陈导之前在玄武学院闯过魔音这一关 应该有抗讯 至于这灵狐怎么做到的 非一所思 那接下来 要从根本上解决魔音的能力 陈导 他竟然要去破坏空中的大阵 现在我有破坏空中的魔音大阵 我们才能反败为胜 一事 陈导能做到吗 哈哈 五次两立 五次两立啊 小兵魔音滔天 你这是自讨空吃 神明不但有魔音 竟然还有魔际的围扬 陈导 小区也帮不了他 平常会被魔音所伤 现在 只能靠陈导自己了 小子 我该 不自两立 学武学院经受过魔音的煎熬 要不然还真坚持不下去 现在 就看我这一剑的威力了 魔音 给我斩碎它 嫂子 你是来搞笑的吧 什么 竟然真的成功了 还得是我徒弟 这个男人真的做到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所有玄武学院弟子听令 歼灭人莫聪 人间莫聪的人 完了 怎么会这样 可恶 都是你这个小兔崽子 我灭了你 灭 灭配 现在已经是你的末路 孟月海 旁边来 姐姐 人魔宗的弟子 大部分都已经见面 除掉人魔宗 千年来没办到的事情 被我们办到了 大功一剑 怎么会这样 我人魔宗居然覆灭了 冯宗主 下辈子记得 别扯我 贱人 七月五 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 我灭了你 下去陪你儿子吧 天魔令 找到 你就是为了找这个东西 才灭得人魔宗 陈导 你就这么关注我 你该不会对我 你想多了 陈导 人魔宗覆灭 你功劳最大 你跟我来 我有东西送给你 什么东西 好东西 你见到就知道了 东西在哪儿 在那里 那里是哪里 什么 很意外 没想到我早有防备吧 我如果说我是在开玩笑 你信吗 你坑了我这么多次 你以为我信吗 陈公子这份警觉性 老夫配 你这条老狗和秦月舞一样恶心 我能不防吗 陈导 这些十日你成长得真够快乐 简直是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少说那些没用的 秦月舞 今日你我做个了断 其实我叫你来 真的有东西送给你 陈公子 拿着吧 你以为我会拿吗 打开 让陈导过目 陈公子请看 这是灵兽弹 不错 这是我在人魔宗宝库中 发现的好东西 就送给你了 现在你知道我对你是真心的吧 东西我收了 既然如此 我们也该走了 陈导 最好后会无期 你干什么 没什么 剩我来 好的倒是快 这秦月舞逃命的本事倒是不少 小姐 没事吧 我没事 这成岛成长得太快了 未来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对手 可惜这次没有解决他 不用担心 我进入天魔院之后 会有更大的造化 我的成长速度 不会慢于陈导 小姐 给陈导的那颗宠兽弹 可是人魔宗最珍贵之物 如果让它孵化 岂不是增强了它的战力 那颗弹是从一处上古遗迹中所得 在人魔宗上百年都未孵化出来 陈导大概率也无法孵化 好东西 我怎么会给它 再说 我在那颗弹上做了一些手脚 到时候孵化出来 它会有惊喜 人魔宗真的覆灭了 现在我简直都不敢相信 是啊 这一切多亏了陈导 姐姐 该给它那个至高无上的荣耀了 荣耀弟子 这在皇武学院历史上绝无仅有 陈导的功绩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确实如此 这荣耀弟子便给它了 这里就是人魔宗存放宝贝的宝库 不知道有没有我需要的零件 人魔宗还真是不富裕 就只有这点零碎的兵器 辽胜于无 西 陈导 准备一下 师父 这是要 升入玄武学院的晋级赛要开始了 马上去集合 好 这次武院联考 一万三千名考生 只有三个竞技名额 啊 武院联考 武所和武学院一起比赛吗 别着急兴奋 武院里面 我们学院排名倒数第一 实力最弱 真的 这次我们学院只有前二十名参加此次竞技赛 这里有一些人可能会针对你 你要小心 师父 你知道我的事情吗 陈家独子 一门双王侯 你这身份可不是那么好隐藏的 人都到齐了吗 还没有 赵日天 杨霸市 刘斩仙 三人未来 这三人一直在闭关 我来了 赵日天 霸市 刘斩仙 你们三人修为都是精进许多 这一次我期待你们的表现 武院联考三个名额非我们三人莫属 不要小看其他寺院的天佳 记住 你们这二十人是一个学院的师兄弟 切勿内斗 在保证击败其他寺院的基础上 你们之中再决出前三的名额 废话不多说 出发吧 陈导师弟 我们一起吧 以后有个照应 好 加我一个 刘蕊 你来干什么 我和陈导师弟一起 我们已经一起 不缺人 楚云和刘蕊 似乎有些不对付啊 两女共事一夫 我不介意 就是生虎狼之词 走吧 这里就是试炼场地 其他寺院高手动多 要小心 进入这里的美人 都会拿到一枚令牌 此次排名高低 就是看手中令牌的数量 也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的任务 就是抢夺其他人手中的令牌 晋级赛果然简单粗暴 为了方便区分 按照实力排名 我们所在的黄武学院 暂时被称为第五黄武学院 待会碰到其他学院的人 一定要小心 等等 这些信息 你们是从哪里知道的 我怎么都不知道 这些信息 都是导师告诉自己的弟子 苗导师没有告诉我 并没有告诉我 晋升赛 我还是刚刚才知道的 这倒是符合苗导师的行事作法 对了 刘师姐 咱俩一个导师 这些你也不知道吗 我知道 你为啥知道 师父告诉你 没告诉我 不是 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晋升赛 按照我的年纪 也是最后一次 所以这一次 无论如何也要晋升玄武学院 哪怕搭上性命 在所不惜 好像是第五学院 第五学院 我们运气这么好吗 你们三个令牌交出来 饶你一命 我补充一下 男的不留活口 两位美女如果愿意陪我 才能活命 看服事 这三人是第三学院的 敢侮辱我 嘴给他撕了 老子和你们说话 赶紧过来跪下 你一个 看奇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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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我救了 让我们一命 我们跪下 令牌交出来 给 我们都给 令牌都给三位大人了 我们就不打扰了 站住 别让你们走 我们令牌都交了 我给你们个活命的机会 帮我们再拿到六枚令牌 我就放了你们 六枚 我们去哪弄 这是为难人呢 我不管 你去偷去抢 去骗同门 我都不管 弄不到 我 我 我们去闹 我 我们去闹 对不住了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啊 干得不错 你们三人 要当判断的简致 公子 加上这三枚 六枚令牌 我们都凑齐了 放了我们吧 我们坑了六名队友 回去跑 还不知道被怎么惩罚 爸 好嘞 陈导师弟 还是你这样来钱快 干的 是第四学院的弟子 是我们又如何 干的漂亮 我乃第四学院陈北极 我这名字如雷贯耳 想必你们都听说过 抱歉 完全没听说过 孤陋垮闻 学识浅薄 不是 你想干啥呀 叨叨逼逼这么半天 说正事 师弟 这陈北极确实有些名气 是第四皇武学院第一高手 你们是最弱学院 第五学院的 我想和你们合作 合作 怎么讲 是 是 另一个世界 运行是谁 还有人活着 合作 怎么讲 现在第一 第二 第三学院 已经达成末期 专门猎杀我们第四学院 和第五学院 世子简直转的你 这是世人干的事吗 虽然我陈北极天才无双 有信心战胜他们 但小心使得万年船 还是谨慎喜好 合作 倒也不是不行 只是 我们该怎么信任呢 我这么浓眉大眼 玉树临风 一看就是手心靠谱的人 还用怀疑我的人品 这么不要脸 应该没什么坏心思 看上去也不太聪明的样子 没那骗我们的智商 喂 你们说那么大声 我都听见了 行吧 我们答应和你合作 不过 你想怎么合作 很简单 第一第二第三学院 最厉害的 也就是那四五个人 到时候我们一起出手 灭掉那几天交集客 这是通讯服录 我们随时联络 你们想干什么 第五学院的拉姐 我们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我们是第二学院的大爷 赶紧给我在这磕一个头 陈哥救命 我走 你敢偷袭我们 你弯了 你走 我走 爽啊 爽啊 在干什么 打了两个 来了一窝 是我们的人 我也就他 小子投降吧 一个人打不过我们 我确实打不过 但是想让我投降 没门 这是什么 这小子想干什么 这是我家的机械堡垒 我就问 你们怕不怕 怕你大爷 一个铁球而已 吓我谁呢 废东东话干嘛 抓住他 机械堡垒 给我开 飞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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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能怪我 我问过你们怕不怕了 小师姐 刘师姐 你们这是去哪 赵日天 杨霸士 刘展仙三位师兄召集大家 要一起对抗其他寺院 我们一起去吧 三位师兄秀为高深 可以带领我们获胜 去吗 我更倾向于单独行动 去看看 院长说过 此次晋级赛 大家首先要团结对外 二十个人来了一多半了 剩下的再不来 不必等了 给过他们机会 既然不把握 是那些人的损失 三位师兄 还有我们 带带我们 看来基本所有人都到齐了 他怎么来了 你们为何把陈导也带来了 三位师兄 陈导不能带吗 这里没有他的位置 我们其实和陈导不熟 你和那三位有仇 没见过面 有个锤子仇 陈导 这里所有人都能留下 唯独你不可以 为何 我们不能告诉你 但你心里应该有数 有傻缺针对我 放肆 你敢骂大皇子傻缺 原来是大皇子 嗯 嗯 这三位师兄不太聪明的样子 陈导 你和大皇子怎么会有过节 说来话长 以后再告诉你们 陈导 院长说过 我们要先一掷对外 我给你个机会 跪下来求我们 我并不稀罕留下来 给你机会不中用 既然如此 楚院刘蕊 你们乃是宗门佼佼者 过来和我们一起 让陈导独自离去吧 抱歉 我并不稀罕留下来 我也不稀罕留下来 什么 你们竟然如此做 你们可想好了 离开我们 久死一生 想的明明白白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莫要自悟 走吧 放肆 等我三大天骄不存在 给我站住 陈导 你竟然分裂大家 现在就毙了你 这货是不是脑子有大病 我分裂大家 这三个闭关时间太长 脑袋长袖了 什么 偶尔天师兄被一剑斩飞出去了 怎么回事 你见我很厉害 没事 轻敌了 这就使出全力 毙了他 不可 现在人太多 出去后 院长会怪罪 等找机会再出手 陈导 你跪下认错 我放你离去 哈哈哈哈 蠢货 啊 你说什么 偷东西 脑子 大蠢驴 形容的 就是你们三个货色 啊 这 陈导这么勇吗 敢当众羞辱三位师兄 陈导近来表现极好 但终究还是新人 他怎么敢啊 他骂我们 死死死当千头万管 陈导 骂得爽 爽是爽了 但这三人修为确实很高 我们恐怕要一场恶战 谁说要和他们打了 那要 先离开这 院长说了 先不要内战 他们竟然跑了 乘客我蛇之勇 先不用管他们 人倒早晚要死 我们最大的敌人 是第一学院 这是 另一个世界 运行是谁 还有人活着 啊 啊 什么声音 啊 送宝箱的来了 宝箱 什么意思啊 每隔一个时辰 就会有非洲过来 投送几个宝箱 里面各种修行资源 武器 丹药等宝贝 应有尽有 还有这回事 这会不会 破坏比试平衡啊 放的是一般的修行资源 也就算了 但有人就算 叫来厉害的法宝 实力啊 可是会突飞猛剑啊 运气从来都是修行的一部分 在修行界 从来都是如此 再说 运气再好 也要有实力做后盾 才能抢夺宝箱的资源 而且这样 也会让整个比试更加激烈 这是那些高层希望看到的 快看 有一个宝箱朝着我们这边来了 瞧着落地离我们不远 走 过去看看 我都要看看 里面有什么样的好宝贝 在那里 箱子还挺大 看样子 的确是装着不少东西 等等 小心有埋伏 埋伏 嗯 很多人会提前在宝箱周围 设下埋伏 等到其他人前来捡箱子的时候 直接出手 这样一举两得 既能得到宝箱 又能得到令牌 才能这么玩 噓到了 那咱们 你先找个地方藏起来 先观察一下 有人过来 在这里 宝物禁在眼前 我去开宝箱 我去开宝箱 不好 有埋伏 等了半天 才来了三条小鱼 看来收获一般啊 医学院 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是第二学院的 之前可是说好了 先集中对付第四学院 和第五学院 是说好了 但那是学院前几位妖妮的协议 和我们普通弟子无关 退 千真 废物回宫了 看来不会有人来了 直接开宝箱吧 蹲了这么久了 真期待里面的宝贝啊 不好 赶紧接背 我们也被埋伏了 可恶 狗胆包天 是谁敢偷袭我们 有本事出来打一场 别躲在后面放冷剑 竟然是第五学院的垃圾 你们还敢主动攻击我们 不想活 小子 别废话了 给你个机会 出来和我一对一 你此量力的家伙 先废了你 然后再慢慢的折磨你 你真是第五学院的学员 第五学院是最弱的 怎么会这么强 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个了 准备好上路了吗 啊 你 啊 应该没有人再来了 开宝箱吧 啊 哇 竟然全部都是丹药 而且都是疗伤蛋和增援丹 够我们大战几次的了 又是啥声音啊 不好 光木开始缩小范围了 每隔一段时间 光木就会缩小 到最后 所有人都是被迫聚集在一处 这次晋级试炼 真是有些意思的 怎么这么多尸体 都是第四学院的 啊 看样子 第四学院全军覆没了 前面有导作的学院 陈北极 第四学院全军覆没 跪下投降 你认命吧 我陈北极 就算死也是战争 这些家伙 我和你们拼了 就要不要你一个人 先 你拿什么拼啊 还是乖乖下回求饶吧 我倒还能饶你一条小命 快跑 这家伙有自暴 这小子骗我们 他跑了 快 你让他跑了 自从百年前师徒四野 无数修饰 才能成为师 陈北极 你跑什么 亲人哪 你们终于来了 我太想你们了 啊 啥玩意儿 就亲人了 我们和你很熟吗 我们中了第二学院的埋伏 这帮杂碎们 把我们第四学院全灭了 就我还活着 快 一起跑 你们三个愣着干什么 跟我一起跑起来啊 快点跑起来 不想跑 想找死 你们疯了 再不跑就没命了 我觉得 这是个反杀的好机会 别闹了 第二学院的大部分人都睡来了 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 没事 不用慌张 人多就个个击破 唉 陈导 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吧 看吧他急的 事情就是这样 大家觉得可幸福 陈导这个方法 可以试 陈北极 你的意见呢 我可以拒绝吗 不可以 那你还问我个球 在那边 别让他跑了 你们给我站住 哈哈哈 这小子不跑 抽什么疯啊 可能知道跑不掉 认命了 你们是不是很想知道 我为什么不跑 哈哈哈 我们不想知道 只想摘了你的脑袋 什么人 是第五学院的 第五学院也敢偷袭我们 赵虐啊 大家快躲开 我要封大招了 不好 这相国好厉害 好强的剑气 大家小心 啊 那小子人呢 啊 那小子跑了 可恶我 这小子耍我们 追他 别让他跑了 哇 怎么回事啊 又是谁 伤我们的人 有本事猪了 蒸大你们的狗野 是你姑奶奶我 真是稀奇了 第五学院的垃圾 竟然一个个的敢主动攻击 真是长本事了 找死 抓住这两个小娘们 你 这 追 这些垃圾 敢冒犯我们 一个都没有放过 陈北极呢 怎么还没来回合地点 我来了 别跑 别跑 给我站住 好险啊 这些人跑得可真快 差点没跑过 被嘎了 跑呀 接着跑呀 看你们往哪里跑 你们被我们包围了 跑不掉 包围 我们四人 你们三人 是我们把你们包围了吧 一群若鸡也配说正话 就算我们三个人也能轻松把你们宰了 那就 笔活笔活 上 我来宰了他 什么 发生了什么 他怎么这么强了 啊 齐芳 第五学院的废物怎么会这么厉害 我们竟然一招都没有定住 嘿嘿 傻了吧 上 没了这两个傻货 你先去退 哪里走 那如此 本事故意奔散我们 把我们引到这里的 没反应过来 但是 已经晚了 轻松惬意 都不用我出手啊 第一波蠢货解决了 不要调以轻心 第二波也马上来了 在这里 让他们跑了 谁有两个 哼 第二波比想象的还蠢 你的卑鄙 这么轻松就干掉了 真的啊 没想到你们第五学院 还有你这种绝顶聪明之辈 这样下去啊 第二学院一波波都会被我们干掉 行 做好战斗准备 第三波也来了 在这里 包围他们 走 心里剩下的那几个 怎么回事啊 出去三拨人追那几个家伙 怎么一个都没回来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怎么可能 一定是那几个家伙见色起义 毕竟可是有两位大美女 啊 几个傻缺 来了 谁不过 李德盛 查询时间没有见到 把他们咋了 那群笨蛋 被我不小心宰了 现在被丢弃在那边小树林了 不可能 就你们几个垃圾 也能打过我第二学院的弟子 快 你就知道可能了 什么 好快的剑 好恐怖的力量 快跑 想看他们 没想到 我们合伙竟然可以把第二学院干得半费 陈导 你让我刮目相看 现在第二学院除了那几个天骄 其余人都被我们嘎了 还有漏网之余吗 第二学院的天骄什么实力 他们实力很强 我打不过 应该再画丹镜 画丹镜 比我宁神镜整整高了一个境界 未必不可一战 且我还有底牌未有 光木又在收缩 我们需要继续朝着中心位置赶路 不然会被光木追上 先去抢宝箱 这个宝箱最好不要抢 第一学院第三学院的人 肯定已经前去了 那不正好吗 那不正好吗 利用他们的自大 钓鱼把他们全嘎了 没人 都在暗处猫着了 现在就看谁忍不住先出去 我 老虾 不会这么好运吧 让我捡到了 我去 来了个傻胖子 屎灵虎 哈哈哈哈哈哈 中计了 搞了这么久 没想到 只逮到了一个小胖子 还是第五学院的垃圾 这波简直是浪费时间 那些老六 原来在暗处等着我了 真是阴险狡诈 这叫兵不厌诈 确实是兵不厌诈 正所谓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没想到 能一下子逮住了六个 倒也还行 你学院的 我们可是提前说好的 先灭掉掉车尾的第四和第五学院 之后我们再来决胜负 要违约吗 那只是天骄们说好的 和我们普通弟子有什么关系 他们现在又不在这儿 好啦 我说无业 灭了他们 可恶 别太神仗 不死 拿你不到 你先走了 你出来吧 还好有这个 还好有这个 我那个 这什么玩意儿啊 我 这家伙拉风啊 居然有这么好玩的东西 厉害了 丑货们 都别打了 那嫂子抱着宝箱跑了 这 宝箱只能是我们的 小子 这下没地方跑了吧 放下宝箱 还有 把这个傀儡的控制权也交出来 啊 当初就不该偷懒 没把那个飞行傀儡带出来 要不然也不至于被困在这儿了 上 围住他 别让他跑了 啊 这些家伙是 不会是哪个学院的 来骑胡的吧 神哥 你 你什么你 你这个弱剑 竟然敢签宝箱 把他围起来 绝对不让他跑了 围起来 他差池难逃 什么情况 现在他们吃错药了 诶 初衣师兄 不用你们动手 我们上就行 等等 你们是谁啊 我们怎么没见过你们 不会是其他学院的 诶 哎呦 师兄 连我们都不认识吗 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啊 呃 你之前认识吗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怎么不认识啊 我是你二大爷呀 二大爷 哪个二大爷 可恶 小子你敢耍我 你活腻歪了 孙子 耍的就是你 啊 啊 哎 嘿嘿 诚哥还真是机智 诚哥 我来助你 啊 诚哥 幸亏遇到你们了 不然我还真不好逃 我 李虎 你小子可以啊 隐藏的够深的 这玩意儿 怎么没看见你拿出来过啊 哈哈 都是小玩意儿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什么货 李虎 李虎 没有见到 不值一 小玩意儿 啊 这可不是小玩意儿 如果我没猜错 能造出这种东西的 只有 啊 怎么回事 快看那边 光目在急速缩小 这样下去 很快所有人都会被集中在一起了 到时候 就是决胜负的时候了 最终的决战要开始了 现在这个阶段 大部分人都倒下了 包括第一 第二 第三学院的人 我们五人一起 也算是一股不小的势力 走 既然我们实力 基本上还完好 那就谁也不用怕 神党斩神 鬼党抓鬼 干就完了 从光目的缩小趋势来看 这里便会是一会儿的最中心地带 所有人都会被迫过来 既然如此 我们就在这儿占据有力地形 守株待兔便可 我们虽说是第五学院 但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敌人 整体实力保持充沛 这一次我们三人必会拔的头筹 看那边 有人来了 是第三学院两位最强天教 怎么回事 第三学院的子弟 除了我们二人怎么一个没来 是有些奇怪 这里是最中心 按理说所有人都应该赶往这里了 又来一个 我第二学院弟子何在 速速过来会合 奇怪 竟然一个都没来 还没到吗 此时不同寻常 我第一学院也没有弟子抵达 看那边是第五学院的弟子 怎么会这么多人 几乎没有损失 去灭掉这群垃圾 顺便问我清楚 第一第二第三学院的弟子 几乎都实不存一 只有我们还保存了实力 这说明我们是最强的 最终的赢家肯定属于我们 哟 都在呢 挺早的啊 我是不是迟到了 啊 陈导这几人竟然还活着 走了狗屎运吧 肯定是躲在哪个鸡角嘎啦里 都光目缩小了躲不下去了 才出来的吧 是我 又是第五学院的 奇了怪了 第五学院怎么活下来这么多人 明明我们三大学院联合起来 要灭掉第五学院的 何须在意他们 一群垃圾而已 出手灭了便是 陈导 楚运师姐 你们来了 太好了 快过来 闭嘴 这几人先前不遵无等命令 不许来此寻求庇护 让他们自生自灭即可 你就算跪下求我们 也晚了 这些人未免太霸道 太看得起自己了 谁愿意加入他们 你们是不是忘了 我们的存在了 第三学院 你们只剩下两人 难道还能与我等抗衡不成 真是 还有第一学院 第二学院 你们就只有一人了 我劝你们识时务 立刻投降 你这话 倒是把我都笑了 身为若即而不自知 真是自取灭亡 谁给你们的勇气 和我们这么说话 赶紧吧 虽然出了点意外 但既然都这样了 就赶紧结束了他们 等 这几个归我了 我先把这几个干掉 我们什么事啊 我们又没惹你们 这人有大病吧 非得来惹我们 小废话 命来 看到这没有 这就是身为弱者 没有受到我们庇护的悲哀 什么 这 师兄 你没事吧 没事 刚才是我大爷 这小子没想到这么强 说我们若即 我看你们就是鸡屁股 连我们第五学院 一个普通弟子都打不过 你们哪来的勇气对付我们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偶翔 否则我们也只能出手 打破了第三学院 就敢嘲笑我们 真是自食行高 无过普通水平 仗子生许大 真以为自己有本事 你们算什么东西 来的正好 让我把你是第二学院天骄 斩于此地 怕是要让你失望 滚回你的第五学院 臭狗死吧 什么 是怎么可能 明明陈岛都能击败你们 是我大爷 再来 先长你走时 赐予我恶人骨这枚长青令 拿着这枚令牌 你必定可以入长青仙门 再来 神奇事实的傻子 懒得和你废话 可恶 怎么会这样 这 居然真的打不过 杀 宰了他们 这群人不过是稍微棘手了一点 一起出手 别给他们任何挣扎的机会 别慌 我来占他 我信你 闭关 闭关 这么久 实力总归比刘斩仙要强一点 我闭关之后有大开悟 算什么东西 也配占我 配不配 这一拳就能说话 你牛自家真信了 陈岛醒醒吧 他们怎么会这么强 明明陈岛都能打败他们的 这是为什么 怎么回事 杨霸士 赵日天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如果连三位师兄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岂不是白送 好像刚才陈岛击败了第三学院的天教 我们难道要寻求陈岛的庇护 这听上去有些不太靠谱啊 宋玄 别再莫保机器了 蛇物 都给我顶住 我们一定会获胜 随我一起冲 疫情垃圾 刚开始被你们吓了一跳 差点把我们给唬住了 不行 不行 你们完全不是对手 怎么会这样 可恶 我三人闭关十几年 竟然还不是这些人的对手 挂紧时间 下手利索点 不急 那边还有几个站着呢 正好 那几个都还没让我打过影呢 我去把他们解决了 你们几人是跪下投降 还是让我抽手 打碎你们的乞丐骨 再跪下投降 你过来 你在对我说话 不然呢 就是你 过来 你敢命令我 你一个龙椅竟然敢命令我 喂 害怕了 既然害怕了 就别放狠话 你要真有种 就过来和我单挑啊 笑 我会怕 这就过来宰了你 单挑什么 来啊 让我看看你有几分本事敢和我来 打架 这傻伙还真敢来 求他 早就等不及了 一起上啊 你们不讲武德 好了 差不多了 都停下吧 可别说我们不讲武德啊 这确实是单挑 只不过 是你 单挑我们一群 这 这就解决了一位无敌天敲 这也太无耻了吧 虽说是以夺胜手 不过毕竟也是赢了呀 呸 看着吧 这下他们是彻底惹脑对方了 你们这些无耻的小人 说好了单挑居然群殴 不可饶术 怎么不服 那你也来和我们练练啊 混账 等我把你 奏到跪地求饶的时候 看看你的嘴是不是还这么硬 来 我倒看看 是谁会被奏到跪地求饶 山哥 这次不求了吗 不用 这种货色 其实我一人就能活劈了的 真是不自量力 一个第五学院的垃圾 哪来的勇气说这话 好 吃我一剑 一剑都扑不下来 还敢吹牛 既然有如此实力 好 难得有人 只得我发挥出全部战力 再来 第二剑 这 这怎么可能 还没完呢 三剑 怎么会这样 这陈道又如此实力 我没在做梦吧 这下子糟了 我们这还怎么完成大皇子交代的任务 医学院的天教失败了 师兄 我们怎么办 走 快走 还愣着干什么 他们不是对手 我们更不是对手啊 山哥 你帮家伙见识不明要跑了 那就追上去啊 一个不留 之前还嚣张跋扈 现在想跑 晚了 早看这两个混蛋不少了 干犯他们 喂 别逃啊 这次真的和你们单挑啊 都干趴下了 那么现在 就剩下你们了 先找您走时 赐予我恶人骨这枚长青令 拿着这枚令牌 你必定可以入长青仙门 等 等等 陈老师弟 怎么是一个学院的 不至于吧 都是赵日天他们打压你 和我们无关 我们退出 这次陈生兄 肯定得到第一名 那么 你们三个呢 陈达 我不信你一人是我们三人的对手 大皇子 让你们在此地杀了我 对吗 是又如何 难道你能反抗大皇子 你们怕他 我可不怕他 陈达 有能耐我们就单挑 单挑 单挑 我们人多 为什么要和你单挑 对付你们这种渣子 不需要叫武德 你们 你们也太不叫武德了 无耻 显成是无耻 罢了 你们退后 我自己来就行 啊 行吧 对付这三个杂鱼 你们自己也能轻松解决啊 陈导 哦 这可是你说的 你一个打我们三个 就是 你不会反悔吧 看样子啊 他们还以为三个人就能赢过陈导了呢 哼 那就让他们试试呗 这 怎么第五学院 真要立战啊 想不到刘展仙他们竟然是这种人 就是 不仅毫无道德底线不说 还打算帮着万人对付自己的师弟 哼 真是太过分了 明明没实力还要装大头 刚才要不是陈导师兄 我们可就完了 少在那里逼逼赖赖 都给我闭嘴 想死吗 陈导师兄加油 陈导师兄 你要是开口 我们帮你一起打他们 难道你们忘了是谁一路庇护你们吗 哼哼 看到了吧 压根就没人支持你们 你们准备 怎么被我虐 哼 我承认你很厉害 但你一个人打我们三个 肯定不是对手 不错 刚才你之所以能击败他们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我们消耗了他们的力量 我承认你很强 比我想象的还要强 但是陈导 这回你拖大了 真不 陈导 你竟然下死手 你这是在残杀同盟 什么情况 我们三个人实力都是差不多的 陈导能一见解决羊霸事 那我们多半也不是对手 陈导 我们可是大皇子的人 你来真的 没错 你现在收手 大皇子还能卖你个面子 但你要是都到了这个时候 以为他能救你们吗 好了 什么话下辈子再说吧 你追求好强 你追求好强 好强 你追求好强 他是我们第五学最厉害的 这次不可以是我们第五学最厉害的 你追求了 你追求了 追求了 那剩余的呢 不如让他们比试一下 决定剩下的五个名额吧 我这里有令牌 但给谁都不太合适 你们自己决定 和五个人来吧 我怎么就肯定不爽了 你以为老子怕你啊 王龙 你小子 欠钱不还是吧 这五枚令牌 现在是你们的了 剩下的六到十名 你们自己安排吧 再打一架我也不反对 那我们也可以离开了 走吧 我们去传送阵 怎么出来了这么多 难道你们这次都进几了 好啊 真是太好了 怎么样院长 我就说我的弟子不错吧 陈导 快说说你今的战况如何 你排名第几 我是 第十名 也还可以了 第一名 第一 不止陈师兄是第一 前四都是我们学院的 我是第二 楚一是第三 灵虎是第四 除此之外 第六到十也都是我们 什么 以前竞技赛的时候 我们学院的人 伤亡惨终不说 就算运气比较好竞技 那也是名字靠后 现在 竟然一下子竞技了九个 自从百年前失毒四隐 无数修饰被改善成为师兄活了 整个修真剑 你来了 前四 老师兄气息 万物提取系统开启 我是 第一名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活着就好 不要撒谎 是真的 他们第一 第二 第三学院结盟了 打算对付我们第四 第五学院 我们在陈大哥的带领下 成功灭掉了他们 我们把四大学院的人都灭了 也没有吧 第四学院是第二学院动的手 也有一个活口 帮了不少忙 这第五就是他 不愧是我的好徒儿 师父 苗院长 第一第二 第三学院的人都被我干掉了 应该没事吧 你都做完了才来问我 有用吗 而且我问你 你怕吗 自然是不怕的 放心 晋级赛中安危自负 没人会来找你的麻烦 就算你不这么做 那几个学院以往 也总是在赶紧杀绝 你们这次排名不错 给整个第五学院争的荣誉 除了你该有的奖励以外 我还要给你一个额外奖励 是什么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第五皇武学院的 荣耀弟子了 这是啥 咋就这么一枚令牌 还不如给我点别的好处呢 竟然是荣耀弟子 这可是当初陈素颜事件 都没得到的东西啊 不过陈师兄这么厉害 能得到这个 也是实至名归 真厉害啊 这下陈师兄击败 去了选武学院 也能得到不少好处了 具体的 回头让苗长老告诉你吧 都回去休息吧 陈师兄再见 陈师兄 我们先走了 大哥 我也先回去了 我们也走吧 说说 在里面经历了些什么 早知道 陈道实力不简单 没想到会这么厉害 是这样的 我们一进秘境就被埋伏了 后来 到了秘境时台 赵日天他们三个 竟然联合学院的其他弟子 刘展仙他们太过分了 竟然谋害同门 落得这个下场 也是最有应得 刘蕊 你先下去吧 我有些事要和陈道交代 好的师尊 看来师尊 这是要给陈道交代 荣耀弟子的事了 这荣耀弟子是皇武学院 最珍贵的东西 有了这个 以后你就相当于 有了竞书第五学院的 一张门票 门票 不错 如果你自身实力足够 只是差了一点机缘 那这个身份 就能让你竞书第五学院 而如果你差的太多 那么你也可以凭借这个身份 竞书第五学院参观一下 并可以进去学习一套功法 当然 等级不会太高 这么说来 还不错呀 还以为这身份没用呢 现在看来 还是有的 那可是第五学院 里面再普通的功法 也超过皇武学院无数倍 那是自然 也就是你的运气好 当初陈素颜 也差点成为荣耀弟子 可惜 没有太多的功劳 哦 原来如此 还有 去了玄武学院 你也能知道 这荣耀弟子的好处 但也有一些坏处 你自己体验就行了 这个便宜师尊 还真是不太靠谱 晋级赛的时候 不说就算了 现在解释 也不说全部 想来应该是 关于第五学院 尤为重要的机密 否则不会不说 主人 我们到了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虽然有天魔令 但我不知道 如何进入天魔宗 主人只需要 带着这个天魔令 进入天魔宗 就可以了 天魔令 都是登记在册的 主人也不用担心 不过 不过什么 人魔宗覆灭 可能会有人 对主人不利 人魔宗 还有这个关系 这个我也不知道 只是猜测罢了 每年宗内都会有 不少资源 莫名其妙消失 明白了 我会注意的 我现在是明白 任魔宗 主为何想要 摊下名魔了 原来是有些关系 只不过一些 利益关系而已 你们找个地方等我 遵命 主人此行 还望谨慎行事 来者何人 人魔宗 秦岳武 天魔令在此 我现在要进入天魔宗 原来你就是那秦岳武 你与皇武学院谋划 覆灭了人魔宗 还敢来这里 你胆子是真不小啊 是人魔宗先对我不利 我才出手 他们想要我手里的天魔令 而且拒不翻放 那也不是你动手的理由 害人之心如此之重 今天就让你 那也不是你动手的理由 害人之心如此之重 今天就让你付出代价 住手 服武 你要阻我 秦岳武合作之友 我天魔宗需要的 就是这种天残 既然是他们先对秦岳武武力 那自然可以还手 被灭了 也只能说是技不如人 你 看来我是出不了这口气了 原先的人魔宗族可是每一年都给我很多的好处 现在好了 全没了 宗内对秦岳武很满意 已经打算让他成为内门天魔了 代表什么 你应该懂 失去的 就退下 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结束 爽 经过这几天的稳固 我的境界稳定在了凝石进五层 实力比之前都还要强大不少 大哥大哥 怎么了 大哥 陈北极那家伙要请我们出去 出去 出去干什么 陈北极只是有过短暂合作罢了 交情可不算太深 虽说那家伙浓眉大眼 看上去很憨厚 但实际上是什么样子 可不一定 他说邱月城房市要开了 问我们去不去 房市 嗯 他说为了报答我们 可以替我们拍下几件东西 大哥 我们要去吗 哼 那就去看看吧 正好 这次去见识一下那个方式 看看有没有什么用得着的东西 我现在的实力突破得这么快 也不会害怕有什么危险 你准备一下吧 叫上刘蕊他们 一起去 放心吧大哥 我们都在等你 我们都要去玄武学院了 这也算是提前打好关系 大哥 邱月城不是很近 我们要先坐传送阵 去巨巷城 然后再去邱月城 哼 刘蕊 你滚远点 我有话要和陈师弟做 我怕陈师弟被你蒙骗 看看你有什么打算 我要和陈师弟亲嘴 你也要看吗 哼 陈师弟就算亲 也是亲我 你算什么东西 这俩人怎么这么生猛 亲嘴也不问我本人的意境呢 几位 你们是来做什么的 本少在巨巷城也有几分博面 要不就让我来带这几位逛一下吧 我看 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小的吧 把他们给我围起来 本少乃是巨巷城赵家大少 折腦了我 你们可就没办法离开了 这死活的东西 哪来的滚那里去 油枪滑掉 不想被揍就抓紧滚 很好 很久没人敢这么和本少这么说话 还愣着干什么 就拿下那两女的 赵少爷 那两个男的呢 哪还用说 自然是堕了胃狗 惹了赵少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下辈子擦亮眼睛 不能惹的人不要惹 你说什么 什么 才是你们无法招惹的人 你们 你们给我等下啊 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 不是控制了 你们不要过来啊 我可是巨巷城赵家大少 这不是你自己过来的吗 你 我什么我啊 不服气吗 以后擦亮眼睛 不要招惹你招惹不起的人 这里没你的事了 你可以滚了 他敢对少爷动手 你有几个脑袋 知不知道谁才是巨巷城的主人 真是嚣张啊 你也不问问 是谁的问题吗 我家少爷看上这两个女娃 那是他们的荣幸 他们怎么敢拒绝 现在跪下道歉 自费双手 还能保存一条狗命 则的话 你们就等着投胎吧 这群外来人真是可怜 得作了赵家这个顽固 那可真是麻烦了 听说上周有一个人 仅仅是瞪了一眼赵的顽固 就被灭了门 他们也惨了 挂在这巨巷城 都不一定有人替他们收尸 看来这事儿是没法体面地解决了 灵活 上 行 目前这件事是我们错了 我道歉 还请几位少侠高抬贵手 放过少爷 放过他 那就要看你的诚意了 少侠放心 只要少侠放过少爷 家主一定不会亏待几位的 如果各位不嫌弃 请几位少侠跟我去照家 几位少侠 这都是犬子 油焰不失太山 还希望几位大人有大量 不要跟他一般计较 单单一个道歉可不行 您想怎么赔偿 赔偿 该死的混蛋 在巨巷城 我们赵家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 如今打伤了我儿子和护卫 还这么明目张胆地要赔偿 再等一会儿 就要你们好看 几位少侠放心 先吃饭 等吃完之后 再谈赔偿的事 不管要什么赔偿都可以 担药 零食 美人 赵家主 这酒是不是有一点不对 哪里不对 没什么 只是觉得颜色不太对 赵家主 这酒要不你先尝尝 几位少侠 这可是零酒 这稀罕东西我不配喝 还是你们喝吧 没关系 你先尝一口 我还有事 先去处理一下 诸位少侠慢慢吃啊 看来这酒果然有问题 赵家主 你跑了吗 几位少侠 是我错了 都怪我有眼不是太善 咱们就此和解 怎么样 有话好好说 你们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们 想对我们下毒 还想用阵法对付我们 这你一句话 就想要摆平 可恶啊 这些人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本不是我赵家门招惹的人呢 终于有了 阵极 家主别怕 阵法已经准备完成 这帮小小之辈绝对跑不了 给我住嘴 几位少侠岂是我们能对付的 给我取消阵法 放他们离开 阵法 好东西 这阵法好像是个困阵 你 你要干什么 系统 此阵法时间 幸好条件 我的阵法呢 我这么大的一个阵法 怎么就消失不见了 大哥 我们该怎么处理 要不要全部灭掉 别 别动手 我还有用 我可以给你们很多好东西 灵虎 这事你开始处理吧 我们先去外面等你 好嘞 大哥 结束了 不过我没把事情做绝 巨像城要是没了他们 可能会变得很混乱 这次 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惩罚 不过大哥放心 那个顽固 我给他特别照顾了 下半辈子 没法干坏事了 那我们继续出发吧 秋月城的访式很出名 陈北极应该是邀请我们 前去参加访式的拍卖会 我们要去秋月城 抱歉 夜晚不开放传送阵 要想传送也可以 得加钱 加钱 你不知道我们 之前在这传送阵 报答那个顽固 眼前这家伙竟然不知道 你们很出名吗 你们不像是巨像城的人 巨像城有头有脸的人 我都认识 这几个 根本没见过呀 这个 能让我们传送吗 对不起 我这就打开传送阵 这就是秋月城吗 明明不大 看着却很豪华 当然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 秋月城 陈北极 你邀请我们来这里 可是因为这访式有好东西 不错 我们都要进入玄武学院了 实力 要是可以增加一点 进去之后 也能得到更多的好处 这次访式的拍卖会上 有单元果 啊 单元果 就是传说中 那种服下之后 可以增加实力的灵果 看来褚云道有知道 这也是我偶然得知 单元果可以增加我们的实力 甚至 可以增加一点天赋 那这东西 价格可不低 陈兄放心 上次 你们帮了我大忙 区区单元果 我拍下送你们就行了 而至我晋级之后 学院可是奖励了很多好东西 就连家族 都给了我很多资源 我也知道 我为什么能够晋级 都是多亏了几位的帮助 所以 我自然不会小气 几位道友可知道 我为什么把客栈的位置 选在这里 为什么 这可是有讲究的 待会就会举办秋月晚会 参加访试的人 基本都会在这里相聚 我还以为什么呢 就一个晚会 你搞得这么神秘 等晚会开始 你就知道 我是什么意思了 别卖关子了 说说吧 这晚会是访试拍卖会的传统 大家会在这里商量一下价格 避免让访试主办方赚得太多了 他们会同意 万一有人反悔怎么办 这样的商量 没有任何的可靠性吧 的确是有人反悔过 但是后来 反悔的人 刚离开秋月城就被干掉了 从那之后 这约定就很可靠了 而且这个约定也是有限制的 如果双方都想要一件东西 那么只需要一方给另一方补偿 才能如愿 要是真的商量不好的话 那也只好在拍卖会上一决高下了 这种办法 访试没有管过吗 这应该会损害到拍卖会的利益吧 未曾管过 真正的好东西 基本上是不会被订下价格的 也就是说 能订下的东西 本来也不是什么很贵重的 据我所知 这一次单元果 就没几个人要 所以 你是打算在今晚和别人商量一下 要是需要和别人交易的话 东西我来出吧 不用 我自有办法 说不定 什么都不用付出 晚会开始了 公子小姐 时间到了 我们该下去了 这就是那个晚会吗 人还挺多 参加拍卖会的人 一半都在这里 那要是不在这里的人 参与竞价怎么办 那就看个人运气了 而且 基本有实力的都在这里了 不会出现太多意外 各位道友 我想要那练体工法 希望到时 大家手下留情啊 可笑 练体工法本就稀有 你一句话就想要嘛 那你说想要什么好处 凡事都可以商量 你有什么需要的 我可以给你 我就想要练体工法 那就各凭实力吧 工法在这里比较稀缺 所以会引起争夺 诸位 单元果可否相让 无人开口 看来需要单元果的人 的确不多 也是 单元果虽然效果好 但只对古灵合适的人才行 年龄太大 可就不能用了 嘿嘿 看样子 他们都用不了了 既然如此 那就多谢了 单元果 灭配 不管你出多少 我都比你多 这位道友 凡事好商量 我愿意付出一点代价 我这一次 可是做了充足的准备 确保没几个人会争强 但怎么 突然冲进来一个不速之客 听不懂吗 本少就是不让你得到单元果 识趣的话就放弃 不然 让你见识一下本少爷的手段 大哥 这家伙是谁 要不要教训一下他 这么说 道友就是要和我比比了 道友是谁 第一学院 黄龙 第二学院 李斯 啊 玄武学院的人 玄武学院的天灸 啊 我听说过这两人 上一届的第一第二学院的顶尖天才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看这样子 是来找这几人的麻烦的 嘿嘿嘿 可恶 几位 不好意思了 答应你们的事情 可能做不到了 无妨 还有我们几个呢 难不成我们解决的人 有这两个人的亲人吗 嗯 也不一定 也有可能是大皇子的人 过来针对我的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 他们势敌非有 既然没商量好 那就继续下一件吧 本次拍卖会 所有珍宝均已展出 写上成功者已获至宝 流派的宝物有缘再见 散会 这一次你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可以提前准备好遗言了 你们是大皇子派来的人 猜得不错 不过不止大皇子这一个理由 我死在你们手中 那你们是想干什么 想打一架 土八仔 难道你不知道秋月城 不准发生争动 在这里自然是不行 但你们若是非要找麻烦 秋月擂台上可以 要不就去擂台上试一试 哈哈哈哈 你在说什么 难不成宰了几个废物 就让你们有底气了 真是不知所谓 假要上擂台 那就签订生死状如何 自然是要签的 免得有人耍赖 小子 嘴挺硬啊 真希望你的实力 和你的嘴一样硬 千万别是绣花枕头 随便就把你给宰了 放心 对付一个你 那还是手拿把掐的 那你们谁先来 谁先都一样 反正都难逃一死 当初那几个家伙 也是这么狂妄 但很可惜 连城阁的一剑 都接不下来 我们可不是那几个废物 你们一起上 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让我先上吧 几位 只是因我而起 这泪台 就不劳烦你们了 小子 你的实力还不行 他们来 我们这一次的目标 主要是尘党 其他人只是顺便 行不行的 打过才知道 既然你找孽 那就过来吧 我们的时间很紧迫 速战速决 这就是人的实力吗 若然之严 真的很垃圾 现在跪下求饶 说不定我还能饶你 别搞笑的太早了 你一见 有什么小技罢了 去学武学院的人物 我成了破坏力 这家伙不会出事吗 费了 你败了 之前李兄不让你上场 奈何你自己 不珍惜这次机会 既然身死状已迁 你安心去了 住手 你忘了 脸台的规矩了吗 这么做是在找死 你们的目标 应该是我 击败他 已经浪费了 你不少的力气 不如这样如何 我跟你半小时 恢复时间 然后我代替他 不想 哦 当真一点机会也没有吗 倘若 我是一打二呢 你是认真的 我自己出手的成功率 就很高了 现在陈导说要一打二 但大皇子的任务 不是一定会成功的 自然 生死赚我的签了 难道我会拿自己的命 开玩笑吗 怎么样 现在 该答应了吧 好 想你这么说 那我就答应你 李兄 一起来吧 赶快结束了这小子 好回去向大皇子复命 正合我意 小心 他们太卑鄙了 竟然一躲七少 陈导 那两个家伙 都是玄武学院出来的 可没那么好对付 陈北极就是前车之剑 放心吧 大哥对付那两个人 没问题的 你怎么这么有信心 他对付你 都花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对付大哥 当然会更加困难了 你说的是 那就希望陈道勇 可以替我报仇了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说吧 你想怎么死 之前那几个家伙 也想害我 但是坟头草 已经很高了 你觉得 你们能坚持多久 你应该考虑的是 你自己能坚持多久 在你同伴面前 要是被我们一招解决 那可是很丢脸 不过也无走位了 他们很快就会去陪你 拿命来 狗敢不了知识 只会背后偷袭吧 龙白围 别愣着了 下面到你了 不过是趁机不备而已 同样的手段 对我可没用 看我报应 随意来大皇子所赐 与我们家志宝 可产跨境高手 小子 今天必斩你 斩 我的宝业 雕虫小剑 现在 你还有什么手段 小子 你已经斩了李斯 我劝你最好放了我 不然 你的后果会很惨 你们这些人 倒也有趣 上来就是一副 不可一世的样子 被打败了之后 又是放狠话 又是阻扰什么的 你这样我会很为难啊 我是大皇子的人 同时也是学武学院的人 还没进入学院 你就残害同盟 你又想过后果吗 板中已经宰了一个 好像又不缺你了 别动 只要你放了我 我可以答应你 不把这件事说出去 这家伙 是被吓傻了吗 竟然想用这个理由活下去 你是不是忘了 这里 是秋月城擂台啊 你不说 这件事也隐藏不住 大哥果然厉害 早就说了 大哥对付那两个人 没问题的 就这么斩了 不会有事吧 不会有事 玄武学院也是讲道理的 是他们一直在找麻烦 也是他们提出签订生死状 所以 这结果 也是他们咎由自取 那就好 这要是还没进 玄武学院就犯事 那可就不太美妙了 又是 本来就是那两个家伙 先来找茬的 是 我担心的不是学院 虽然学院不会记恨我们 但他们背后的人 下一次可能 会动用更厉害的角色 这家伙 就不能以此性 把话说完吗 他强认他强 会有大哥子 说的也是 有陈兄在这里 我们应该也不会出事 他日 即便在玄武学院 以陈兄的实力 也绝对是当属翘楚 哎 知兄 朝夜漫漫 你想不想 他不想 陈北极 你走远一点 我说的是去吃饭 你哪激动着 陈导 你晚上一个人睡觉 冷不冷啊 不冷 都这个境界了 能怕冷 赶紧休息吧 明天还要参加拍卖会呢 我今日得到消息 今日访试的拍卖会 也会有不少的宝物 希望今天可别遇到 不长眼的家伙 我可不想再白跑一趟了 几位客人 可有预约 什么预约 陈兄放心 我都准备好了 姑娘请看 这是我的预约凭证 弟子七号房 几位贵客 里面请 几位贵客 有什么需要 都可以喊我们 北极兄 这房市的服务 还算不错 这包间应该价格不菲吧 你以为我花钱预约干什么 为的不就是这个吗 这拍卖会 一共只有二十一个包间 分为天地人三种等级 每种等级 都有九个包间 每一个包间 都是有条件的 我可是花费了 很大的代价 如果不预约的话 就只能去大厅坐着 要是没座位 可就只能站着参加了 听你这么说 那天字包间里的人 背景可不简单 天字包间 据我所知 那里可不是付出钱 就能去的 还需要很多 苛刻的条件 除此之外 天字包间 可不是每一次 都有人的 真是绝妙的身影 滚开 别当着老子欣赏美人 快看 这次拍卖会主持人 竟然是 外面怎么突然热闹了 是有啥西式珍宝 开拍了吗 诸位贵客 欢迎参加秋叶城拍卖会 挪家是这一次 拍卖会的负责人 名为苏燕 竟然是苏燕 这可是我们王朝内 最有名的一个 女拍卖师了 苏燕 我喜欢你 听说她出场一次 可是天价费用 这苏燕 很厉害吗 陈兄 你怎么连苏燕都不知道 她可是有不少粉丝 即便是玄武学院 都有不少天娇 想要败倒在十六群下 背景更是深不可测 她已经许久不主持拍卖会了 没想到这一次 竟然是她 难怪这么多人 下面是我们的第一件拍卖品 上等猴尔酒 没有底价 诸位随意加价 奴家也很想品尝一下猴尔酒呢 这猴尔酒 我要了 五千零食 一万零食 我出两万 苏燕仙子 等盘盟会结束 可负供饮一杯 真是不自量力啊 苏燕仙子供饮 起码也得五万零食吧 我出五万 这猴尔酒虽然不错 但也不至于有这个价格 之所以这么火热 多半是苏燕的那句话 在传达一个消息 谁拍下了这猴尔酒 就有机会和苏燕共饮 有钱人真是多 八万零食 可以买不少东西了 下面是第二件拍卖品 天元丹 没有底价 我有了 何请零食 这一次 你们可能要借我点零食了 苏燕主持的拍卖会 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没有底价 因此 拍卖品的价格 都会上涨很多 没问题 无论如何 只要拿下单元果就可以了 那就多谢诸位了 这是天才地宝 单元果 效果 大家应该都知道 要不是奴家 身价不够 我都想自己拍下来 若是有哪位公子拍下来 不知可否忍痛 让给奴家一谋 奴家愿意付出 足够的代价交换 不妙 本来单元果 可能这么几个人要 但是现在就未必了 苏燕这番话说完 会有些人 可能为了讨好苏燕而抢牌 去去单元果 本少为苏燕先子拍下 送你便是 五万零食 这单元果本少要了 那就看看谁更有实力吧 这小草老 这苏燕是不是在针对我吗 可能是 这个苏燕不简单 很有可能 也是那个大皇子的手脚 没关系 不就是几面灵果 不行就不要了 我就不信我们争不过别人 我身上还有一些东西 可以抵押 看看再说 不要着急 我身上有很多的丹药 卖出去也是一笔不少的灵石 只是没必要 方药是真的算计我们 那多付出的灵石都是亏了 十万零食 在下怨博仙子一笑 哈哈 没实力的就不要开口丢人了 十三万零食 十四万 没实力的就别开口了 我出十五万 对着单元果 我志在必得 我就只有八万零食 加上抵押的 也就只有十万左右 看来是无缘了 算了吧 不用和他们争了 这个价格 已经超过单元果的价值了 所以没必要再跟了 没了单元果 也还有其他的东西呢 你们要是有喜欢的 只要我买得起 就可以送给你们 原本之前我心心满满 却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十三万零食 十四万 十七万 既然无人再出价 那就恭喜这位公子了 苏妍仙子 拍卖会结束后一句 哈哈 那就多谢这位公子了 为什么 要是我拿下单元果 就可以和美人优惠 哼 便宜那个小子了 诸位 拍卖会接近尾声 接下来将请出 本次拍卖会的压轴珍宝 这就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珍宝了 你也团单 啊 竟然是涅槃丹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归一境之下 这可是一条命啊 这拍卖会的神秘物品也太好了 我一定要拿下 少做梦了 这涅槃丹是我的 老子就算倾家荡产 也要拿下这涅槃丹 拍卖会现在 竟然都能拿出这种级别的丹药了 能炼制出涅槃丹的丹药石 可不多 哇 这涅槃丹效果太强了 归一境下只要还有一口气 那就可以直接恢复如初 即便是归一境也能恢复很多 而且还会有一股精纯的能量 可以帮助突破 归一境下最少可以突破一个小境界 这涅槃丹很少才会出现 要不是那位客人要求准能拍卖 我们就自己收下了 不接受零食 只能以物换物 有兴趣的人可以把物品写下来 我会带给卖家看 这苏妍虽然嘴上说 什么不用零食 可以也以物换物 但能够交换涅槃丹的 恐怕也都是不错的天才地宝了 某偶太有价值的东西 那一大箱丹药没什么竞争力 能拿出涅槃丹的人 怎么会去少丹药 看来得想一想别的途径了 我们要不也试试 你有什么好东西啊 试试看 那又没说需要什么 既然没有零食这门槃 也许我们能拿出的 就是他最需要的 咱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 都在这里了 但这些东西的价值 都很一般啊 啊 这是 这是我在一个小摊上买到的 当初还以为解漏了 但这么久什么也没发现 陈兄 难道你发现了 这铁皮的不寻常之处 系统 把死亡时间 见过去前 陈兄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自己研究那么久 都毫无办法 陈导致刚拿到就破解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里面好像有个阵法 功法类的 算了 看来这个和我无缘 陈兄 既然是你破解了他的秘密 那你就留下吧 如果我用这个换涅槃丹呢 自然也是陈兄你干 若我无缘 我不会将求 替我送上去吧 这是我换取涅槃丹的物品清单 好的 请公子稍等 想来 诸位贵客的衣物清单 都比较得差不多了 诸位贵客稍等 我这就前去 行恩买奖 请弟子 七号包间 五号包间 八号包间 还有大厅的几位贵客 过来一下 你说的那神雷阵法 是真的吗 诸甲包换 只要你有足够的灵气 可占归一竟修饰 东西带来了吗 我需要液液货 你可以随便检查 保证不会比我写在清单里的差 诸位贵客我要了 但依我看来 并没有你提交清单上所写的那样珍贵 比不上涅槃丹的价实 不如 我出现零食购买吧 我只有这件东西了 既然你不要 那就算了吧 等等 先别走 要不然这样 你再给我一些零食 我就答应你 虽然其他人拿出来的也都是好东西 但我用不到啊 我没有零食 涅槃丹关键时候是可以保命 但也不是谁都会面临绝境的 而这个阵法 可是实打实地提升实力 这小子说的对 对我而言 神雷阵法无限更有用 何况我也不只有一枚涅槃丹 好吧 我答应你了 涅槃丹给你 这是涅槃丹 涅槃丹不是在仿师手中吗 我给他们的是假的 还没会想展示的 只不过是一个样子货而已 我手里的这个才是真品 不满你说 我信不过他们 这无情相 看来这确实是真的涅槃丹 合作愉快 我奉劝你 我抓紧离开这里 拍卖会的人 一直盯着我们这场交易 而且他们也知道 真正的涅槃丹 在我手上 如今 难以要交易到你手里 小心他们按捺不住 对你动手 收拾一下 我们现在离开 只有手了 涅槃丹已经到手了 不过目前我们的处境很不好 那卖家提醒我 小心访试 我担心会出现意外 我们先走 好 我们可以直接离开拍卖会 这是提前设置的传送阵 可以直接离开秋月城 就是防止有人杀人夺跑 走了 不好了 几号报警的人走了 走了 传送走的吗 倒是挺警觉 可惜没什么用 你怎么也不选个好点的地方 你以为我能随便挑啊 这都是随机的 好歹离开了秋月城 这也是个好消息啊 好消息吗 我可不这么认为 你是谁 这老家伙什么时候出现的 怎么一点机器都没有 是你们不告而别在先 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 如果你们配合的话 老朽也不想动手 只要乖乖地把那件东西交出来 你们就可以走了 我还以为拍卖会不会这么迫不及待 还是高估了你们的底线 你们拍卖会的信誉这么差 小子 那毕竟是涅槃丹 不是什么家伙都能得到的 交给我 你们就是安全的 小子 那毕竟是涅槃丹 不是什么家伙都能得到的 交给我 你们就是安全的 你们拍卖会这么做 又不怕我们把事情宣扬出去吗 现在让我们走 我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 我会放你们走吧 胆真无耻 你们先走 我拖住他 勇气可嘉 就是实力一般 可不 这老大伙用了什么手段 无动才不留了 东西在我手上 你让他们先走 你是在跟老朽谈条件吗 和你谈条件又能怎样 反正你的目标是涅槃丹 和他们无关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算把涅槃丹摧毁 也不会给你 既然如此 小子 随便吧 怎么会 这小子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现在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不能放人离开 只有全杀了 这件事才不会传出去 不然会对仿石的名声 有很大的打击 我们不走 大哥 我不走 我要和你并肩作战 陈兄 我也要留下 一起战斗 只要我放他们离开 你确定会把丹药给我 你只有相信我 不信的话 我也没办法 但只要他们出事 我就会全力逃脱 把你们做的事宣扬出去 我就算真的跑不掉 我也会摧毁你旁淡 好 我可以放他们先离开 我 我们不走 大哥 我们不会在危机关头丢下你的 别拖我后腿 你们走吧 我才能安全离开 可恶啊 我们的确是实力不够 留在这里也只能拖沉到的后腿 那大哥你小心 我们就先离开了 现在他们都离开了 你该把答应的东西拿出来了 区区涅槃丹 你们应该还不至于这么没底线吧 哦 你发现了什么 如果没看错的话 你们是大皇子的人吧 不愧是大皇子点名要灭的 还算有点猛 五长老 涅槃丹到手了吗 你为什么还不动手 还没 你别急 我马上送他归系 这小子看上去也还可以 只是惹到了大皇子 下辈子有点眼离近 不要招惹 你惹不起的存在 五长老 既然你还没拿到涅槃丹 那就速战速决吧 还要去给大皇子交代 我知道 既然你不愿意主动交出来 那我也只能宰了你 然后拿走涅槃丹呢 为了缺取涅槃丹 耽误了这么久 别废话了 弄什么 敢 好小子 好强的剑气 到此为止了 能要觅住如此一点的球 别放出来丢人现场了 好 好 感谢观看